哈哈哈哈 行了行了好 太开心了啊 这个 斗大黄金印 天高够不拙 学会说评书 不干 装个家活 太开心了 哈哈哈哈 太开心了 这个有人一起哄啊 我感慨非常 只能说呀 你们盼这一天太久了 再来一个吗 再 这玩儿没有再来一个人笑话 有 但是这玩儿 新年新气象也不是不行是吧 再 难难难道德选 不对知音不可谈 对了知音谈几句 不对知音枉废 说天 是 耶 是不是发自肺腑的那么开心呢 是 我救不了你们了 给糖葫芦都堵不上你们的嘴 下回啊 下回得来一碗面茶 开书之前先呼的脸上啊 行了 终于又开书了 这个 我这个人哪 我老说自个是个废物 为什么呢 就会三念 说书 唱戏 说像 别的手艺又不灵 也难得您各位这么支持 这么捧 我还得努力 啊 这个 我其实从小是 先学的说书 我七岁开始学说书 九岁说像 八十年代末开始唱戏 唱了五年戏 打那之后啊 又转回头来 又说像 这一晃这么些年 干别的也实在是不成功 也是您各位支持我鼓励我走到了今天 这个说书呢 其实是分两种 就是在中国啊 咱们这个说书 咱不知越南说书怎么领啊 说书都说说书 哎呀 这个说书的艺术家 那个评书演员 其实所谓的说书是分两种 一种是评书门的 一种是古书门的 评书门的呢 你比如说袁阔成先生 你比如说辽斋的刘立福先生 哎 这个是评书门的说书 还有呢 叫古书门的 就是您看是说书的先生 他那名字里边带个填字的 带个帘字的 带个什么呢 他是唱大鼓带说书 他那个书是一边说一边唱 说一会儿 唱一会儿 唱一会儿 说一会儿 西河大鼓书 烙亭大鼓书 东北大鼓书 他是这么来的 当然到后期呢 好多古书的演员呢 就不唱了 为什么呢 他有时候带个弦麻烦 你挣钱还得俩人分 这个不重要 不重要 反正一个人说呢 他踏实 所以说好多古书艺人 到最后呢 就把这个鼓都放下了 专门的说书 所以说判断一个说书先生 是评书门的 是古书门的 你就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 那么像我 我其实就属于是古书这一支的 那我的评书的老文师啊 金文生先生 他呢就是连字的 您看是说书的人 哎名字带个连字的 他们都是一辈的 连字望下 我们是增字的 增加的增 所以您看啊 这个说书的 搞取义的 甭管老头老太太多了岁数 他95 他名字带一个增字的 我们就是一辈的 是这么来着 当然有人话说回来 说这个 男友老太子 你90多了 名字带增字 你见面叫大姐吗 哎 我给你们先普及一下这个问题啊 按说这孩是有规矩的 啊 你先进门那个 六岁他先进门 后进门那三十五 哎六岁这就是哥哥 因为江湖嘛 该怎么说怎么说 但是 这前提是得师父给你引着了 那 你看这个 甭管岁数差多少啊 你也必须管他叫什么叫什么 如果有你师父这句话 必须照这个办 他说因为这个翻脸了 那他是外行 他不是干这个的 啊 当然了 这个玩他是活的 你看有的呢 你私下里咱交情那么好 平时接口邻居住的也不远 虽然说在江湖辈儿上来说 咱们是一个字的 真见面你好意思吗 所以该怎么叫还是怎么叫啊 他是灵活的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这个相上前辈田丽和先生 田先生呢辈儿挺大 按相上来说我得管人家叫师爷 田先生按说比李伯祥先生 魏文亮先生都大一辈儿 但是人家关系好 所以人家败把兄弟 他们是哥们 你看这玩意儿 在人家之间没有差一辈儿一说 这就是活学活用 你包括德云社有一个谢金 谢金你们有什么可乐的 少谢是吧 你少谢人家里败可大了 他的曾祖父叫谢瑞芝 他祖父叫谢淑阳 他父亲是谢天顺 我管他父亲按相声门来说 我得管人家叫师爷 但是谢天顺先生呢 跟我岳父又令哥们 我媳妇打小儿管的叫大爷 你说这玩怎么令 对不对 你后来人家老谢先生 谢天顺先生带着谢金到德云社来了 我印象很深 头一次来 谢先生就说了 这是我是谢金 我让他拜你 来 跪着拜 我拿胡来了那是 对吧 我说您可不能这样 这咱们没法令了 老谢先生说那得了 咱们退一步了 你俩人算把兄弟打鸡起 你是他哥哥 所以这么令的 少谢管我叫哥哥 但是这个是家里败 他终归在相声界 才有个名分 可他这个身份 胎里带 打家里出来就是这个败 你说让他拜上小局去 这不像话 是吧 对不对啊 你不能因为月云鹏轰 让他拜上小局 这不像话 怎么办呢 他必须是个文字的 我们这行来说 那会儿后台有李文山李先生 我跟李文山先生上了一事 李先生是王世晨先生的徒弟 王世晨先生相声巨人 能力最大去世了 让李先生做主 带拉师弟 让谢金算王世晨先生徒弟 就解决了他这个文字辈的说法 这些东西它是既有规矩 还有使用方法 当然台下这个少谢里人永远就是 哥哥怎么着 哥哥怎么着 但真写的相声家谱上规规矩矩的 人家是我师叔 那是两回事 其实啊 干我们这行 那行人没有人爱琢磨这个 真的 他不重要 还有一个 你后台都是干这个 你掰吃这个 会有人催你 真的 还你不是 你要自媒体你可以是吧 你现在研究这个 发一个写个那可以 干这行的没有人研究这个呀 你比如说啊 这个末代皇帝溥仪 他有一个妹妹 哥哥 啊 人家就是改姓金 就是 清朝倒了之后 爱新觉罗不都改姓金了吗 人家这个 这奶奶人家叫金蕊禅 啊 人家金老太太嫁给京韵大鼓艺术家白凤明先生 人白凤明那个演出海报也没写着 皇儿是我大舅子 你有这么拎的吗 咱得讲理 对不对啊 天津梅花大鼓艺术家花小宝 啊 嫁给了后来嫁给这个爱新觉罗普索先生 天津这帮唱大鼓的老太太也没说呀啊 皇儿是我大哥 没有意义 好多年前北京有一个小哥们 鼓曲的票友 二十出头 就爱这个 也拜师 拜师之后问他师父 你可现在我也有门户了啊 这个跟跟他们都怎么拎呢 他师父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我呀 我跟马三立先生啊 我管他叫三哥 第二句话 我管苏茂先生 我管他叫大哥 这个苏茂跟马三立啊 就差了好几倍了 人家老头的意思就是不用去拎 我管马三立叫三哥 管苏茂叫大哥 你还不明白吗 他徒弟就把头一句话记住了 他二十出头啊 我师父管马三立叫三哥 那就说我跟侯布林是一辈的 真是啊 有一年我们在北京广州楼演出 他抱着孩子上后台串门来了 他跟我他是不敢呢 我那会儿年轻的 他一直跟我很客气 抱着孩子过来 抱着孩子看见我了 快叫大爷 孩子喊大爷我啊 好好 一回头他看见我媳妇了 抱着孩子叫姐姐 叫姐姐 我媳妇也对得起的 我媳妇那脾气你们也知道了啊 一回头告他 玩去 他那天到现在还没见识他了 也不是上哪儿玩去了 说这话什么呢就是没有意义 说相就好好说相 做意就好好做意 你整那些没用的让人笑话去 我说着你们吃的啊 别闲着 一会儿弄一手糖也是事啊 你们这表没有了 表呢 没有表我没法说 我数学也不好 是不是很开心你们 开心 尝尝甜不甜 尝尝 尝一口 为什么 为什么不在口干 好话 你是不是给我把三爷叫三哥 就这个事能说好些个 就是后台这事 来再点了吧 来鼓掌鼓掌 好 这就是我们这行的有趣的事情啊 我看你们大家对串闲话比听正文还开心 不能老串闲话 咱们得干点正事了啊 今天开始给大伙说一个大不头的书 就是三国 我都喜欢你们这个状态 什么都没听见了 就跟着喜欢 三国现在也没什么人爱书 其实在过去也没什么人爱书 为什么呢 你说想当年你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评书最兴盛的时候 其实呢 说三国的人就很少 究其原因也是因为不挣钱 有说的好的吗 有 有说的好的老先生也不爱说三国 为什么呢 你他说个三峡剑 说个七峡五亿又轻松挣的又多 他得活着呀 他不能因为我要偏学问卖能内 你看我这三国说的啊 虽说没人听 带什么很尊重自己 一人往根上说是个卖艺的人 你坐在这儿又掉书袋引经据点 汤汤汤汤 你是过瘾了 家里还八口人等饭呢 咱得讲实话 对不对 所以说过去来说老先生有说 但说的确实不多 到今天更难说了 怎么呢 前些年可能您还得上书店去买一套 要三国看看 现在上网一搜 也不用花钱 你就看见三国的原文了 你这玩意儿你也不能瞎说 一个人瞎编 刘备一出场对过来孙悟空 你要说清朝末年也就这么说了 现在的观众他不好骗 你看 那是咱们有交警 不是真的 你比如说清朝末年民国那会儿老先生 两军阵前扒出宝剑来 扎他 扎他人肚子里边再拔出来 又扎一个又拔出来 连扎三个这口宝剑不能用了 你说这玩意儿 连扎三个人这口宝剑不能用了 这底下观众就这么听 为什么呢 先生还给你讲 人的体温三十七度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那个年头清末民初 你要给他讲这个 老百姓不得听傻了吗 体温三十七度 对 扎一个三十七度 扎俩三十七度 越扎越热保健化了 现在要这么说 你们得报警去 这是诈骗的 但是咱换一个角度 你要说二十年代 对吧 三十年代初 你上哪说着 他一定会有人信的 对不对 怎么说都对 而且现在各位 两军阵前 都来枪往齐 他打动不了人 花一亿五千万拍一战争电影 你都不爱看 你怎么能看一个人坐着瞪眼说瞎话呢 平时这个行业不会特别的好 但是他也死不了 他到现在卖的是艺人个人的魅力 这个是最难的 所谓的三国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蜀国 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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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离咱们还挺近的 以河北这为中心 这边到长城 那边过了黄河 一直到陕西同关 这都是魏国的领地 蜀国 四川 云南 包括陕西的部分地区 也算是他的 吴就是东吴地区 江苏 江西 福建 安徽 基本上是这么三国鼎立的这么一个位置 大概一说 其实我不说 您各位都知道 但是我还不能瞎说 我真怕你们拿手机搜去 所有的故事它是有一个起因的 为什么好好的东汉就突然间变成了三国鼎立 它还是由于东汉政权的腐败和没落 最重要一点就是朝中十常事作乱 十常事 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太棒了 你说你们这样的不听书干嘛去 十常事简单来说就是十个太监 听到心缝里边了 但是呢 这个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十个 它是十二个 可是呢 三国演义本身它就是演义 它跟三国志还是有区别 他拿这十个人说事儿 常事呢 本身也是简称 这个太监的官叫常事 但是全称叫中常事 中间的中 经常的常 事奉的事 十个做中常事的太监 这么一说明白了吧 要不说说着玩累呢 我要说个聊斋咔嚓一打雷出一大狐狸 可省心了 这个中常事这个官啊 其实在西汉的时候就有 汉朝分两块 先是西汉 后是东汉 这个各位您可记住了 有人一说说反了 东汉西汉 这个错误不能犯 他最早的时候 中常事 他还不是一个有实权的官 他是有奖励性质的这么一个称呼 你比如说相声管理局副局长 比如说啊 工作很好 带着演员下去 什么慰问去啊 帮着农民伯伯除草啊 什么的 表现非常好 哎 这个副局长做的好 奖励他一朵小红花 这个小红花就是中常事 但是到了东汉之后 这个小红花 他成了一个岗位了 他不单纯是奖励你一个虚的一个空的荣誉上的东西 不是了 他有实权了 这么一说听懂了啊 哎 西汉的时候还不是到东汉的时候正经是个官的 而且最开始是四个民族 到后来越产生越多 哎 八个十个十二个 这个其实有很多大人物都曾经做过中常事 哎 有俩人一说你就知道 一个就是蔡伦 哎 蔡伦这个有一个著名的歌曲叫十三香啊 就夸夸蔡伦 蔡伦是宦官啊 蔡伦是宦官 当然了这个造纸是他给人类的留的一个大的功绩 但是本人来说他是个大奸臣 蔡伦您记住了他干了很多坏事啊 不是个好人 对这今天这书也不涉及他咱就不提了啊 还有一个人呢也是汉朝的啊 这人叫曹腾 腾空的腾 他是中常事 他伺候了四个皇帝 这个不容易啊 半军如半虎啊 四个皇上都看得顺眼 这得夺得的艺术水平 这个难了啊 一人难存百人心 守着皇上那哪有准仆啊 伺候四个皇上 而且这个人呢很清廉 就这么高的身份 从来没干过为非作歹的事 朝野上下都说这是好人啊 还有一媳妇 有人说这宦官怎么有媳妇呢 哎 他在宫里边啊 有一个宫女儿姓吴 吴氏 他们俩人呢 这叫对食 看明清电视剧都知道啊 缓冠无妻 宫女无夫 深宫内院这个太寂寞了 其实各位您说这哪位 比如您各位啊 谁选上进宫跟皇上过日子去 皇上一看还挺好 戴着口罩拿着糖葫芦 这可以啊 如果真选上还行 就怕选上之后到皇上 皇上把那天忘了 你天天举糖葫芦 坐这儿哭去吧 是不是啊 那个日子就没法过了啊 所以怎么办呢 天长日久 有的时候呢 这个就难免互相之间寻找一种安慰 哎 这太监跟这宫女 俩人说了 挺好了 咱们在一块吧 哎 这宫女给太监洗洗衣裳 啊 这个跟他一块儿 俩人坐着吃个饭 这叫对食 包括到明朝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皇上还主动的跟他们说 哎 这也不错啊 你得着吧 这都真事 这都真事啊 所以说曹滕 他有一个对食的媳妇啊 姓吴 吴氏 到后来曹滕去世了 他死之前 他这个身色很高 他不光是中常侍啊 朝廷给了很多的封赠啊 爵位 这个爵位需要有人来继承 宦官也没孩子 但是他有个养子 就是家里边哥们兄弟 谁家这这给我吧 算我儿子了啊 就这么一个叫曹松 松 松山少林寺的那个松 哎 这曹松把他爸爸这份荣誉 什么叫小红花全拿过来了 但是没有他父亲这么连结 啊 有身份有势力 况且他不是燕人呢 所以他的想法就多 家里很有钱 后来曹松有五个儿子 大儿子呢 小名叫吉利 大名叫曹操 大伙这就理解了 提前铺垫一下 让您知道知道曹操的来历 这是他们家的绅士 这个太监哪 历朝历代 为什么很多时候严禁宦官干政呢 就在这儿 你别看他不是什么大官 但是你哪怕是大将军 你是定国王 你是什么一品大元宰相 你有的时候你弄不过他 他天天跟皇上在一块儿 有时候千万不要小瞧 你比如说咱举简单例子 西太后过生日 那个外省官员进宫 送什么呢 三尺长的珊瑚一对 哪个年头啊 珊瑚三尺长一对 这不是现在你更不好弄了 保护洞了啊 那个年头来这么一对也不容易啊 哎呀送到宫里去 马上要进往里边送 咔嚓掉地了 摔碎了一个 这官就傻了啊 之前都写上了啊 亲爱的西太后 亲爱的老佛爷啊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年年有心日岁岁有今朝 晚给您送了这个一对珊瑚 一对珊瑚到这改一个来得及吗 也没有送单的呀 是不是 这就吓啥了啊 旁边说大太监总管一乐不叫事 别看这岁了抱紧的 哎呦你有什么办法啊 扫了扔了就得了呗 扔了不行啊 这给西佛爷看呢 好万两白银我帮你处理这事 好好好 我愿意出出万两 好坐着坐着给汽水啊 拿块点一下啊 让他先坐会儿 哎 喝一杯茶喝不下去 喝完之后您看这事儿 走咱们看看去吧 领着他出去到那一瞧 好家伙 摆上了一对 这钱花的就值 那怎么回事呢 库里边这样的珊瑚有的是 打仓库里哪俩来摆那不就是的吗 给西太后一看就是他送来的 西太后还能守着吗 啊行挺好拿走吧 就拿走了 这是花钱买到 对吧 光绪皇帝结婚 大店里边九盘苹果 这九盘苹果每个里边是九个 都得要整个的大个的 通红的 一点点不能有 越往上那越大 顶头那九个那尖 得这么大个打红苹果 都摆好了 这请皇上负责这官姓蒋 蒋 蒋的人这等着了再一回头 这九盘苹果上面那九个尖没了 大苹果那最大的那个 这九个没了 这会儿皇上要进来 您这算怎么说啊 对不对啊 旁边太监 就这么看着你 蒋的人乐乐 一伸手打回来往外掏 大苹果九个 啪啪啪全摆了 这还不是刚才丢那个 是他自己准备的 回头就告诉 这太监 老兄您草率了 就知道你得这样 我早有准备 就是那会儿人防太监防成这样 何况东汉末年 他是十个大太监村同一届 那东汉江山他是怎能不亡 看见你们各位我打心里那么痛快 跟你们一块说书啊 唱戏啊 说过相声啊 我就很知足啊 一人一晚饭啊 我这还有三晚饭 嗯 行 挺好 兴趣跟工作又是一回事 这就是祖师爷的恩典 那我很知足很开心 现在这个孩子也长大了啊 俩儿子还挺省心啊 大的你们也知道哈 过出去 你都看了没有啊 那行 那咱们还可以继续来往 电视剧啊 电影啊 也给观众带来快乐 跟评书没有什么区别 郭秦林现在是真是挺忙 嗯 忙着喝酒 我们家这点酒都让他一人喝了 哎 他出去拍戏 他自我儿也说 上横店上哪儿 这帮老艺术家们啊 大爷大叔们老叫他出去喝酒去 啊 喝的 郭秦林为特点 喝的特别高兴 喝的十二点 你要说走他恨不得秧给你 后来这一想 他也不是爱喝酒 他爱喝酒跟你聊天 那 爱这个 郭芬阳也长大了 啊 我们的老二 郭芬阳 六岁了 又高又胖 哈哈哈 他哥哥小时候像他这么大 也没那么胖 他哥哥大概 上了学之后才胖起来啊 胖就胖吧 胖完结实 你看跟郭芬阳一块小孩啊 有的孩子 刮个风就感冒发烧 他这个好家伙不是辞职 也挺可乐的 这长大了是好玩 有一天坐在那儿就是 又不怎么想起什么了 我要去南极啊 要去南极 坐在那儿我要去南极啊 带着我的兄弟们去南极 因为这个前前后后有这么四五个小朋友 我跟他熟的 哎呦 就是亲戚的朋友 谁家孩子 跟前的 四五个小小子啊 这都是我的兄弟 我带我的兄弟们去南极啊 哈哈哈 他妈就问他 你想起什么来 你去过南极是什么的 没有啊 我想去南极啊 你那真的南极什么样不知道啊 哈哈哈 他妈拿手机给他搜南极图片 看看 嘴巴看 哦哦 我这这就是南极啊 这不得跟我的兄弟们说 这谁要去我大嘴巴搜的 哈哈哈 我就在那边坐着我 听完我都乐了 这前后反差太大了 啊 好家伙 还静这吧 还有一天也是牙要掉 牙要掉啊 啊害怕了 这可怎么办呢 没事啊 说还得还得掌呢 谁都得掉 掉完掌 哦哦哦 说天黑睡觉吧 哎 啪在枕头上了 你怎么啪着睡觉啊 怕牙掉肚子里头 挺可爱 郭芬阳最大特点很善良 很善良 拿手机拿看 看着那个 非洲小孩吃东西那样 半夜里哭醒了 啊 他妈说你怎么了 就问怎么能给那个非洲小朋友送点吃的去 心重一瞻这个就受不了 小时候也是前几年三四岁 家里小孩去谁还坐那哭他也跟着哭 后来我就说你们这孩子就别来了 这玩意 这随分子我们哪陪得起啊 是吧 哎 那讲理啊 他跟着磨 他爸他妈要东西不给就跟着嚎 我们是跟着哭 招这惹这个这是 郭芬阳很善良 挺好玩 行了 说完了儿女情长 咱们聊聊家国大事啊 接演三国 三国能接受啊 有 对 那最好啊 因为你要不能接受的话也得忍着 东汉 时常是 祸乱宫廷 他这样都乱了 怎么呢 皇上说了不算 跟前老婆这帮太监们 他给你出主威 本身这个宦官他经过手术调治之后啊 他的心里就扭曲 他不像普通人似的 你哪怕说 哎 家里不趁钱 怎么着 一个壮汉给人打零工干点活什么的 哎 我好好努力 我挣点钱娶媳妇我如何如何 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你这宦官这个他老想这个缺陷问题 尤其是他一有了钱了 一有了身份之后 这个缺陷会无限放大 他更恨 那要没有手术 你看我这得多好 荣华富贵 我娶三万个媳妇 我怎怎样 所以说这个东西他扭曲 人就怕这个 天下人倒霉都倒霉 这个心态问题上 你要能平衡了 什么事都不叫事 天下事就怕这个 所以说这十位在皇宫里边这么一闹 皇上没准处 而且天下的官员 都是这十几个太监安排 谁好他用谁 拿江山弄得跟老太太过日子似的 那就乱套了 这就应了那句话 官逼民反民怎得不反 这开始要出一件大事了 就是黄金起义 黄金起义他没有 由于他推翻东汉政权 但是他是最大的导火索 整个三国都是从这起来的 黄金起义的这个男一号 张角 还是弟兄三人 张角 张宝 张梁 哥仨 一个斗子一个捧着一个逆顺的 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们听不懂 就按着裙口笑声这么分的 哪儿的人 按现在说河北邢台平湘县 是那儿的人 他唯一的近身之路就是赶考 想当官 当然那会儿没有科举 汉朝说没有科举 真正说进京赶考了 您记住了随朝 可是那会儿读书人他无外乎的担观 学会文武艺豁卖帝王家 没有说我念了三年书 我是为了马来边摆一摊卖糖葫芦去的 那你就不如不读书 早正三年前 这个老去朝里边也不成功 不论上哪去没有近身之路 为什么呀 朝里边阻塞了咸路 刚才说了这十个太监 你想当官不想当官的 你说了不算得人家说了算 所以最后心灰意冷了 张角那当不了官干点别的吧 他会看病 哎能给人看病 平时没事呢 自个儿还能采点草药 虎口是没问题的 啊 当然了 这有一个小的神话 就说这张角遇见神仙了 这估计都是张角后来自个儿设计的 他说他上山里边采药去了 眼前哇 刮一阵风 来老神仙啊 叫闭目童颜 闭目不是叫闭眼的 不是啊 绿眼珠子 童颜小娃娃脸 长得跟小孩似的 这个皮肤吹蚕得破 绿眼珠子 煮了这么一棍啊 喊这张角啊 来来来来来 我想神仙可能会这样吧 这样显得可爱一点 叫他给他叫到山洞里边去了 其实挺可怕的哈 你说咱们出去玩去哈 旅游区山洞里来老头 来来来 那你就得喊救命啊 得慎的狠 是吧 进去了 进去之后老头拿出一本书来 看见了 啊 这本书你要看会了 哎 治国平天下 什么都有 又谢谢您 高兴了 再一回头一股风 啊 呜 老头没了 也保不惜没站住 打山后教去了 拿书回家吧 一瞧这本书太棒了 啊 这都是神仙的方法呀 学会了之后呼风唤雨 灑斗成冰啊 从头一篇开始学 先学拼音 是吧 阿窝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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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这大伙怎么念 反正就有本书吧 回来之后他经过刻苦的学习 很努力 于是他就有半仙之体 我个人对他这个学艺的过程表示欢迎 但三国演义原文上人家是这么写的 就说得了先人给的书 回来之后经过他的努力成功了 给自个儿贺号叫太平道人 呼 这回行了 十里八乡都知道了 他呢 该给人看病还是看病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心态也不一样 跟这个俩弟弟商量啊 二弟张宝 三弟张良 你看这事能不能成功 哥俩很支持他 显如今天子荒音无道 时常事专权 您不聊不声哀鸿遍野 倒不如咱们就反了吧 反了之后大哥您就是皇上 我是娘娘 她是太后 张角说咱们再商量商量吧 哥仨是怎么商量咱就不管了 反正是打这儿起就决定了 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把这个太平道就发挥起来 太平道 各位 这个东西 你要说太平年 他好不了 顶多人家跟人唱一下劲就完了 太平道 他这个东西 所以说在中国历史上 黄金起义其实历来 是有不同的解读 不同的方法 这个是历史学家的事情 说书了咱们不能去妄自解读这些事情 也不严谨 不过呢 这一下天下老百姓都爱看他这个 觉得说有道理 跟着他之后 推倒了昏军 百姓们都有饭吃 这个人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颤臣越广 到最后 张大爷一瞧实际成熟了 说了这么几句话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遂在甲子 天下大吉 苍天已死 什么意思 汉朝要死 黄天 我是黄天 他按照武德来推 这个汉 汉应该就属于火 火能生土 土是他 那么土是黄色 所以脑子上几块黄绸子 黄金军 绿军起义 那起不了义了 先把家务事评一评 当然了 他这一下闹的 虽说没成功 但是把汉朝的政权给晃动得直哆嗦 朝里吓坏了 因为什么呢 就这一挑头 天下都跟着知用 说明你政权太腐朽 那怎么办呢 时常事也得出主意 皇上也问文物群臣 最后想了一个办法 怎么办法呢 权力下放 各位 听书 听的是书以外的东西 我给您讲了三国 谁把谁打了 他抽他一嘴巴 两人吃饭去 讲故事没有意义 为什么这个书累就在这了 这个书你得给人掰斥清楚了 家国大事 每个人物的心理 当时天下的状态 把这个掰斥清楚了 才能说明白三国 那么他根本原因错就错在这了 权力下放 好处是什么呢 天下乱了啊 各位啊 山东的山西的啊 各位啊 现在你们自个儿想干嘛干嘛了 军权也给你们了啊 什么各种权力都是你们的 你们自己在地方上 只要你们叫人来帮我打黄金军 你们想干嘛就干嘛 你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 地方官不是啊 权力是老虎 下放完之后说不回来啊 为什么后来整个的大汉天下群雄四起啊 人人有权力啊 他哪怕管三个县 他也挑粮出来 我要如何如何了 而且有上边说法啊 对不对 朝廷让我在这儿 怎样怎样 我可以招兵啊 我有权力 这都是我的 他没个不乱 所以说大汉的根基就从这儿开始 就一发不可收拾的倒下去了 当然黄金起义没有成功啊 他说了苍天已死 苍天当时也没死 苍天又活了三十六年啊 这个历史有的时候很可爱啊 由这儿起引出来波兰壮阔一幅画卷 地方官也需要人 需要人怎么办 要招兵 那么天下各处都刷出来招兵的榜文 得贴啊 对吧 就跟龙子柯选秀似的 怎么又串着德运社去了 这得招人呢 这儿也贴那儿也贴 这一张贴在了卓州的城门以外 贴到卓郡这儿了啊 一大帮人站这看啊 官府说的为了打这个黄金军 不管你多了岁数 不管你相貌如何啊 都可以来为国效力 怎样怎样 这一帮人都在这看 就在这脚底下站着一个人 不到三十岁 看 看到最后 哎 长叹了一声 没说话 哎 就在他身后 有人大声的喊了一声 叹 是不是下你们一跳 是 后边这一招也下前面那人一笑 一回头 后边站一大个儿 黑区区一张脸 那胡子呀 脚下一根了能当门公子用 啊 哈哈哈哈 宁眉邓言 大丈夫 不思君钱效力 哀声叹气 有什么用吗 那这俩是谁啊 开始叹气这个 刘备刘轩德 后边喊一嗓这大个儿 张飞张义德 这才出场 但是这会儿俩人谁也不认识谁 要是电影手法 就在这个一回头 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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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是这儿哈 那个也回头 这也回头啊 俩互相看 哎 画面一身格可好看了 嗯 刘备要是用现在来说 一个落魄的贵族子弟 啊 汉景帝宣孙 中山静王之后 皇上的本家 为什么后来老说刘皇叔 刘皇叔 那没错 那是没错 皇上本家 但是到他现在他们家 已经不灵了 那这个中山静王啊 有一个儿子 这儿子叫刘贞 贞杰烈女的贞 叫刘贞 那会儿呢 也有爵位 还是个侯爷啊 犯了个错误 每年呢 就像这种散的外地的皇家的后裔啊 都得交一份钱 这钱是祭祀皇帝啊 朝里边什么祭祀王陵啊 祭祀皇陵啊 就干这个使的吧 就是你们散的外头了 每年家里边上坟什么的 你们都得花钱 类似这个意思 咱们简单的说 这个钱他没交 由于这个 朝里不爱看他呢 就把他这爵位得免了 你这一下儿 你就普通老百姓了 所以从那儿开始 这一枝儿越来越落魄 你到刘贝这儿就已经完了 守抹也惹了 啊 他父亲死就早 他跟他妈一块儿长大了 原文上说刘贝知习犯罪 有人说听别人说知习犯旅 那也对 知习 知习子 他母亲有这手艺 叫咱们家的抗习 人字的万字的那个老太太有这手艺 知习子 你想他干这儿 他就肯定挣不了什么钱 他呢 饭聚 饭 小饭的饭 聚 尸体的尸里边一个双利人 右边一个姓楼的龙 这字念聚 是用麻和野草搓的绳子编的鞋 这叫聚 那个年头是卖给穷人穿的 所以说刘玄德知习犯聚 饭聚有的时候绕嘴 人也不如说 到后来一般都说知习犯旅之辈 旅也是鞋 意思都对 但是不如这个聚用的准确 后来三国里边无论谁一骂刘玉德不都是大耳贼 知习犯旅之辈 人马皆都往根上骂 你管你什么黄叔 蜀国什么老板趁多少钱了 你卖草鞋的 所以说今天刘玄德走到这 看见这榜文了很感慨 为什么呢 他的老百姓不一样 他是皇上本家 望上倒这江山有他一份 虽然说他现在落魄了 但是这种感慨 就这个状态结合现在自己百感交集 所以 唉 谈了口气 后边这张飞呢 张飞比他生活就强 原文上说张飞在此地 家里有酒店 而且也卖酒也杀猪 挺够钱的 那后来咱们老说张三爷推车卖肉 其实人家可不是卖肉 他家里边有点产业 最起码现在来说小康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回头四目相对 俩人抱拳拱手 互相的介绍一下 这个得跟人说我姓刘明被自玄德 汉室后裔 现如今如何如何 张飞也挺客气 张飞比他小年轻 姓张明飞 乃是此地人士 在这如何如何 哥俩聊了天 越说越投脾气 有人说怎么 越说越投脾气 哎呀 很正常 这就跟男军搞对象似的 他跟这个俩人来往半年了也瞧不上 打街上一回头 这好看我爱他 这个人跟人之间好多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刘备 张飞越聊越投脾气 张飞说咱喝酒去 旁边不远 你想啊 城门边是 大满满小满满 大酒馆小酒店 咱喝酒 我请您喝酒去 好嘞 好嘞 请 来到这儿了 这一进门都认识 张飞吗 快请进来 炒菜 萝卜皮 麻豆腐 炸棍肠 鸽头肠炸酱面 这是个老北京炸酱面馆 吃什么不重要 您记住了 在三国里边从来 无论您听谁说书或者看原文 三国的书从来没有在吃饭上耽误时间 您记住了 我们这行有句话 就是没完没了吃饭的季工传 就是这话 撑不死的季工传 饿不死的三国水浒 你看这玩意 你要听季工传 季工传就是吃饭 一天到晚的 一天到晚喝酒吃海参 老得吃 吃就是玩 吃是它正事 三国里边没有在吃上耽误功夫 俩人坐在这吃饭聊天下大事 可是一说 哎呀 就把张飞感动坏 太棒了 我是个粗人 没有什么念过书 人家跟我一说 人家就哎呀 高兴 我再敬您一杯 在这会儿的功夫 酒店门外来了一辆车 不是汽车 手推车 车上装的是挤麻包粮食 车往门口一放 推车人进来了 他往里边一走 刘宣德一回头 他 为什么叫阿医生来者 他是个英雄 怎么呢 按现在说这身高的一米八五左右 面如重枣 我残眉单凤眼 乌柳长然 胸前漂白 我一说 您各位就知道了 官二爷来了 他得来 他不来不合适了 他再不来 这俩人都吃完饭了 往里边一走 就是一站 刘宣德就站起来了 哎呀 就这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 往前走抱拳攻守 这位壮士 哦哦 是是是 人家跟你客气 你不能跟人不客气 是吧 赶紧一环礼 互相一通报 人说了 行官名语自寿长 家住山西铺骤谢良县 哦 好 这个 我看您一股英雄气概 想请您屈尊咱们共饮一斗 就一块喝杯酒吧 那来吧 坐在这儿 推杯欢展一聊天 这一问才知道 官宇在袁俊家乡惹了火 有人命在身 也是因为打抱不平 但是不管怎么说 出了人命了 你也得跑啊 所以抛家舍业 来在此处 贩卖粮食 车上装的是粮食 后来咱民间川说老周公爷爷卖豆腐 这么说可能热闹啊 你想大红脸卖豆腐的颜色好看 仨人这聊天 咱们简断皆说 越说越开心 越说越投脾气 张飞说这样吧 二位哥哥 上我那去吧 寒舍咱们好好的喝会的 这不方便 两位也没客气 走跟您走 转过弯去没多远就到了 嘿呦 张飞家里边有一花园 花园里边全是桃花 为什么说桃园结义呢 就是在这儿 哎呀 正是桃花盛开 坐在这儿 摆上酒 哥仨一聊 你说天下大事 脾气都凑了一块了 思维都一样 互相越聊越开心 到最后说咱们这样吧 咱们虽然说 不是亲哥们 不如我们一接金蓝 要成为金蓝之好 就是干哥们 干嘛叫金蓝之好呢 比如赤金 永不变色 比如蓝花 永不变味 这叫金蓝之好 准备吧 这就来人了 准备乌牛白马 是天下说书的都爱说 乌牛白马记地天 但是我得给您说清楚了 乌牛是黑色的牛 白马是白色的马 白色的马是祭天用的 黑色的牛是祭地用的 咱们把话给人说清楚了 哥仨往这儿一跪 正当中供着官二爷 当年是没有啊 这是道具部门的错误啊 那年头还没有呢 哥仨跪在这儿 苍天在上 后统在下 我弟兄三人 愿皆为异姓兄弟 这个从今以后 匡扶汉事 唐口不应心 神天共路 路是朱沙的意思 我们仨今儿起 自己就哥们了 我们要匡扶汉事 干好事 我们要如何如何 帮天下百姓 而且我们仨亲哥们一样 这一个头磕在地上 如果以后谁口不应心 老天爷 您给你一个报应 是这意思 哥仨这儿一磕头 旁边家丁管家都敢弄坏了 折一掰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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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唱 没有这唱啊 哥仨站起来 把这手攥在一块儿 互相瞧着 眼泪都快下来了 哎呀 桃圆三结义 这句话今天说出来 到耳边您听着 都是当当的烂响啊 当时这哥仨不知道 今天他们这一磕头 就这份儿交情 赶天地气鬼神 才留下话来了 宁学桃圆三结义 不学瓦钢 一炉香 谢谢 谢谢 快坐快坐快坐 好受累了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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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一看见你们就高兴啊 哎呀 有人说瘦了啊 我很瘦勇啊 哈哈哈哈哈 一曲二三里 央村四五架 庭台六七座 一只红杏出来了 �대 再来一个订赏试是吗 从专业上来说 按说是不允许的 你们能不能不跟别人说呢 我也能不说 开心不开心 发自肺腑的那么可乐 看你们都戴着口罩 我就踏实多了 挺好 去年闹了这么一起的疫情 天下事原本如此 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 兵来降挡 水来吐屯 不管有什么变化 日子还得过 说还得说 该乐还得乐 戴着口罩 我又能听见你们乐 甚至有的朋友戴着口罩 我又能想象出你后头牙那样 很好 好好听书吧 这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事情 当然了 我也看网上有人说 不爱听郭德纲说书 不是外行才听他 这没办 我们做艺人的 我们是服务行业 说书 唱戏 说相声 服务行业 我们也没有权利去选择客户 有人来您就是我们的主顾 尽心尽力的 按过去这行的老话来说 踏踏实实的伺候您各位就得了 您接受不了那是咱们缘分尽力 我伺候不了您您听别人吧 咱说你要说你又不爱听 但是你非在这屋把我这桌子也踢了 灯也砸了 你要为这挨打也活该 是吧 你不吃辣不吃辣就别吃 不吃辣 但是你非拿个棍儿 看见四川火锅店 你就过去捅人家锅去 那个人家报警弄你也是应该的 哎 这个一说一乐 哪有什么内行啊外行啊 那起哄的事儿 也不是说中医啊或者大夫 那个必须需要需要内行啊 这病人躺好了做手术了啊 来大票友啊 哎呀这回该我了 啊 别动啊 那个必须是内行啊 你说他这个人多爱好 你也不能让他来手术 当然也分什么 你比如说有的 有的地儿也看得出来 就有说他们讲话说内行 内行 吃补品的时候又分内外行 一看就看得出来是是内行是外行 这个有亲可原 你看 内行 吃这个东西跟外行区别在哪呢 比如说有一点燕窝 人讲话的 外行都吃燕窝 内行呢 内行吃银耳 想了想有道理 啊 燕窝这个东西打外边进贡来着 给皇上吃 把这东西少见 我不是你哪位好吃燕窝呀 也没什么味儿啊 没什么味儿 估计那个年头也不像现在似的 这么得法 又怕皇上不高兴啊 御医们就跟皇上说 这东西大补 这么好 那么好 那么好 这么好 吃吧 打这儿去 就把燕窝的身份抬上去了 到现在 他这东西 他也没法通过机器 通过别的 他一定还是燕子自己制作 他产量也上不去 是吧 你都是小样跟这脆作梅啊 话说的稍微单纯了一点 但事是这么回事 是吧 也奇了怪 小样吐点作梅 你就挺爱 猪跟那吐作梅 你们就不要 来个猪啊 大伙 受不了 他由于他产量低 这么多年来 他这个价他也下不来 当然咱也不排除说 燕窝里边有营养价值 这是没错 这是肯定有的 但是那行讲话 那行说我们吃银耳 银耳的药用价值 不次于烟窝 就这么简单 外行吃烟窝 内行吃银耳 外行吃人参 内行吃黄旗 人参搭补 但补不好了也是事 就容易出事 黄旗作用跟人参差不多 唯一区别呢 功效稍微慢一点 但是这个慢的过程好在哪呢 不上火 你来人参 八斤一根抱着咔咔一脚 顺鼻子眼儿窜血 黄旗你慢慢吃 功效是一样的 钱不一样 便宜 几十块钱 黄旗 人参呢 好几千块钱 对吧 外行吃人参 内行吃黄旗 还有那个 外行吃陆荣 内行吃韭菜 吃韭菜一样 跟陆荣一样补 你这个玩 对吧 这两者价钱就不一样 听笑声 外行听郭德纲 内行 哪有内行 一说一乐 出去别跟别人说 没有内行 会他们打你 一说一乐 又到咱们开书的时候 上文书说到哪了 太棒 太棒了 我就等你们这句 两句话是一定要会的 一个就是再来一个 一个就是这个 棒了 以后说这得加钱 别别别 让人笑话 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尤其是对我的尊重 你要让我主动说的话 我估计我 不会上来自己爱说三国的 因为三国 他不能骗人 还不能想着说 而且这个东西最要紧的就是 听三国听的是什么 听的是三国以外 三国以内 他没有什么 故事你们都知道 京剧都唱遍了 河北帮子也唱遍了 电视剧也演了 电影也演了 听书听扣 他这里哪个扣啊 对吧 我也不能瞎编 长门坡两军阵前 来了九亿十八侠 我肯定能编得出来 编得很好看 但是就违背我的初衷 我不能胡来 因为我上过初衷 讲理 这个是最要紧的 对不对 再有一个 说书其实有很大忌讳 就是抱着原文给人汤梁子 拿过三国来 三国怎么说 他这大概翻译成白话 给人一念的 那玩意谁听啊 那不欺负人了吗 对不对 说是说三国以外 你得给人分析 当时天下是什么样子 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如果不这么说 事情会怎么发展 咱们得坐会聊 您夺的身份坐在那 咱们也能跟您掰开揉碎了 讲三国 也得让人点头 他不点头不点头换一个 有的是点头 所以说三国不容易 但是呢我也很愿意 你说这等我老了 我一百三十岁了 你让我再说三国 我估计就差着了 刘关璋就只能记着信了 上文书咱们讲到了 刘关璋桃园三结义 其实桃园三结义里边 最重要的是由于刘备 为什么呢 张飞那个性格您是知道了 直来直去 拿泡桶子 一高兴怎样都行 性情中人 刘备不是啊 您看看原文 您别说光三国演义 您看看三国志 您看看有关刘备的历史记载 最重要的一句话 说刘备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 这个是最要紧的 成大事的 先得做到这一点 倒不是说这人有多阴 他是一种自我保护 就怕那个狗肚子 搁不住二两香酥油 那怎么办呢 对吧 狗肚子 你狗啊 喝不了香酥 它肠子短 这头喝进去 那边就掉地了 出来比进去还快 那有的人就这样吗 有点什么事都在脸上写着了 你在职场上 在单位上班 在哪 外边谈生意 你老板判例谈生意 那必死无疑啊 对吧 这一进门好家伙全告诉人家了 怕人听不明白 掰开柔碎再讲一遍 有点什么事 这脸上都写着了 刘备不行 喜怒不形于色 多高兴也这样 多生气也这样 这就很难得了 过去不有这么句话吗 说这个 胸有鸡雷 面如平糊者 可拜上将军 胸有鸡雷 就这肚子里边 打雷打伞 劈了啪啦 狂风暴雨 都狠成那样的 你看那个脸上 面如平糊 平糊啊 没有碰 没有杠 这句不算 平静的湖水 心里边恨你恨都不行了 你看看这个脸 还踏踏实实的 说这样的人可拜上将军 对呀 你说在职场上很需要这样的 这也不是说将军各位学坏 最起码也代表一种修养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那么今天跟张飞 跟关羽一聊天 刘玄德兴奋的都不行了 打破了他的常规 说明是真喜欢这两个人 当然了 刘备这一辈子 就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为了关张报仇 那会做不到 喜怒不形 发全国之兵打东吴 以致蜀汉政权的破败 那是另一回事 今天 哥儿仨在桃园这儿结役了 磕完头站起身来 要各续年庚 说说谁多大了呀 分大小个儿 这一说 刘备岁数最大 说玉熊武吃长28岁 记着这一年 刘备28 他是10月28的生日 所以说刘备是天蝎座 你要细琢磨刘备这个为人 我不知道你哪一位 刘备对星座有研究 你琢磨琢磨他这辈子干的事 很符合 关羽比刘备小一岁 27 27岁 他是7月20来号的人 那就应该是巨蟹吧 巨蟹 张飞最小 张飞20 2月25的 双鱼 哎呀 你说说书容易吗 你以为那钱那么好挣啊 给你个凳子 坐那好坐 你得能说出点东西来 这仨人各续连耕 那甭说了 刘备行大 官二爷嘛 张三爷 就是从这一天 开始定下来的 把座摆好了 大哥您先坐 刘备往这一坐 关羽 张飞过来 那头就败 给大哥磕头 磕完头 这站起身来 刘备挪到边上去 关羽坐下 官二爷坐好了 张飞聊一声跪倒 参见二哥 这完事赶紧掺 掺起来 张飞往这一坐 该你们俩了 这个不是历史 不是历史 这要是我在那 我准这么来一回 该我了 来二位 来 两个瞪眼 去去去 哪就到你了 很高兴 刘冠章结议 到后来留下一句俗语 宁学桃源三结议 不学瓦钢一炉香 瓦钢一炉香 就是听过隋唐都知道 甲六楼三十六友结拜 大伙都说 要是交朋友 拜靶子 按桃源结议来 可别照着瓦钢寨他们来 这是句老话 相声里边 我们也说这句话 但是也从来没有细致的解释过 为什么天下会有这么个说法 桃源三结议 哥儿仨交情在这 但是你要从事业上来说 这仨大男人最后不成功 不成功 你别看他占据了三分天下 拿官爷来说吧 这么大的能耐 到最后怎么样呢 大义失荆州 迈成归天 官二爷 张飞那更蒙说了 让两个鼠辈 范江张达 给杀了 刘备更蒙说了 对吧 为了给官张报仇 发全国人马 攻打东武 最后自己白地成脱工 江山设计全完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这仨人事业上不成功 人生不是赢家 但你看这个 瓦冈寨这各位 三十六友 到最后大唐朝 这都是开国的功臣 有的灵言格上都画着图呢 人人事业是个成功者 那么为什么 我们倒觉得 这不成功这哥仨 值得我们尊敬呢 这里边有俩字 这叫忠义 叫忠义 您就拿这个官二爷来说 在曹营的时候 曹操对待他 那天下人都知道 说书一说到这 上马金下马银 修下一服分两院 不能对他再好了 好的不能再好了 走遍天下 也没有任何一家 能够给官宇这么大的待遇 不管是荣誉 方方面面的 都是这份的 但是 没有拿住他的心 展颜良朱文瞅之后 听说大哥的笑了 马上 我得找我哥哥去 挂印封巾 三次瓷槽 霸桥挑跑 过五官展六将千里走单旗 我得找我哥哥去 忠义在这摆着呢 张飞更甭说了 这么大的能力 在刘备手底下 大半辈子 就是跟着这一万多兵 因为什么呢 没有这些人 东征西逃 打一仗败一仗 打一仗败一仗 一直赤壁之战之后 张飞才算缓上点了 如果说跟所有的其他的 不管哪路军阀 跟哪一家老板 他的待遇都会比这个强 但是就一直这样忍着 为什么呢 那是我哥哥 一个头磕在地上了 得拿我哥哥放在心里 那么说刘备对得起 他们哥俩吗 对得起 关张二弟死了之后 刘备就急了 给我兄弟 我得报仇 诸葛亮告诉他 不能这样 知道吗 休养生息 咱们跟东吴别打仗 跟东吴和好 缓上来之后 打位 诸葛亮说的对吗 对 这一辈子 诸葛亮说什么 刘备都听 唯独这一次 没听 举全国之力 七十万人马 打东吴 报地仇 我得给我兄弟 把这仇报了 结果大家是知道 火烧连营七百里 白地成脱孤 那么大爷刘备 江山社稷 全了进去了 不为了别的 为的是忠义 有这样的兄弟 就有这样的哥哥 这个哥哥跟这个兄弟 他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值得人尊敬 您看看瓦钢山 这几十位大爷 本身我也是说隋唐的 我不该背后的讲究着你 但是咱旧事得说事 你看瓦钢山这些位 除了王波党 除了单雄信 后来这些位 那都是墙头草 对吧 这不都跟任李世民跑了吗 投降的时候都告诉了 为了天下的苍生 为了黎民百姓 都会说着呢 都会说着呢 咱就说一个字 秦兄 秦二爷是隋唐的书胆 对吧 你等我说隋唐时 我再跟秦兄道歉 咱得讲理 关键是 对吧 马踏黄河两岸 贤打山东三周六府 秦十二家唐棍 交友四孟长 孝母赛砖珠 好词 都是秦二爷身上的 这个砖珠孟长 一个是对老娘好 一个是对朋友好 砖珠 砖珠横 专注刺亡疗 刺客 很厉害 在街上 无论跟谁打架 打了都不行了 老太太喊一声就回来 老太太没喊 让儿媳妇去 拿我拐棍去 到那拐棍一晃 他就回来了 就这么孝顺 孟长呢 甭说了 孟长军嘛 三千文客 不管你是干嘛的 上这来 咱们一块吃饭 孟长军跟人聊天 天的时候 屏风后边老有人拿笔记 聊天 这前面聊 家住哪啊 日子怎么样啊 后边都记下来 聊完天 到后来一看这单子 这种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家里不好 打发人去 给家送钱去 交朋友嘛 孟长军 你看一块吃饭 有一煮啊 宿我那地儿啊 有人挡着光了 这种有小心眼 是不是我这个饭没有别人的好啊 是不是我这个菜也不灵啊 啊 站起身来一拽咧子 我不吃了 你胃口吃着 也不是什么正经玩意儿 站起来要走 孟长军过来了 您看看我这份 跟您那一样 咱们不分贵贱 争嘴的这个拔出宝剑来 给自个儿 切开死了 为什么啊 谢罪 我不该这样做 你这个消息传出去 来的人更多了 为什么家里三千十克 那是一个谎数 只多不少 所以天下人都说 交朋友 得说孟长军 隋唐是拿这两位 比秦二爷 交友 在孟长 孟母死专注 四专注 他做到了 秦二爷对老娘 那这份的 没得说 那您这个 赛孟长 做到了没有呢 哎呀 这就两个说着 隋唐里边 谁对秦二爷最好 善雄信 善雄信 你荡检卖马 落破天涯的时候 谁管你 善雄信 你老太太过生日 天下来这么多人 给你妈祝寿 是因为你吗 那是人 善雄信的朋友 对不对 打瓦岗山 散了之后 谁收留你 善雄信 把你留在了洛阳 李世民上洛阳 挖你来 明知道带你走 以后不会回来了 善雄信都没说 你不能走 人家仁义道德 对不对 那您最后呢 对不对 你到了大唐之后 带人马 扭回头来就打洛阳 你可以说亡命在身 但是从朋友角度出发 您不让人寒心 对吧 善雄信索武龙 最后在发场上 要砍头了 善雄爷举了这杯酒 来回找我 那秦二哥呢 您不在 死时倒地 你才回来归那哭 你可以说是 徐姬徐茂公安排你出酒公干 那不是你们设计好了的吗 对不对 在说相声这后台 管这 您这叫玩人呢 对不对 所以说 宁学桃源三结义 不学瓦刚义炉香 你们没有做到朋友的职责 你们谈不到中一二字 但是人家桃源兄弟 做到了 刘冠章 为什么京剧一唱戏 唱这个仨人的故事 搁了一块 一贴着回目 就是大型京剧 叫什么 生死桃源 异性有情 非异性 同袍 同袍 未亡同袍 说的就是这个 这也是说三国不容易的地方 你得给人说出情来 你得给人掰是清楚来 你光说 说仨人跟这夸哥一头站起来 你是我哥 你是兄弟 哪管个溜啊 是不是 今天哥仨仨摆了把子了 打这儿起跟亲哥们一样 接下来要谈论的就是天下大事 显如今朝廷荒音无道 百姓们哀鸿遍野 民不聊生 尤其是刘宣德 身为汉室后裔 我有理由匡夫设计 恢复大汉的河山 那咱们怎么办 咱们 这不是朝廷招人吗 咱们得献自个儿的一份力量 张飞说 好 我这有钱 咱们多招人 别光咱哥仨出去打仗 咱们也招点人来 看看能招多少 来俩客商 中山府的大客商 一苏先生 一张先生 这两位平时跟张飞不错 说您这几位要干大事 对要干大事 好 我们来赞助来了 原文上有这两位 拿了五百两金银 送了五十匹高头大马 又给拿了一千斤的铁 拿铁干嘛呀 打兵认 你不能拿铁 你一个人弄到外面卖了去 太好 有铁子卖废铁去吧 那不是淘渊结义 那也来仨说价了 哎呀 准备 有铁了 可以了 打兵人吧 刘玄德打的双骨剑 也叫鸳鸯剑 两口剑 刘子爷这武术反正比我强点啊 我说这哥俩厉害 尤其是官二爷打造了青龙燕月刀 有个别名叫冷燕锯 冰冷的冷 燕是风色的燕 锯就是呲呲呲呲呲呲这个锯 冷的燕锯啊 多沉的八十二斤 这不容易啊 各位啊 您算算八十二斤 你在手里还得拿着 拿着就不容易啊 还得打仗 张义德呢 哎 杖拔蛇毛 打着起 天天的 哎 哥仨练武 完事呢 也召集这些个 有共同目标的人 咱们一块 啊 匡扶设计 人那名竖着影 这一放出风景 陆陆续续的 来人了 咱们简断结说 时间不长 他们手下 大概就有五百来人了 说这会行了 咱仨可不是关卡尔索令了 啊 带着这五百多人 投军报教 攻打黄金 这个打黄金军呢 在咱们这书里边 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 他只是通过他 来奠定了刘关璋的基础 书要简然 在打黄金的过程当中 刘关璋经历了三十多场战斗 那么最后 朝廷还是比较满意的 平定黄金起义 按攻封赏 刘备也得了一个官 但是这个官不大 中山府安喜县的县位 安喜县 现在河北定县 县位 当一县官 按说是不大 但是不管怎么说呀 这也是朝廷正式的任命 好 去吧 哥仨到这来了 但是到了任上之后 刘玄泽就发现 安喜县有点问题 因为之前县官有点爱财 老百姓这日子过得也挺苦 所以自己心里说 我不能像他似的 我得对得起百姓 来了之后 先没上任 先带着这哥俩 明察暗访 把县里的情况全摸透了 然后打这起 整顿励志 让百姓们安居乐业 简短的来说 大概三个来月 安喜县 太平下来了 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老百姓 现在愿意跟官 站在一个位置上 早先是看着衙门口 人家恨得很 现在老百姓踏实了 拿官真当成自己的父母 这个就很难得 三个月多 不到四个月 这天突然间 打上司衙门 来了一封信 这封信往前一地 刘玄德街的手里边 倒吸一口冷气 才引出来鞭打独勇 道德三皇五帝 功名夏侯商周 五霸七兄闹春秋 倾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 北芒无数荒丘 前人播种 后人寿 说沈龙争 不道 对 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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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说沈龙争 不道 够了 让人笑话 哪有一说书 订厂试给好几个的 那不赔了吗 谢谢爸 听书是不是很开心 我其实特别爱说书 因为打小儿先学着说书 我小的时候 我七不碩那会儿 在天津 说书老先生老太太们的都健在 天天听他们念叨 说这些事 很愉快 有的时候跟他们上园子 他一般来说小书场都没多大 坐个五六十人 欺负十人 就已经很不错了 坐在那儿 吸上茶 听他们一说 阔着刮嘴 有的时候在那场面桌边上 你看我那会儿 听燕龙先生 吸喝大鼓说 他这场面桌在这儿 观众在那儿 我有时候在他这儿坐着 小儿边上那儿 因为什么呢 他那儿有一个 墙上有一个插销 我后来有一小收音机 录音机 我就是录老太太唱着 我就搁在那儿 方便老听 这都是 八十年代了吧 那是 现在也没有那个环境了 我特别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 还容易回想那个状态 尤其冬天 书馆门口 大棉门帘子 撩开之后 里边大炉子 炉子上坐着水 坐着这一屋 老头们 听说姓老头们 就我一小孩 那屋里边聊天的 嗑瓜子的 坐在那儿一听书 现在回头一想 恍如隔世 那个氛围 那个状态 太美好了 现在也完了 老先生们也都去世了 再熬些年 我都快成老先生了 但是这门一说 很凋零 很凋零 他也不想说像 说像 全国您不管是真的假的 说话得罪人 真的假的 一字的 不管是 还有点 说书的 连假的都没有 这不好骗 尤其说书 你个人五分钟 就知道你是个什么 现在观众 他都有文化 不好弄 真的 有时候有看网上 他们聊天 也挺可乐的 我就认为张三先生好 我认为李四好 我认为王八好 我这争计这个 没有意义 你真争计的话 非得分谁好谁坏 你就找一个剧场 两千人剧场 这三位先生 搁了一块一人一天 卖一样的票价 对吧 谁卖满了 谁就好呗 你争计这个 没用 有爱孙猴 有爱巴结 可不就是这个呗 艺术这个东西 这个观点 没有绝对的 那玩儿 你三个亿拍一电影 我就说 你没有耍猴的好看 你也不能打死我 对吧 你再好再好 我不爱 没有意义 包括其实 你干了这么多年来 越发觉得作艺 其实跟观众之间是过日子 你说像说书唱戏都是 观众如果爱你 你怎么都对 你唱戏没本了 量调了 忘词了 台上出错了 观众也觉得你可爱 可爱 可是 他爱的是你这个人 怎么都对了 他要是看你别扭 你唱得跟天王老子那么好 也不行 就看你恨的 你怎么着 没办法 所以说 你看 有时候我也上网 瞧着人家说 郭德纲唱戏 这么不好 那么不好 其实我心态特别平衡 他也不是说我的艺术不好 他是恨的我这个人 可不就是这点事 你哪怕 比如他说了 他认为这个京剧大王 这张先生唱的好 把张先生那个艺术 那个唱腔 原封不动 搁在我身上 他也骂街 所以他骂的不是艺术 他骂的是郭德纲这个人 那我琢磨透这个呢 我就不能生气了 那只能说咱们没有缘分 那好在这些年 你不管是相声评书 还是京剧的观众 恨我的观众 他也没有一个人 上我们家里骂我来 是不是 我中国大学院唱戏 你真恨我 到那去光光把玻璃都砸了 上台上去 拿来灭火气喷我 我也佩服您 你在家里骂街 我也不知你是谁 我想跟你道歉 我也不认识你 你这怎么弄呢 消消气吧 玩点别的吧 也挺好 倒不是说要如何如何 因为打小时候干这行 这么些年来 所谓的浪迹江湖 见的人也太多了 我们这行啊 会吃吃戏饭 不会吃吃气饭 就这么简单 老先生教育我们说 就是你记住了 先学不声戏再学戏死人 你要心窄你别干这 戏班的嘴 找糖的水 在说相声的眼里边 看谁都是烙饼 在唱戏的眼里边 看谁都是外行 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的 说相没有唱戏正得多 过去 所以说说相看谁都是企业家 瞧谁都琢磨 我怎么能从他那儿开出饭来 所以说相看谁都是烙饼 唱戏的看谁都是外行 这是实话 你唱二进宫 台上就仨人 互相看对方还是外行的 我八十年代末我就唱戏 我唱了五年戏 我天天在后台 那个就见多了 反正目前为止 没有谁让我觉得 有他是真心实意的 夸谁好 你要说唱戏的互相之间 您真好 他有原因 第一就是你真刺 你可不了解他们 夸你 他是知道你实在 他在心里不拿你当人 哎呀 你是真不错呀 哪都好 他那心里骂你都骂出屎来了 你知道吗 一种是这个 一种是他夸这个人 就是跟他这一针有关系 而且最好是已经去世的 夸一个1935年就去世的人了 这个已经约定俗成了 不会对他构成什么影响 就怕这45那46这俩人都 您放心吧 他不可能夸你好 唱戏的要一骂起人了 急了连自个都骂 我太了解他们了 我在这行里 这么新年都快带出人精来了 我都 挺可乐 就见的人多了之后 你就会了解很多事 行可乐 我那年给他们串戏拍电影 拍什么戏我都忘了 山西省晋中市 去山西我还挺有感情 我祖籍是山西 明朝洪志11年 我们家打山西移民出来 那是明朝 所以是一说上山西 我说去吧 但晋中我没去 我印象很深 到他那村拍戏 因为那个村 满村都是枣树 枣树特别好 而且秋天 那个枣树熟了没人摘 掉的地上都是 你就走吧 随便踩遍地的枣 印象很深 和这站着村长来了 村长带着家里人 在这拍戏 我们很高兴 也很照顾您 这个那个的 还是很喜欢您 要跟您照相 好家伙 带着好多人 跟我照相 他们家进去 照吧 人家是挺客气的 照完相之后 村长打开手 手里边拿着一棚红枣 也没有什么照顾您的 尝尝我们这的特产吧 我赶紧客气 呦 谢谢 不要 地上有 满地都是 你就给我打这几个 有时候完事也可乐 也可乐 哎呀 道歉 摸错了 说的是事儿 并没有说歧视谁 或者地狱如何如何 这给你了 闲学不生气 再去 又坏了 又耽误时间了 我又不能看见你们 我自个儿坐在屋里边录 录音 录评书 录三国 我这会儿都说的白继承了 那是吗 跟你们一块儿敬闲班 耽误朕的大业 上回书说哪了 发生 哎呦 你们吃点澡吧 如此可叫 开心不开心 开心 行 好的 以后常来 坏了 我忘了说哪了 安喜县 刘备上任 忘是不能忘 你吃什么吃啊 干这孩儿有个好处 只要脑子在 能干到一百岁 你说相说书都是 哪怕上岁 腿不利涩 给我扶上去 只要找个桌子 我站住了 一摁这桌子脚 那就行了 只要不傻 不老年痴呆 我这玩意能干一辈子 闲话少说 说归正传 行可以 那么这就是你哄我 我哄你 开开心心的 把工作就做了 刘备德安喜县上任 把整棍县安排的是井井有条 百姓们很爱它 因为之前的大老爷 三天两头的想折 让老百姓出钱 刘太爷没有 到后来 百姓们说 刘的人 担得起是四个字 秋毫无犯 秋毫无犯 什么意思呢 这个秋天 那个风最厉害 为什么说秋天的风 叫金风呢 它像刀一样 金风一起万物萧条 不管你什么树叶 啪啪啪 全完 就秋天的风那么厉害 但是刘的人呢 连一丝一毫一根毛的便宜都没占过 拿风一刮 这里边连一根毛都没有 就说人家这么清廉 是这个意思 一个地方官能够得到百姓这种赞扬 不容易 这是很得民心的呀 很好 待了三个来月 将近四月这一天 有打外边刑房的师爷进来了 说您看看这个 中山府的公文 就是上司衙门的公事 一府管三县 他们归中山府管 您看看这个 哦 这一伸手 刘备把这公文接过来了 这个公文 这大信幅 各位 一尺 哎 他这大小的勾一尺 为什么叫尺书呢 这信幅就是一尺 拿过来 要把它打开 从里边把这信嚷子掏出来 我多说两句废话 这个不是随便就能打开的 这个拆信是有规矩 哎 一瞧这信 比如说啊 郭麒麟给我写的信 我儿子来信了 那怎么办呢 打上头 把这口开开 进去 一滴了 信嚷子就滴了出来了 这是儿子给老子的 但这个如果长辈来的信 这个如果大爷写来的 我们家什么人 或者是上级主管领导 给我来的信 从上边拿 不礼貌 打底下开开 打底开开进去 把这信 请出来 人家在上头 我在底下 这是规矩 如果是平辈 哥们兄弟来信 给我写信 这是我哥哥 他比我大 这个信封打左边开 开开之后 把嚷子掏出来 我兄弟来的信 打右边开 从里边拿信封 左为上 右为下 我之前也介绍过这个 您看唱戏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是戏台 您的观众看戏 戏台上摆一桌子 摆两把椅子 你一看上来演员 连说代唱 往这一坐 比如说老两口子 那个老头 那个圆外 一定坐在这边 老太太坐在这边 因为左为上 右为下 戏班里边 关这边叫大边 这边叫小边 俩官往这一坐 坐这边的 官大 坐这边的 官小 这是规矩 如果是媳妇来信的话 把这信一翻个 这信纸 后面这信封 不这么粘着吗 把这原封这 把这拆开 把信封子拿出来 各位 说书那么简单 卢全德 拿出来看 这一看 知作压华子 怎么呢 上司要派人来了 派谁呢 派一位都游 都游啊 是一个官的名字 大吗 不大 但是呢 可怕 你看 天下事就是这样 可怕 都游 都游是什么官呢 太守下边的一个工作人员 一个官 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到各个县里边去 考察县官这些个小官员的政绩 他虽然说不像什么实权 掌握税收了 掌握这个了 什么利部 掌握你升迁的 他没有 但他下来 他回去说 说你这不灵 跟老爷说 他贪污了 您就完了 所以这个官不大 但是可怕 杀伤力不强 侮辱性即强 要来这么一个官 后边写着日子 哪天哪天哪天 他就要到了 安息县 准备行员 行 自行车的行 员 员门的员 什么叫行员呢 就是这个官到这来 他得有个临时办公住宿的地方 这个叫行员 你得准备这个 这个都由上这来考察来呀 刘备倒是不怕 不贪污 对吧 老百姓也爱过 我们没问题 但这个行员是个事 怎么呢 太穷了 像这种官员到这来 不是说随便找到您住吧 这不行 他说你怠慢他 你得给他安排的特别好 这个屋里边最起码 抢上来说 你得有些个字画吧 屋里边得有个白宝格吧 你得有点东西吧 连吃带住 他不是一个人啊 少说了几十人 他跟这待个三五天 十天八天的人吃马脚 这份挑肥 怎么办 刘备犯愁的是这个事儿 哎呀 挺为难啊 但这个东西也没法跟别人商量 只能说到时候看吧 咱们随时再说吧 就很为难这个事情 还没等他来 又三天接到了上封的另一份公文 这份公文看完了 刘备犯愁冷汗下来了 这份公文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是朝廷里边的一份简讯 就是通知一下 接下来朝廷有一个工作 什么工作呢 要对破黄金之后的官员 举行一个杀态 杀态 杀字的杀 淘汰的态 什么意思 就是要淘汰一些官员 黄金军打败了之后 有一批人因为军功做了官了 现在朝廷认为天下太平了 他稳当住了 回头一琢磨给你这点官啊 他委屈 所以说他准备收回来 毛病在这了 收回来呢 那怎么收呢 就得派独游下去去查 这就是在一在二 让你心里有个准备 所以看完之后 心里说够僵啊 可是还有一丝犹豫 我清廉 我应该没事 让自个的师爷安排朋友去问一问 问问上司衙门到底怎么个杀态 杀态吗 杀态就是淘汰 打沙子里边摘东西把你淘汰了 杀态吗 这名词 跟师爷说 师爷姓王叫王震 王师爷 好 我给您问问去 师爷人很好 打扶人去问去了 因为府里边他有朋友 这个师爷啊 在这儿已经伺候了三位县他爷了 就是在地面上来说 咱不能说手眼通天 最起码来说朋友很多 我给您问去 转天问完了 回来一进屋 刘备跟着坐着 哥儿进来了 大人 哦 师爷您快坐 哎是 师爷大人 怎么样啊 你看这表情就不太好 怎么了 是这样了 我有朋友啊 在中山府 在府衙 他今天给我带着信 说是 说留任的太爷必须是 举孝连宫的方可 孝连 也是个宫名啊 举人 秀才 笑嘞 拿现在的话来说 咱们说简单一点的 就是你得必须是什么什么大学毕业 你得有什么什么文凭 你得拿他拿这卡你 这就是朝廷啊 坐的扣 你这次不就是因为军工你们坐的官吗 好 军工这事过去了 咱们从文化上要磕你们了 你到底是不是什么什么毕业的 你有没有这个身份水平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官必摘 刘宣德义抖了手干了 刘备心说 我初中二年级就不上了 我初中二年级就不上了 虽然说我读过二十四史 虽然说我家的书房比这棚大 但是我连个初中文明都没有啊 此番杀态必有我呀 那不重要 那不重要啊 反正这意思您各位听明白了 就是刘宣德这官要保不住了 哎呀 心里挺难过 但是咱们前文书讲了 刘皇叔喜怒不形于色 面带微笑 辛苦了啊 谢谢 你可不得谢谢人家呗 人家给你烦人脱窍问去了 你也不能你心里变得跟人家拽咧子 是吧 你问他啊 你这 那就不是刘皇叔了 是不是啊 不像话了就 谢谢人家吧 师爷呢 心眼很好 这王震 王师爷 大人这个好多事情也未可知啊 等独游大人到了之后 咱们再见机而坐吧 人家能说什么呀 劝劝呗啊 这不还没来了吗 等他来之后咱们看看 咱们随时说 也不见得你飞得走 就是说点宽心的话 好好 谢谢 谢谢 等着吧 到了这个日子 早晨 现在终点说 七点 刘备就起来了 洗脸漱口 收拾干净利落 穿上自己的这官袍 戴好了帽子 戴着官张二弟 衙门口大小的官吏 还有这么三十多个大头兵 出锅相迎 原文上的话 出锅 出城锅 就得到城外边去等着人家 等着吧 到早晨七点 等到中午十二点 由玄德腿都木了 说跟着我溜达溜达 这不成 活动活动腿 那了 不尊敬 等着 一直到正幕 瞧在那边 马挂沦陵 烟土飞扬 来了这么几十个人 来了吗 来了 他一个是都游官 他自个儿带着二十来个人 另外 还有上一个县 送他过来的三十个兵 这咱们得交代清楚了 听书听了就是细致的地方 这几十个人 护送他 眼瞅着就到这儿了 终于来了 刘宣德意撩自己这袍子 趋步前行 什么叫趋步呢 撩好了医生 稍微哈着点腰 这脑子铁胸蝶肚不行 哈着点腰 往前走 趋步 比这个跑要慢 比这个走要快 小碎步往前倒 这叫趋步 代表的是尊重 这个劲可难拿了 来到跟前 一撩衣裳 单腿跪倒 备直 安息县县卫 留备 恭迎 都游大人 按正常的礼节来说 这个都游 应该是甩凳离安下来之后 伸双手相掺 为什么呢 按行政级别 其实人家不次于你 但就因为你是上边派来 你来的监察官 人家才给你施这么大的礼 按规矩你得下来掺 但是 没动 不光没动 坐在马上 拿这马边 您看个原文 微纸编的回答 这个曼说在官场上 咱们交朋友也不能这样啊 对不对 你太拿人不当人了呀 就这 后边 关羽 张飞 这火腾腾腾就上来了 此时人家哥俩想的是 我不是什么官不官的 随从不随从 你对我哥哥这样你不尊重 但是一瞧自个大哥 没动 官二爷拿手一笔 那意思先瞧去吧 咱得听哥哥的 张三爷气得不行了 声气 这个都游啊 整个三国里边啊 他算是出场比较早的 但这位啊 有一特点啊 出场一次呢 还没名字 可能坐着觉得给他写个名字也犯不上 没编个名字 张三李四 没名字 也很正常啊 当然 我们前辈的说书艺人们 有的呢 给他安了个名字 但是也没传下来 这个你随便叫 是不是啊 这叫什么都不行 叫往好遇签 这都不重要 没有名字 没名字没事啊 但是您得想 此情此景 就这种 就这状态 独有 来才聊 安喜仙 他这一不下马 在张三爷跟官二爷这儿 就先标名挂号 张三爷那意思过去 我就给他赖一下嘞 官二爷还是比他脾气温和 那意思 别给大哥惹祸啊 赶紧往前来一步 官二爷一伸手 扶自己的哥哥 人家不给结骨眼 咱们自个儿得给结骨眼啊 对不对 又何况人家已经 那可能就是起来 是吧 对不对 管他是不是呢 过了一掺 刘宣德 这才 站起身来 抬头观桥 为什么要观桥 我得看看哪 谁打鼻子眼里边这样说话呀 抬头看看这毒油 好家伙 头戴乌纱 不得点儿 有一颗红鹰是猴屁股色 穿蟒袍 墨绿色 上绣着团花朵朵 像茶碗 腰里记着牛皮板 转圈都是金钱眼 大饼子脸 牛皮犬 还有一点小刘海 倒抹他眉 三角眼 长得像个狗熊子 独油到此 天涯地哪层想 破坟头遇见大铁铲 好 好 谢谢 快坐 谢谢 听书是一个多么开心的事情 近山竹营几千秋 云所高飞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 一轮银月滚金秋 远自湖北三千里 进到江南十六州 美景一时观不透 天园有份 华中游 再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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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天园有份 再来游 华中游 这两边都没猜对 这就没法跟你们玩 这个诗啊 好几种说法 我们粗略统计下 肯定有四五种 里边来回来换某个词 其实也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八伙得了 不能老玩这个 没意思 说书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哎 你看 该起哄不起哄 救不了你们了啊 说书啊 其实真是不需要特别多的人 有些种面对面的说书 你看 我们小时候看老先生说书 基本就这样 四五十人 八九十人 我印象很深 我们小时候听书 我们天津有老前辈 老前辈说书说的挺好 他有一个外号叫保了横 怎么叫保了横呢 现场的观众啊 要是不超过十个人去 你就看他那边客气啊 谁都是他亲爹一样 那可太样了 这个只要一多了人 那算完了 观众 超过十个人了 他今天挣钱了 这嘴咧着跟八万似的 就不好好搭理人了 观众您辛苦了 他也不理人家 没法就保了横 我印象特别深 有这老先生也都去世了 有时候可能也是我快上岁数了 我老爱怀念当年这些事 这些人挺好 那会儿就听书去 为什么要听书呢 我们小时候学说书的时候 顶数说书这孩儿难 我们得先伺候着先生 先生说书 我们在那儿跟着 去个水啊 或者就坐边那么听着 说书没有人教你 一句一句那么教 你去听 你像观众一样去听 撒月下来把这书去听一遍 完事就直接问你会了吗 他说不会 他说不会 不会别干这个了 你多于干这个 就愣告诉你 你多于干这个了 就是他说 你听 听完就得会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行 从业人少的原因 对呀 对呀 说书过去太挣钱了 说书多挣钱呢 你慢说说书 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会儿我跟说像的老头聊天 老前辈 因为他岁数也不是特别大 没有想象中那种老前辈 但是他赶上了 就所谓的在地上演出 马路是说像料地 他赶上过 可他是小孩儿 我说你那会儿挣钱吗 他说我没有资格开整份 他是孩子 他学徒 他没有像正规演员一样 今天我挣多少钱 没有这个 那么他挣的钱呢就是 今儿大伙都分完了 还甩点零头 给你吧 或者这有几张破子票 短个角 给你吧 他就挣这个钱 我说你挣这个钱 是一个什么概念 他跟你这么说 就在旁边那儿拉洋车的 登三轮车的那大个那壮汉 他一天挣的钱啊 家里边七八口 他这一天的钱 全家七八口的人 足吃足喝 我说你拿这零钱呢 他说我拿这一天的零钱 就盯那拉洋车的 干一个月的 哦 这还是说像的学徒 要到说书的先生 哪还了的呀 对不对啊 那会儿真挣钱呢 所以说这行他这么暴力 就不能人人都能干 这叫天道 人人都挣这份钱 那没有王法了 就是你听 今天听完了 就回家之后 把今天的捣摸一遍 先生跟书场他说仨钟头 我得来一遍 不可能都记住 对吧 大概能记住 差多少哪不全 这个回来去问去 先生一瞧 嗯 这小子有心 试这个材料 他在教你呢 你短的那点地 应该是什么 是什么 有些个里边的盔甲字 有些个诗 什么的 这个他告诉你 那个听是听不会的 那告诉你 该背 你得背去 这样的话 仨月算一套书 听完了 哎 老师换地儿了 换于茶馆 你跟过去接着再听 这个是说书的过程 没有说给你本书照着背去吧 那个疯了 你也学不会 观众也不爱听 所以当年学书是这么一个过程 到今天也是如此 全是卖个人的能耐 看你的发挥 看你的水平 当然那年头也没有说 在书厂里 还拿个什么 那会儿MP3了 拿个什么手机搁着就录 也没有啊 当然有的话 老先生也不让录 我们那会儿录大鼓 艳国荣先生这让录 录吧没事 爱听可以 你要不人家 人家那个 好多说相 还说说郭德纲 就偷着录他们东西呢 怎么串到这儿来了 这画感画感到这儿了 其实好多事儿 你看这么些年来 自媒体也说 说相声也说 郭德纲什么透露人家 天津相声艺术家的现场录音 才有了今天 我真是我也没搭过茬这个事儿 我也没反驳过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 没法解释 因为实在是不挨着 一个东西怎么讲呢 顶层的技能 是不怕模仿的 你看杰克逊 全世界都模仿人家 也没看人家短块肉 也没瞧你们谁指的模仿杰克逊 你们就发了家治了富了 买了房买了地儿 你也没有啊 老在一个安全区域待着 其实是最不安全的一种行为 我这句话你们要记下来 你想这个道理吧 当然水有源树有根 人不能平白无故地 污蔑你造谣你陷害你 它是有原因的 叫这个 是99年应该是 北京有个中和戏院 之前我们在那说书说相声 后来人家说 能不能请点天津的老前辈来 这事儿我是承办人 我跟我们有一相声前辈 范振玉先生 高峰的师父 我们俩上天津去 这说来话就长 你们爱听这个吗 爱听 串闲话就都了 这说完了自媒体 明天呱呱呱呱呱呱 罚了猜了 上天津去 请了一些个天津的老艺人 其中有一位唱山东快书的老前辈 叫金文生 他就是我评书门的师父 那会儿我是刚认着他 他来我还纳闷 相声大会相声专场 来唱快书的 我说可能他们也是没人了 我把他们接来 跟中和戏院聊好了 每周演艺场 一个人给一百块钱 车钱路费算中和戏院 一个人给一百块钱 都挺高兴 都挺高兴 就来吧 当时演员们答应剧场 就是不翻头 什么叫不翻头呢 就是我演一爆菜名了 然后我们就不再演爆菜名了 就我们节目储备量很多 有的是 不会再演爆菜名了 中和戏院 那就演呗 咱一周一场就这么演下去呗 每天我是偷一个 我开场 万一是我在主持节目 天天这么演 我还行 我那会儿也年轻也冲 观众也挺捧 演完之后 第二场第三场 几乎就台下很安静 迷两场 我们叫 这两场都迷了 然后再上场 山东快书 金文生先生 好家伙 我大开眼界 我从来没想到 一个山东快书 能把现场霍愣成那个样 那个包袱啊 咔咔的 山崩地裂 观众乐的都不行了 所以每一场演出下来之后 金先生就说 你看见了吗 啊 在夜俩凯良回场 我开一回场 他开一回场 那二场三场泥啊 泥的都不行了 体现北京观众高素质 就这么看着你 演了八个礼拜 演了八周 第八个礼拜之后 艺术家们提出来了 需要翻头了 说我们就会这些个 他一翻头 中科区院翻脸了 你们怎么说的 不是不翻头吗 这个不像话也掉座了 开始啊 所以后边就不演了 在现场有两位热心观众 我印象很深 姓李哥俩 哥哥带着妹妹 每场都来看了 人家家那会儿有钱 人家趁一小型的录像机 人家现场录了很多节目 录完回去之后 那块录像带了 他也洗掉了一些个 没有人笑的节目 他把那个好的 他最后留了这么几盘 人家送了我一份 您留个纪念吧 这个事传到后台 我们天津老艺术家 勃然大怒 当然他不是给我一个人 当时参演的 还有好多人家也送过 有的演员说 有我的给我 人家也给 后来他们说 这是郭德纲啊 偷录他们的节目 这些资料 我现在手里还都有 谁要是大伙愿意看 我也可以拿出来 你们都瞧你们 就知道当时现场都什么样了 后来他们说 有人说 说我上天津啊 上小剧场录什么像 这就是玩笑 比如天津我名流茶馆 我去过两回 一回是路过那看余宝林先生 余宝林先生拉着我的手 你把他们都弄北京去了 你把我也弄去来一场啊 我说我安排事业 但是没等安排余先生去世了 这是个遗憾 还有一回 我媳妇跟着演出 我找他去 就去过这么两回 好三回 还有一回 赶上又向上演出 我打着路过 他们叫我进来演一个玩吧 就这么大概就这么三回 后来他们说 说我拿小录音机 添加化妆坐那路去 我真是觉得就是笑话 我没往心里去 但是后来我因为一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 我才想到可能这个事情 对我有点伤害 你看我上东北演出去 黑龙江有一说像 我原来印象对他特别好 因为我认为他是干尝 就在我们这行里 我认为你是干尝 咱们是自己人 台上你好 这是一个最大的奖励 认可 我一直认为他是干尝 到了黑龙江一块吃饭 酒西宴前 他喝点酒 他说这么句话 你看你这么大能力 这都是当初偷人家天津说像的 我就跟吃了蛆似的 出来之后告诉我经纪人王海 今生今世不要再跟这个人联系 就是我高看他了 我认为你是干这个的 他今天借点酒 他把这话说出来 说明他信了 否则的话他不说这个话 这就没法聊天了 这就好比是珠宝商进了棒子面市场 咱聊不到一块的 我说的是珍珠翡翠 对某眼钻石 你是啵啵饼子发糕 我看你吃的干吧 我给你端杯水 你又做了嘎嘎汤了 咱别探讨艺术了 咱先吃饭吧 这就是关于艺术的见解不通 当然不能老跟你们说这个 你们回来出去一传去显着怎么地似的 一 哎呀 咱得说三国呀 我这点宝贵的时间都耽误在串闲话上了 都耽误在你们这些个可爱的现场观众身上了 说到这个你们愿意听吗 愿意 我本来想说杰克逊的 我怎么就串到这儿来了 嗯 散文书咱们讲到 都游 都游这大人 也有人给编过名字 我们老前辈有 我听过 给起个名字叫什么叫什么 但他起完之后呢 他可能自个也不信 他说了说了他也不说 他也是这都游怎样怎样 哎呀我们就看明白了 说这也不重要 有没有名 他就是挨打来地 谁都知道编打独游嘛 但是呢 咱们这把事儿得交代清楚了 刘备刘玄德带着官章二弟 带着县衙的人 迎接到安喜县的城郭以外 接这位都游 都游坐在马上 皮上拉嘴 连军 嗯 请起都没有 鼻子眼 嗯 打马鞭 嗯 真欠打 真欠打 这就是什么呢 他狂妄惯了 不拿着当回事 他觉得我到这儿来 每个县的县官瞧见我 都瞧见亲爹似的 我一句话 你这官就完了呀 所以说不拿着当回事 走吧 两旁边随从 连上一个县 派人送他来的兵丁 猝拥着往前走 刘备他们呢 就在后边跟着 刘备不能上前面去啊 你跟他记住了 来来来 你跟我来上前面 你要上他头去 你得算犯罪 那得把人家让在前面 往县里边走 张飞这伙子就压不住 好几次恨不着窜过去 就想耗下来打他一顿 那就长着一个欠打的脸 关羽这儿拦着 别给大哥找事 尤打外城进来 来在了县衙 就把他让到了行园 行园就是官员来到一个不是自己属地的衙门 来到这个地方 此地人给他安排一个流动的 半时歇脚的办公场所 也包含住宿 这叫行园 那行动的圆门是这个意思 来到行园这儿给他让进去 刘备在外就等着 都游进了屋 就翻脸了 怎么呢 这个屋里边太寒酸了 虽然说家具桌一板凳也擦了擦很干净 但跟他想的不一样 您想他这一路下来 府里边多少个县到处都去 谁不得巴结他 刘备这儿穷 人家有那个县有钱 那屋里边装的特别的好 对吧 新没有新入子 古玩字画 屋里摆的很好 得符合他的身份 到这儿来一瞧坏了 级别不对了 真翻脸了 坐在这儿 晕了半天的气 这才打发自个身边的人 叫他进来 叫谁进来 叫刘备进来 连个称呼都没有 按说到这儿来 这个身份平起平坐 你实际上你那个状态 你没有比人家高多少 只不过你下来这个任务是监察而已 啊 叫他进来 这儿 这儿出来了 把您进内回话 是是是是 刘备这儿撩着衣裳 进来了 来到里边一公道地 被指安喜县县位 刘备刘宣德参见大人 他靠在这椅子里 罢了 就这劲儿足啊 哎 罢了 就为这儿 是 谢大人 贵县 来到这儿多久了呀 跟大人您回 将将四个月 才来四个月 哦 贵县 是何出身呢 问问你的履历 是 卑职 卑职乃 汉室后裔 中山静王敌传 因破黄金有功 蒙恩典 放我 安喜县县 县 找茬打架 我跟你说了 我是谁 我如何如何的 您坐那儿聊会儿吃了没有 连这都没有 当时就翻脸 炸称皇亲该当何罪 炸称皇亲 你是假的 该当何罪 那么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 他也不知道 他是觉得 你就当这么一小官赛 我来说一句话 我就说你贪污 明天你当不了了就完了 我管你皇亲律亲的 是不是 这就是不讲理 欺负人惯了 炸称皇亲 一说这个 刘备就不爱听 这就你俩说相坐了一块 这个 家里边六辈都说相的 然后人家告诉 哎别骗人了 你们家十五辈都是热心观众 这就叫侮辱性极强 是不是啊 关键人家正经啊 大汉朝后裔啊 对吧 景帝玄孙 中山敬王之后 这是真的 你这一说人家一根刨了 哪能这样去啊 但是都不敢搭茬 按其按憋 都有看他这样啊 哎 不光炸称皇亲 而且你还炸冒军功 打黄金军这点功劳也是假的 啊 此番朝廷杀太官吏 就是要清除而登 明着告诉你 我这回来淘汰某些个官吏 就是你这样的 刘备就愣 哎 大人 你住口 不然说话啊 你住口 这样吧 我给你一晚上时间 回去你拉一个单子 你在上面给我写清楚了 这四个月之内 你在安喜县接受了多少贿赂 金银多少 气敏多少 文文字画多少 拉一个单子来 明天把这个单子给了我 我看一看咱们再做定夺 这就是明抢啊 你还得承认你是贪污 你还得给我拉一单子 然后我明天按着单子找人要东西 明抢明夺吗 大人 去吧 去 打这出来 那么大的英雄啊 就这火在心里边摸着 他 说理 上哪说理去 你跟他有什么理可说 要打这出来 回衙门 坐着自个儿的屋里边 心口这堵得半天说不出话了 自己探了一声大汉天下 你要这样看 江山保不住 朝廷的官员下来之后明抢明夺 他跟强盗有什么区别 正生气呢 这一开门进了一人 师爷 王震 就是前文书咱们表过 人很善良的那个师爷 进来了 因为知道刘备是刚从都游那回来 赶紧追进来问 大人 您刚才去见都游大人了 见了 怎么样 作人 谢谢大人 怎么样 他让我拉一单子 问我这四个月来 贪赃卖法 有多少钱 有多少东西 明天找我要 师爷 您是志 大人 您不用说 我太知道了 我在这儿 安喜县 我伺候了多少位仙体 我不是捧您 您是这份 清四水明如镜不雅鱼 沙照万盏明灯 亮如伯咒一般 天下要都是您这儿的父母官 那老百姓就享福了 我知道 他这个事情就是讹诈于您 您没有 百姓们都说求毫无犯 对不对 求毫无犯 不求毫无犯 那倒不重要 明天这怎么交差呢 你没看刚才他那个状态 我问了 他这一路上 可是发了财了 无论到哪去 谁都为了保住自己的官 都怕他说什么 所以说您 按说我不该说 大人 您不行也得运动运动 运动运动 您得花钱 刘备叹口气 我拿什么运动 包括你说他来住这行员 你都知道 咱没有那么些富裕钱 再一个我这样 你也清楚 我哪有闲钱打点他 又何况你看他这状态 不是撒瓜聊走就能了事的呀 人是憋着发财的 你不是来两根黄瓜他走了呀 对不对 这怎么弄 大人您别着急啊 咱们想象办法 刚说到这 有打外边又来人了 晋从 就是这贴身的工作人员 晋从 来了就跟师爷说 师爷 都游大人请您呢 你看了吗 刚才找刘备 叫他进来 到师爷这不一样了 请您呢 哦哦哦好 大人我先去 哦好好好 你先去 回来咱们再说 好您别着急 别着急 这个师爷人特别的好 有打这出来急急忙忙 去见都游 到这进屋一瞧 都游坐在那儿正喝茶呢 撇着嘴 嘴咧得跟八万似的 坐在那儿 师爷赶紧进来 义工到地 下历参见大人 哦哦哦 哈哈哈哈 乐了 你看他跟刘备没有啊 他这乐了 哎 把茶杯撂下 站起身来 还掺了一下 哈哈哈哈 免礼免礼 感情他会乐 坐 你看这个玩意儿 转变的很巧妙啊 坐坐坐坐坐 刘备来的时候都没上座 坐坐坐坐 这儿有椅子 哎呦 不敢 哎呀 什么敢不敢的啊 有座当座 坐下好来序话 是是是是 谢大人 快坐快坐快坐 坐这儿了 坐这儿也不能大模大样的 这是有身份 有尺寸的地方 这 这儿 不行 其实呢 就是救活这椅子边 嵌着身子 半了屁股 淡在这椅子这儿 这儿 往前看着老大人 就是人家一张嘴 赶紧就能起来 这是做下属官吏的规矩 就这儿 哎 坐坐坐 不用起来 不用起来 安喜县待了几年了呀 跟您回 哇 待了五年多 五年多了 将近六年了吧 哦 这是安喜县的老红人了 不敢不敢 在这儿伺候好几位太爷高升了 哦 现在跟着刘大人在一起 试试试 哎呀 这个玄德公刘的人 其实我也没想到 这个让我这是发自肺腑的佩服 为人忠厚 善良 正直 别说这没用的话了 这个 你来啊 我叫你是有事儿 大人您吩咐 你会写字吗 大人我 我 我试也不 会写字 好好好 晚上回去给我写字 写一写这四个月 刘玄德在此地 贪污了多少的金银 古完字画都有什么 这一篇纸你给我写满了 明天交给我 好 伤情岁是晚良天 憔悴私人不堪言 要求催长三杯醉 寻香惊梦无惊寒 拆头奉携青有泪 涂谜花辽我无缘 小楼寂寞心与悦 也难如垢 也难缘 我可爱看你们这起哄的状态了 你们都有对上班没有 没有 我一看就是 都是跟着独游来的 挺好 三国演义一上来 就先安排一个暴力项目 就是鞭打独游 独游在这个故事里边 整个三国里边 就是一出场挨勒顿打就回去了 你再往后翻 你从三国演义 你一直翻到明英烈 你也不会再看见独游 他的意义就在这儿 他就是干这个来地 也是用他告诉大家 桃园弟兄美人的性格 也通过这件事情导致这几个人不能在安喜县他的实施的上班 跟这儿好好的一天到晚的料理老百姓的什么生活什么的 不可能 注定是要做大事的 还是这么一个安排方法 所以作者写东西都是有他的意义 这也是刘备的命运 好多时候人都说人呐别跟命争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批判性的来说这句话 不要迷信 你要努力 你们只要努力都能坐着说书 天下的事很好玩 人生的故事就是这么编的 先话少说 书归正传 书归 后来吧 最难就干这个呀 你也会说话 你跑着听我说话来 你加油三国 你非听我说三国 你们都大学毕业 我连出二文凭都没有 那么晚了还坐着听我说 还乐得跟什么似的 还不好意思让我看见乐还都戴个口罩 这个年头能这么开心不容易 不是听谁说书都这样 地球上只有一个国的纲 请大家支持国的纲 一说一乐 对我是个男人 就是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 我老说我说我说书唱戏 说像我没有什么多了不起 手艺人 干的是服务行业 让主屋们高兴 我给你快乐 你给我饭吃 拿着您这份钱回去养家糊口 就挺好 别的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 我算了算 我一天吃饭有十块钱就够 最爱吃豆腐 豆腐熬一百菜 反正也得有肉 有肉吃不了几块 有没有吃不吃 那我的事 反正摆上我刀两筷子 也算有荤有素了 就行了 面条也行 馒头也能吃 冲个鸡蛋汤也行 挺好 就怕山珍海味 就怕人请我吃饭 喊我家伙这屋刁梁话 弄跟坐在养心店里似的 大高辈椅子 后面摘一大美妞 端着个壶 喝一杯倒一杯 我都能报警 我跟你说 可害怕了 九七年前认识不认识的 互相说点瞎话 你捧我我骗你 没有意义 真的 当然 人家也不说人家吃饭的不对 就是我人比较格色 所以说台下的郭德纲 实在是挺无味的 挺没意思 交朋友别交我这儿了 有两天您就烦了 得交于老师呢 那个人就是那三角九流的朋友 家里还有动物园 那的 连人带马带狗他都能玩 你知道吗 我不成 我就坐在屋里边 喝点水 摆了摆了花 天涼了养个虫子 看看书 有时愿意写字画画 写的也不灵 画的也不好 那两天我 我一天都没学过 我也没灵过帖 画画也没老师教我 我就觉得可能是那样就能画 我就画了 那怎么办呢 我看什么淘宝闲鱼 还净卖我的字 我一看他们还有人说 说这你不告他 这都是假的 我说当然知道是假的 说你告他 我告人干嘛 我说哪个写的都比我好啊 啊 这个我给我洋画啊 你看国家写的还不错 我说我这不知道在哪 在哪我得谢他去 挺好 人生就是这点事 乐乐呵呵比什么都强 千万别跟自个儿较劲 你跟谁较劲都是跟自个儿较劲 真的 天下的矛盾都是因为这个 你包括你上网看看 为什么你网上又谁跟谁又卷起来了 谁跟谁对着骂起来 天下的矛盾从哪来 逞能 你看看网上这个评论 评论电影的 评论歌星的 综艺节目 评论唱戏的 评论说书说相的 他好他不好 你想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 我有时候坐在家里边 闲着没事 我也是拿手机看看 我就爱看人评论 看完评论之后呢 我点开他主页 我看看他有没有他照片 你试试 按我这法试 一个是你看看他那脸 一个是你看看他其他的发言 还是你再回过头来看他刚才 骂着街说的闲话 你就一下 还应该这样 为什么 他需要一个发泄 而且他张三李四 俩人都对着 跟真事似的 为了京剧哪句唱 为了向上哪段 俩人打的跟什么似的 其实你往后看 把这纸都撕破了 后边就俩字逞能吗 他无外乎就是 我比你懂得多 对不对 你以后 你比如说郭德纲唱戏 唱一个 急功传 唱一个风神榜 人来帮人骂街 你点开他那个主页 你看他一定是喜欢什么 空城记 定军山 贵妃醉酒 首林囊 因为你唱的戏 已经超出他点评范围了 对不对 再有一个 有人也说 麒麟剧社你干嘛不唱那个戏 我确实跟陶阳他们说过 我说那个戏你别唱 空城记什么这你别唱 你上陶仁厅看看去 陶仁厅那大爷 达25岁就在陶仁厅唱这一段 天下所有人 只要能正常发音的 给你这个时间 每天到陶仁厅站河边那唱这一段 唱20年 那你一定好的不能再好了 我说这个戏你别唱 你唱完之后还不够他说你的了 对吧 你就来一新宣的 哎 大行兴剧 天书奇谈 他就傻了 要不他们恨我就在这呢 想骂他下不去嘴 这不就是个乐吗 对不对啊 又不是征房子征地 看个戏 谁把谁家孩子扔井里边的 没意思 接演三国 其实说不说三国也不重要了 都由坐在这 这是那师爷 你帮我一忙 找张纸写一下 刘备刘玄德贪污了多少钱 金子多少银子多少 什么叫 古玩自画了 哎 你都给我拉一单子 这个话一说出来 师爷就明白了 这不就是害人吗 要换一个别的师爷 可能就听话了 为什么呢 我跟你没有交情 这是上司让我这么写的 写完之后大不了把你弄走 下边再来老爷 我还接着伺候 我犯不上 这个师爷真好 站起来了 一躬到地 大人 此言 差矣 毒油端着水正要喝 差点把茶杯淹了 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 把杯撂下了 喝茶 这我哪错了 宣德宫到安喜县以来 现如今我们这个小地方夜不避户 百姓们安居乐业 此街宣德宫是宫爷 打人家来的我们这连小偷都没有了 开着门睡觉不丢东西 谁的能耐 留宣德 所以说大人 您让我构陷宣德宫 万难从命 这叫什么呀各位 这叫骨气 不是每个人处在这个状态下都敢说这话 好多人你看他挺横 村长一来当时就跪下 可不就是吗 这话说完之后 独有脸上这色可就变了 没想到 连个品级都没有 他是个师爷 而且师爷这种身份 在这会儿其实还属于是县衙里边的小吏 其实还算是公务员 虽然说他身份低 你要到了后期 你到了什么 到了明朝 到什么之后 师爷根本就是县太爷的私人物品 您记住了啊 衙门里边还有一师爷站在老爷跟前 包括您看电视剧 县官这审案 这做一师爷写字 这师爷是县官开工资 是他带来的 不在编制里边 可以雇三可以雇五个 只要你给老钱 这些个人为什么带人来呢 帮着挣钱呢 你过去咱说有的时候老爷上任一来 来七八个人 之前县衙门里不管是班头了 衙役了拆人了全走 人家有自己的一整套人马 来了各个部门都得是我的人 为什么呢 他是拿这个做官当生意干 那会儿到后来到清朝 有的时候有捐班 捐班是买官啊 我要买一个什么县的县太爷 或者哪个府的知府 只要钱够了 运动足了 这就行了 我凑不齐这么些钱 咱们哥几个一块吧 大伙凑钱 买这一个官 买完之后 咱们分我是县官 你是师爷 你负责刑访 你负责什么 你负责咱们一块上任去 他能不贪吗 他做的是生意啊 到那之后赶紧 三下五除二 把这买卖安排一下 打老板姓身上弄钱 也许这回去就不干了 也许接着投资 买再买一大官 他过去是这么干的 风建社会啊 但像这样的师爷 还少了 有骨气 啊 啊 好好好 啊 竟然在我面前大声咆哮 目无国家王法 这都是混蛋的话 怎么就目无国家王法了 你哪句说的是王法 你不是跟他说 咱一块啊 帮我诈骗 我要勒索 害人了 不跟你干坏事 叫目无王法 啊 他情有此理 来着呢 他自己啊 带着二三十人 其实来的时候呢 还有二三十人 是上一个县 护送他来的 他这一进了行园了 人那些人就走了 所以现在院里边 是他自己的心腹 这么几十个人啊 一说来人 爬门一开 进来四个兵啊 打人 把此逆则 捆在明柱之上 背花五十 逆贼 这是个造反的贼 人家不怎么就造反了 绑在明柱之上 他这个屋一出去 外边有柱子 狼岩下有柱子 绑在那柱子上 背花五十 打后背 打五十下 打人的这个都这样啊 尤其老爷一吩咐了 狗障人士 打人 他必须这样嘛 红磨气氛呢 这跟大老爷生堂一样啊 老爷是一坐 两旁边一言一 我打人犯啊 人犯一上来就害怕了 这是老爷的官威 所以这也一样 啊 就 都在这儿 你别的不像话 押出去打 试试他 不像话 不像话 把人往外一脱 那这会儿就不拿人当人了啊 平时还想 你留着 又看台阶啊 慢点这儿走 就划 你到这会儿 拿人当牲口了 愣往外就来 拽着院里去 先把这外衣给他脱了 为什么呀 打后背 有人来到柱子这儿 面朝柱子 背花嘛 打后背 因为这个他 他再混蛋他也不能打脸 真打脸打坏了也不好说 把手搂着柱子 打那边就先捆上了 然后脖子这儿有这么一道 腰这儿有一道 腿底下有一道绳子 等于这个人跟柱子是抱在一起的 露出来后背 这儿就有人准备鞭子 这鞭子是什么呢 是牛皮跟露筋做的 踩好之后 鞭小辫 牛皮踩成条 露筋弄好了 鞭成小辫 一说打人了 扔一桶凉水 把这鞭子往里面一泡 为什么呀 打起来又狠又损 坏呀 这儿弄好了 这几个大个儿 撸胳膊网袖子 破破 把这鞭子拿出来 就这么一捋 抡起来 啪 从右往左先来一下 紧跟着从左往右 啪 又来一下 就这两下后背上这肉就翻出来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十字胚红 可不不 后背 十字胚红 啪啪 肉就翻出来了 你别看十字胚红 肉翻出来了 这还算好的 有捏坏损子打完之后 这肉不翻出来 那就坏了 那容易死人 你翻出来好歹你这是外伤了 就怕闷在里头 那个人就离死不远了 简短切说吧 吵起来 啪啪啪啪 疼吗 能不疼吗 他也不是个武行 他是个念书人 四十来岁 哪受得了 疼着都不行了 这帮人是连打带骂 行员不是衙门口的大唐 实际上是安喜县县县旁边的一个跨院 这个跨院它也有门 这个门是开着的 这外边有老百姓 咱们前文书可介绍过 这个师爷跟这待了年头不短了 好几个县他爷都是他伺候走的 通过咱们这段时间对他的描述 你也知道这是个好人 他而且是本县的人 所以说大伙对他都熟 叫有的门口一挂 哎呦喂 他看见了 老王在这挨打了 王先生 王师爷怎么不知道 开始一两个站在门口看 越聚人越多 大伙瞧不下去了 咱们得救他 人员就在这了 你要是一天到晚勒索老百姓那个 你挨打大伙得叫好 得搬凳子坐那喝茶水喝瓜子 也太糟糊了 今儿一瞧 这可不行 到最后就这帮人 咱们进去吧 要往里边冲 往里边冲 这人院的还有人呢 人家二三十个兵呢 弄老百姓不假的一样吗 他就出去 也举着鞭子 又拿着棍子了 老百姓往前跑的 呦呦脑子也破了 身上也挨了几下 冲了两回不敢冲 锯着门外边看着哭 一个是心疼事业 一个是自个儿也疼 怎么能这样呢 哎呀 老天爷呀 还有王法没有谁救救啊 这会儿功夫 举着露西那儿 马挂罗墜 马来了 大伙一回头 咯 救命星 您可来了 谁呀 张三爷 他得来 他不来就打死了 哪是得来 该他出场了 骑着这一批大学乌坠 尤大那边就过来了 这一天半心里恨的就不行了 也不知上哪儿撒着点邪火去 老莫子这事不行 这小子不像话 不尊重我大哥 凡怎么办呢 骑着马出去兜了一圈 兜了一圈解着心腻 稍微好点了往回一走 就瞧去那儿为了一帮人 说话到跟前了 怎么了 怎么脑子还破了 三爷您可来了 不知为什么独游打人来着 打王师爷的好人已经打了都不行了 您快看看在那儿了 一听独游俩字 张三爷兴奋了 怎么的可有机会了 一甩凳 游打马上下来 分开众人 你们啥能看见了 推个人 往院里就闯 院里的兵管你是谁 他出去 手里拿着鞭子拿棍子过来 望上就打 他们苟证人士性 但真按能的打不过张飞 这一抬手扒了一个 一抬脚 扁踹握牛腿 汤郎踹那儿去了 三步两步就到了跟前了 剩下这几个 这可不成 这这他要干嘛 等他明白过味儿来 三爷进屋了 一进门 整看见独游 独游刚才蹲着杯喝水 这会儿刚把杯撂下 厅院里乱 也是倒霉催的 要往外探头 就这一股子黑风 张飞就进来了 站在跟前 没等看明白是谁 张飞得扒着 伸出来跟蒲扇似的 轮完了 啪 整打在脸上 独游原地转了仨圈 往后一找 啪就挂墙上 独游欣说 这墙上终于是有了名人字画了 还了快值 你怎么压掉了 你打的是我 打傻子 可不是你呗 三爷倒滚前一抬手 先把头上帽子给他打掉了 各位 从这儿开始 张三爷就犯了国家的王法了 那什么呢 他是朝廷的官员 你把他这帽子打掉了 你就已经犯了法了 但这会儿顾不过来了 帽子打掉 拿手 一薅着发迹 那会儿人不是头发包起来吗 一薅着发迹 往外就走 你要说 癞着胳膊你给我出来 他可能这样 唯独癞头发 你别 疼啊 一直都领出来了 打里边王法一拽 外边又冰冰的 拿着家伙 哎 可是 谁敢上前呢 神鬼怕饿的呀 再一瞧好 这黑爷 眼珠子痛红要吃人的 这手抓着自个儿的大人 他不知道要干嘛 我 上个废话 看着就行 谁也不能为他去玩命去 这一伙功夫张三爷抓着都哟 打着院里边出去了 就到这行员的门外跨院的门口 门口都是老百姓 我说去去去去 大伙都爱看啊 你看打谁大伙都爱看 热闹吗 就到了门口了 张三爷一伸手 把这都哟身上 他系着丝韬呢 把丝韬解起来 啪啪啪两个扣 他这门口有拴码的庄子 就把人在庄子上捆好了 这地上也不知道谁啊 有一筐柳条 这柳条呢 就是刚才老百姓们可能是谁啊 捡来的或者打算烧柴和用的 正好就在这儿 三爷乐了 嘿 小啥了 一把就抄起来了 要都有 是 是 说话都不利索了 你找我大哥要金子了 这 这 这没给 我给你 我这有柳条金 柳条金 来吧 啪啪啪 打的多卖力 咱不好说 反正这一筐柳条全抽舌了 那学个兵也不敢过来 就在那看着 老百姓叫嚎 打的毒油 兔崽子味儿的 哎呦呗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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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儿功夫 又打鸭门那味儿 宣德来了 打起来来不知道吗 刘备 带着关羽急匆匆的过来了 三弟一猪手 看着了 一猪手 哎 这 说什么呀 张飞把手揉一扔 大哥 死这样的害民贼 以留他作甚 这 刘备这心里边很复杂 为什么呢 之前想的是匡复汉市 我是国家正式在编的县子爷 我要在这好好的工作 但现在这个状态 这事怎么圆 如果到上司那讲理 我讲不出理去 他说了算 我就愣了 官二爷 官宇过来了 大哥 荆棘从中 起安联风 荆棘 树枝上都是刺 这样的地上 这样的植物 它能唠凤凰吗 什么好鸟能在这地待着吗 是这个意思 哎 这 刘备德叹了口气 巴了 巴了 这也是我刘备德命所改然 张四爷看了看 哥哥 杀了他吗 都吓坏了 哎呀呀呀 这个千万别千 哎呀 求求你们 让我一条狗命 刘夕德叹了口气 藏官 藏官 我有心杀了你 恐怕脏了安喜县 事到如今 说别的也没用 喊刘备空有一份报国之心 怎奈全臣当道 也罢 二弟 取印信前来 县官不有个印吗 印信前来 就在后顾 官宇去就拿出来了 刘的爷接过来 给都尤挂在脖子上 将此印信 退还朝廷 我弟兄三人 从此要浪迹天涯 父劳乡亲们 再会 再会 哥仨往外走 百姓们舍不得 但是也有那名本人 别拦着了 惹了大祸 赶紧让他们走 还能活条命 哥仨留在这出事了 哎哟 留在这 您一路好走 我们谢谢您 我们谢谢您 哥仨骑着马 犹打县家 往外就走 那么说 他这个行为叫什么 各位 裸辞 不计后果没有前途的辞职 他叫裸辞 裸辞 李了 安息县 桃园弟兄 万古川 谢谢 谢谢 快坐 快坐 谢谢 谢谢 大家来了 谢谢 谢谢 哎呀 人来的不少 我很欣慰 走遍天下游遍州 人心好比长江水自流 只见桃园三结义 哪有香蕉到伯同 好 今天最后一句话 哪有香蕉到伯头 伯伯是上口的音 就是白头的意思 哪有香蕉白头的 是吧 香蕉都是黄头的 谢谢爸 没您各位支持 我哪能坐在这这么开心呢 三国演义又开书了 闲白说的太多了 都没怎么讲三国的故事 你们就这太强势做难了啊 您记住了吧 讲故事咱们这就不存在了 为什么呢 那故事人人都知道 咱们听的就是故事以外 为什么叫评书啊 评在哪呢 我们要评论 何况这么些年来 电影电视剧啊 什么这个连环画 小人书 这三国的故事 您哪位不知道 可以坐这听我讲故事 那咱就玩笑 听的是故事以外 您要真听故事 咱这一年的节目 咱做不下来啊 坐这开篇 我就讲 桃园三接役 这一集一个钟头 到不了一个钟头 咱们就详思号三分归一统了 你再给我两集咱们辛亥革命了 所以说 不要说这里边没有故事 怎么都是三国以外列位 这才是听书的精华 而且呢 只有三国 这套书 是可以这么做 别的书它是有套路的呀 三国没有套路列位啊 您记住了 值钱就值在闲班上了呀 这类书它叫 袍带书 长枪袍带 这种书很多啊 大几十部得有 所谓袍带书也无外乎就是 是改朝换代金戈铁马 为什么说有套路列位 您要常听书 你听一套书 你就全听过来了 它一样 啊 外乎是哪个朝代很乱 需要选一个明君 结果哎 大伙一瞧 你就是明君 你看 刘备啊 卖草鞋 大伙说你 你是明君 找狂印是赌徒啊 打群家 一天到晚的惹祸 不让他爸爸省心 大伙瞧瞧 你是个明君 朱元璋是一和尚 给财主放牛 哎呀 你是个明君啊 也不知谁看出来的 大伙都认可你是明君 你就是明君呗 哎 先得找出这么一个男一号来 所有书都是啊 你挑去 有这么一个桌 你得先把它搞定了呀 对吧 哎 把它搞定之后 得有个军事 一般来说 是从算卦这个行业里挑选 找一算卦子 早先是王半仙李神仙 就类似这样了呗 还得是这算卦子 看上刚才这明君 哎呀 施主慢走 你是皇上 这句话搁的封神榜里也有 神功报 道友慢走 就这一句话要了多少神仙的命啊 所以您各位走着街后面喊 道友慢走 你可千万别回头 哎 来这么一个算卦的半仙 哎他就开始要保驾了 这都是套路嘛 然后还得有一个兵马大元帅 这大元帅一般来说之前都是外行 秦琼 马快的搬头 啊 徐达 庄元主 两位就突然间兵马大元帅了 你这个成千上万几十万大军交给他 你这些当兵的你不问问他原来干过这个吗 怎么你们就这么放心跟他走了呢 对吧 秦二爷 马踏黄河两岸 减大三招六府 七十二家唐管 他是历城县的马快搬头啊 这小偷抓贼 地面上欺负老头这个跪他管 八十万大军给他 你放心吧 你们怎么就认头跟二爷走了呢 对不对啊 所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兵马大元帅 需要努力学习 需要两军阵前的经验 就是算卦子说了 让他来吧 那明军就说 好好好 这个班子就算祖旗了 那就开始打仗了呗 这就是那个套路 当然了一般来说这个江山坐定之后 还得有一国杖 国杖一般都是一老坏蛋 一般闺女都得很漂亮 闺女还基本上都是西公娘娘 您听说一般都是西公娘娘要害人了 啊西公娘娘这么坏那么坏 挑唆他爸爸 他爸爸一般来说呢 没有别的理想就是要谋朝篡位 基本上来说还都得勾结藩帮外国 也不怎么这西公娘娘的爸爸都有海外关系 你看 勾结藩帮外国 跟哪国的郎主 什么金鼓达阿鼓达 丸鼓达 他们都有交情 哎呀 金目乎银目乎吃目乎 这都认识了 白事就是里通外国 夺取江山设计 你要说以前这个国杖 啊 在朝里早先是做官的 你有这个想法也有情可原 好些个国杖是老百姓啊 怎么突然间你规律进攻了 你就有这个想法了呢 哪你就勾结藩帮啊 推倒江山设计啊 这套路 而且在所有的这个评书里面 您记住啊 武艺高强的谁先出场谁死的快 可这主意出来能力大了啊 了不得了 别着急你往后看 哎呀 再出了一个 刚才这就不是人了 啊 你包括这个一说书 摆阵 弄的就摆阵 两军阵前没辙了 摆一个大阵 这大阵呢 方圆十里地 这阵里面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有这个 要不打不了这个仗 赢不了这个阵 你就怎样 江山设计就输了 这帮人也糊涂 绕过去不就完了吗 你别说他摆十里地 他摆五十里 你搭理他干嘛呀 你让我去离搜你的 他就当公园用了以后啊 可不就这个吗 对不对啊 要说那个书各位 可省心了 啊 为什么呢 我一说你一听他一乐 没人跟您较真 看似句句都是给真的啊 哎呀 你看人这玩儿啊 全是真的 我得告诉你 全是假的 你听我说三国全是闲板吧 您记住了 哪句都是历史 难就难在这儿了 啊 那比如说这个 上回咱们已经讲到了啊 三大主演已经出世了 刘官章 啊 刘皇叔 官二爷 张三爷 李兄三人出世 破黄金 立下战功 做了安喜县的官 但是 来了一位都游 都游是监察的官员呢 就到这儿来 朝廷要杀太 咱不再细说了 因为上文书咱们讲过了 我要再复数的话呢 这玩儿说到死也说不完 啊 老得复数 杀太就是要淘汰官员 但是这个东西 难就难在 为什么要淘汰呢 它里边有 环套环的关系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朝廷昏庸 不开眼的独油到别处去 那个 无论到哪儿远街高营啊 要钱给钱 要什么给什么 到这儿来 要什么没什么 完了给打一顿 张三爷鞭打独油 打完之后 哥仨跟老百姓说了说这个事 刘玄德把自己那官印拿来了 官印啊 叫谁印章啊 安息县的官 你得有一个印啊 把那个印挂在独油的脖子上了 这叫什么呀 弃官 就是我不干了 这不是朝廷给我的吗 哎 拿回去 在汉朝的时候 就这种做法是经常的 并不是说打刘皇叔这发明的啊 不是 啊 啊 汉代因为这个 大伙都认为这是个气节 啊 我觉得朝廷昏庸 我觉得上司有问题 我觉得种种原因 那么现在我决定不干了啊 我把我这官还给你们了啊 挂印 器官 挺好 这就如同比如说 就跟那德运社似的啊 我还不说相 我就 醒目啊 扇子手卷全交给你啊 我就 我就走了啊 走了你试着把东西给我呀 你上别处你也没地说相了就啊 用不上了就 啊 这叫什么呢 裸辞 啊 不计后果 没有前途 没有目标 想一出是一出 就叫裸辞 你不是说提前说好了 头天晚上你舅舅跟你商量 打腾着走 上三家来 进门就是副总 办公室都给你腾出来了 你看看 给你的钥匙 这是有准备 这个是辞了之后还没犯折呢 这叫裸辞 裸辞里了安息县 桃园弟兄不上班 啊 这都唐诗啊 哪有这个唐诗的啊 咋这算是出来了 哎呀 倒是挺露脸 挺露脸 因为想当初有过这样的高人呢 就是裸辞了 挂了印了 日后也 啊 风光月佐 那那谁 王莽篡汉的时候 有一个官叫马成啊 知道马成这个人吗 好 谢谢大家的坦诚 马成不就是吗 那是王莽手下的官吏 不满足王莽啊 啊 对朝廷有很多的意见 也是把自个印挂那了 不干了 啊 不干了 追随着刘秀 到后来人刘秀 做了皇上了 啊 东汉 哎 马成跟我这么些年 这个人有气息 想当初在王莽那 他不干了 挂了印跟着我到今天 非常的重用他 到后来那个封他一官 啊 封他个侯爷 比王爷低点封个侯爷 平书侯 啊 你们这一乐还真是啊 他触动我的心事啊 啊 平书侯就不如相声侯列 啊 这个平是平安的平 书呢 是书展的书 平书侯 不是不是这个 他要是平书侯 他跟我差的档次呢 啊 我是坑王 这也不一样 啊 啊 啊 马成 到后来这个云台二八将 有人家 人家排的第十九啊 马成啊 马侯爷 这个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文物普查 正好还找出来 马成的这个墓 在哪知道吗 挨着北京平谷县的县城 大概一里多地 在河道边上 就是马成 他这个墓在那儿 今天这个节目录完之后 各位啊 您上那儿 祭奠一下吧 好吗 好 真听劝 马成落词之后 到后来 封侯要阻 刘关璋是连范哲都没有啊 哥儿仨去哪呢 对吧 你之前是安喜县县位县 如今 你仨没有工作 待业青年 又何况你们惹了祸了 上司衙门盘来的捐查 都由让你们臭打一顿 这因为这给你们拘留了 也说得过去啊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哥儿仨骑得马上 也没什么可说的 心里边 郁郁不乐 哎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 此处不留爷 自由留爷处 处处不留爷 老子穿边裤 爱里面裤什么事了啊 想办法吧 总得有地方去投奔 想来想去 刘皇叔一拍脑门 想起来了 耳闻贤弟 喊官章二将 大哥 我想起一个人来 嗯 也是我刘氏宗亲 此人姓刘叫刘辉 咱们去投奔他啊 你要人意下如何 全听大哥的 要投奔刘辉 那么说他这条道走对了吗 列位太对了 他要是不投奔刘辉 三国演义到这就完了 那就收了 哎 正因为今天一拍脑门 想起来了 咱们有一条道 这条道到后来成就了刘玄德的一条政绩 哥尔萨去吧 说书就这样 那一张嘴难表天下事 这哪说得过来啊 终归他哥尔萨赶路还需要点道 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要介绍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这个朝里边啊 这会儿的皇上是哪位呢 是刘洪 听这个名字可能您很熟悉 因为后来铁头游记队有一位叫刘洪的啊 但这差的年头呢啊 这位英雄咱不提 咱得说这位皇上刘洪 咱们一说三国佬是还陵二帝 还是还陵是陵 汉还帝 汉陵帝 两位搁一块 哎 这叫还陵二帝 就跟宋朝一说 徽亲二宗 哎 送徽宗 送亲宗 是这意思 因为这都是两位连的一块 很多故事呢 是同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所以呢 就容易并在一起来讲 还陵二帝 这个还帝已经去世了 他要不去世呢 这也不能上岗 就是因为啊 皇上死了 汉还帝去世 他在朝里边不可一日无主啊 这怎么办呢 当时朝里边是斗太后专权 太后说 这得找一个合适的人呢 找谁当皇上呢 得在本家找 还得在咱们老刘家找 汉刘江山 这个没有说 你问问门口卖报的那个干不干 这不行 还得在自己家里找 找来找去 就发现了 哎 有这一个人合适 他的名字叫刘洪 说在咋呢 这个呀 汉室宗亲 在河坚国 所谓的河坚国 就是现在河北的深州 不知你哪边去过呀 出蜜桃 你听相声那个 豹台名 深州蜜桃 哎 就是这个 在深州 啊 说好 得把它接来吧 不是说一上来就选了 让他当 你想着个道理去吧 他且得挑了 权衡利弊 哪支离着近 谁跟谁什么关系 用他有什么后果 用那个怎么不好 这都杀了一遍 到最后 就是他了吧 接来吧 当皇了 多大呢 十一岁 当然了 也有的书上记载是十二岁 但是这不重要 归了包堆 是一孩子 十一岁 啊 在院里正撒尿活泥呢 来一帮人 陛下 别尿了 走吧 接您上宫里尿去 有什么区别 那您走吧 那乐会儿啊 为什么让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当皇上 各位 好控制啊 这好管呢 对吧 来了之后给他化好装 穿好了 戴好了 往那一摆 他不要干嘛就干嘛呗 对吧 合适 哎 他记了位了 就是灵帝 灵 特别聪明那个灵 哎 可灵可灵的了 就是他 灵嘛 真灵 确实是灵 尤其是逐渐长大之后 他在这个钱上面 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你首先说他 他发明了 发明了很多别的皇上想不到的 来才的道 你比如说这个提成 皇上 天下都是你的了 他要提成 啊 举例子来说啊 盘盘国库吧 哎 国库留的多少钱多少钱 皇家也得有快捷是吧 嗯 跟万岁您回 库里边有什么什么钱多少 什么什么钱多少 每一笔跟他说清楚了 好 这个抽50% 这个提30% 不知天下都是您 别废话 快去啊 提成 你包括 藩邦外国呀 各处进贡的什么 他也要提成 这个厉害啊 别人想不到 而且呢 经常没事就是 这个宫殿得修理了 皇城得重新修晒 各省的官员 石头啊 木料啊 建筑的器材啊 来吧 往这运吧 让运就得运呢 地方官谁敢不遵呢 这东西来了之后 到这儿 皇上说了 质量不行 多少钱 这个我们比如说 一万块钱 你这就值三毛 你看他给你定价 你这值三毛 对不对 哎 得了 给你三毛吧 啊 给你三毛 你回去吧 这个东西到他手里 他再告诉那个省的官员 这个十五万的东西你要不要 他正在差价 这生生是一个让皇上耽误的土财主啊 啊 天天就这出 到后来觉得这个还是有问题 我这么大一黄上 我天天叨叨着 杀尸木料干工程啦 行行行 对不对 好的商人一定要知道 我的资源是什么 我的资源就是权利啊 我不卖官 我等个六啊 我 好 这要的亲命了啊 那个队他来说那不就是假的一样吗 就你你在这儿 你从一个副队长熬成一个队长熬三年 你对他来说顺手这么一说 来一万个总队长 那不假的一样吗 对吧 对他来说不叫钱的 来 卖 好家伙 明码标价 而且到后来呢 就是已经卖完的这些个官 他还得跟你商量 怎么商量呢 想不想继续做这个官 我想 好的 预支25年工资总额 你25年应该挣多少钱 你先拿来 损透了 这皇上得亏没说相 我告诉你们 就这缺德主义都让他想透了 天下做官的也竟抖了手啊 你要说那个贪官什么的还好一点 你赶上那个清廉一点的官 你根本就干不下去 你 就这么一个主 他可是发了财了 发财之后呢 他有朋友 他最好的朋友 就是朝里这些个太监 咱们开书的时候曾经讲过 汉朝为什么最后瓦解冰销啊 很大的根源是由于十常事作乱 十个大太监为首 祸国殃民 为什么呢 帮着皇上卖官啊 帮皇上挣钱 都他们啊 为首的俩人啊 一叫张让 一叫赵忠 张让赵忠 是这帮人的头 皇上最爱这俩人 说了说这张让就是我爸爸 赵忠就是我妈 你看 不是我编的各位 您翻的三国志 您看看三国演义 连政史在野史 专家考证民间传说 都承认这是真的 啊 张让我父爷 赵忠如我母爷 这是皇上说的 皇上能这么说话吗 对不对 和这俩人一首爸一首妈 里边这个叫张让的这个最坏 要不他是爸爸呢 他最坏 心狠手辣 你别看他是个太监 就历史记载 张让所干的那些个事 庆祝难书 就说张让这个人 祸国殃民 你说天天守着这么一帮人 那个皇上他能好得了吗 就这帮人把皇上团团围在中间 汉灵帝一门心思的 就听他们的 有那么一天 汉灵帝说这个今天天可不错啊 天挺好的 春暖花开了 外边柳絮飞扬 我看人们都戴上口罩了 我想到皇宫的顶楼上 看一看风景 这个按说没有问题啊 你别说皇上了 街坊赵大爷 天不错 我上去瞧去 看看外边怎么样 这挺好啊 这句话拴完之后 所有的宦官这脸啪哒就掉下来了 你看我 我看你啊 啊 为首这两位过来了 张张 赵忠啊 回想 不能 您不能 登楼远眺 为什么呀 皇上也很纳闷啊 贵为天子 天下都是我的 啊 这我怎么 这不上个楼都不行吗 陛下 古人云天子不登高 天子不登高啊 有这么句话吗 有 有 从正面来说 真有这么句话 天子不登高 皇上一登高 哎呀 这太好看了 明天这楼矮 还得盖 越盖越高 劳民伤财 到最后民心向背 天下大乱 从这个角度出发 所以有这么句话 说天子不登高 但是时常是拦着 不让他登高 那是另有原因 天下将军 叶渡官 朝臣带露 古京寒 山四日高 僧位起 看来名利 不如贤 不如贤 很纳闷 为什么那边有几位妇女知道这个 一定是我们的老观众啊 好大下茬啊 一看这边这是新来的 还没有熟练的掌握这个流程啊 看戏不让叫好 听书不让搭茬 还有王法没有啊 人是需要在不同的位置 环境来决定想说什么话的 所以没事啊 你们该喊喊啊 大不了以后不让你们来呗 多开心是吧 真打干这个 不是我自己说 不给钱都干 真的 何况还给这么些钱是吧 我小的时候先学的说书 我七岁先学评书 九岁啊 学相声 八十年代末又唱了五年的戏 所以一聊天我说我没有别的手艺 说书唱戏说相声 除了这三项之外 我说我就是一废物 什么都干不了 但是这三项我说我还 还算熟悉 因为也没干别的 这个半辈子的都在这里边 指着这些个传统文化 把我养到如今 刚进这孩儿我还是小小子呢 显如今都年近半百的老人了 好是我 我得答应啊 我不答应你们不好意思说话了 哪有什么男神女神啊 这无外乎是为人民服务 大伙喜欢听啊 我也喜欢说 关键就是比如说类似三国这个书 我不可能永远说 这么些年来我也没怎么说有关三国的东西 为什么呢 就是得有合适的机会 合适的场合 你说真是有时候我们演出 德云社北展演出 底下三千观众 我上上给人来点三国 我也犯不上 为什么呢 不管是说书唱戏说相声 其实我们是为外行服务的 要争取大多数观众的喜欢 底下三千人有一个站起来 我就要听你说实际 你不说我就走 那您就慢走呗 那怎么办呢 我不能为了你得罪那三千人呢 是不是 我们是服务行业 我们不能去要求观众怎样怎样 大多数人满意 我们就开心了就知足了 所以说这东西难就难在这儿 就跟那天有朋友跟我们聊天 这个你看你也说相 你也说书 你也唱戏 你看有观众给你提意见 你对观众提意见 你怎么看 我说很好 我说你不是个好人 挑事吗 我说你记住了 对我来说 郭德纲说段相声 郭德纲唱戏了 郭德纲说书了 不管我干什么 就这三样吧 我演完之后 会有人提意见 有人站在那儿 人家 呸头盖脸的骂我一顿 我一定会问 您是 什么行业 说我跟你是同行 您坐下来 咱俩商量商量 你说我哪不对 你说对了我改 灭高人有罪 咱们不能说 您好哪去 对不对 多大艺术家来了 咱们愣挑毛 有的是 你人物塑造的问题 你情绪不对 你这 那个谁不会说 是不是 所以那个不难 您说 你说明白了 我改 我承认错 你要说的不对 我跟你讲 你看你这提的有失偏颇 这个应该是怎样 所以这是没问题的 这是跟内行之间 但如果您是观众 你说的全对 你看 就这么简单 对吧 你是干这个的 你内行跟外行掰斥 什么叫对错 那你就外行了 所以说观众说什么 都是对的 人家是主公 人家花钱捧你 人家没有不对的地方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观众是我们的一世父母 没有您各位 天大能了 你说给谁听起 是不是 尤其说三国 多难得呀 现如今这年头 还能凑齐这么几十个 没事干的人在这儿 得讲理呀 对不对 说书 说书难在哪知道吗 难在就是 过去说书也是怕这个 就怕底下站起来 您那句话不对 这应该怎样怎样 让人问住了 我们这孩最丢人的事就是 让人问住了 那就别干了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好就好 你看编导还告诉你们 别搭搭成 这怕你们问我 当然你们也问不住我 我多是非 是不是 挺好 就是干这行年头多了呀 还不老有那句话嘛 人老奸马老滑 我虽说也没这么老 我也没这么奸滑 但是就是经历的多了一些 我就愿意站在别人的 那个位置啊 那个角度去考虑一些事情 其实谁都不容易 我记得我三十出头 德云说 刚有点起色的时候 有时候看网上 谁要骂我 也真挺生气的 那不是那样的呀 他冤枉我呀 但是后来就想开了 人也没有真那么恨你 人家也是说着玩儿 好多事儿 你知道的事儿 别人说不是那么回事儿 不用争计了 就跟好多年前我老看的时候 有报纸 或 郭德纲曾经偷盗过戏剧服装 哎呀 我看完我都我都 我都惊呆了 我后来真仔细想过这个事儿 我真想过这件事情啊 我后来想这个事儿 它不是没有没有原因的 这个 我有一段时间在文化馆上班 文化馆 您各位都知道啊 有一次收拾屋子 硅着仓库 装那个老电视 这么大个电视盒子 收拾出这么两盒子 那个扭秧歌了呀 唱小信的那个衣服 就扔到那儿 扔到我们这个后头那个 不是锅炉房 因为后边是做饭的那屋 我们有一帮师傅做饭 特别好 在他那灶台旁边 就堆在那儿 没人要 我们那儿呢 我有一个说相的老师 晋金来先生 他的孙子就是现在德云社的晋贺兰 他爷爷 他爷爷没事就喜欢听河北帮子 说你们今儿收拾屋子 找出服装来 我说对 我说就什么都有 都在那扔着了 下午那哪儿 那个小帮团 帮团小子那种 比群众业余活动的强点那个 他们唱四郎探幕 短件龙剑 剑衣 杨四郎穿的剑衣 短件龙剑 您那堆里边有吗 我说我哪知道 那年头我也不懂啊 我们明儿俩就上这儿翻腾去了 翻腾去了 翻腾完了 也没有 就夸了一扔 我说您就要了要没要 就拽了就完了 哎 就这么个事儿 后来这个 让人传出来 说郭德纲偷盗什么贵重戏装 我估计啊 就那俩纸箱子能卖十块钱 嗯 但这个东西呢 有时候到今天 我有时候上网 不管是头条啊 微博上还好多人 郭德纲你还曾经偷盗贵重戏剧服装 我一瞧 这大哥在陕西 这大哥在贵州 他怎么会知道当年这个事情呢 他也知道这是假的 但是这么说他能解恨 天下的事不就这样吗 假做真实真亦假 真做假实假亦真 不能跟你们再穿这种闲话了啊 上文书咱们说了哪了 好家伙啊 你们这个老观众又富体了 你们忘了我不能忘 汉陵帝要登高 对不对 对 恭喜我啊 这个皇上也不易 你说他富有四海卖官挣多少钱 现如今说我上楼瞧去去 问问问天子登高不好不吉利 必须得这么说 那为什么说不让他登高呢 因为皇上如若到皇宫上面登高一望 他就得气死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宦官都挣了很多钱 你上去一看外边这些房 哪一家都比皇宫修得好 他这个毛病在这儿呢 你得这么想啊 那些沙石木料 皇上不能自个儿盯着去卖去吧 不得这帮太监帮你去吗 许你那样就许人家这样 咽过把毛啊 人人都得挣钱呢 所以当时这个石长市为首了 大太监小太监 那个挣了钱都没输了 人人买房置地 家家修得比皇宫好 所以不能让你登高啊 你登高一瞧我了个去啊 最寒酸的是我 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所以呢 这些位都拦着他 陛下不能登高 为什么不能登高呢 岂不闻古人云 他就拿古代的话打压你 天子登高 对设计不利 要骗人就往根上骗 他怕什么说什么 对吧 你看来一财迷 他跟他说 你这样做 会让你永远不能发财的 他一听这 对不对啊 你这来一财迷 你跟他说 你这样做 你永远拿不了向上大赛一等奖 你对他来说没有诱惑力 对皇上你就得这么骗他 天子登高对设计不利 皇上一听 可不行 有没有地下室我待会儿 这个东西很奇怪 你不管是一个部落 一个公社 一个公司 一个向上团体 还是一帮人 这里边一定有一个为首的人 在他的周边一定会有一层一层的人 把他围起来 这帮人围着他各取所需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一定会拦着领导不让他登高 不让你登高 就是不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 他就一直围着你 把你围死了之后 人家再去围另一个人 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 各位您有做生意的 有在哪个单位里边当领导的 您仔细琢磨琢磨 就刚才我所讲的这些可能对您的工作多多少少有一点启发 兼听则明 说这个事就是告诉您各位 就这些个太监有多么的万恶 天天的皇上有的是钱 你说卖那么些个官 卖那么些个沙石木料的 他挣了钱干嘛呀 他得糟劲呢 哎呀 您想得出来的烦 他就想得出来 准比您那个有过之而无不及 天天没别的事 你看 有一段时间呢 有几个小太监就琢磨 万岁也最近 精神状态不好 怎么能让他高兴呢 说怎么也不能让他高兴啊 他没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了 不行咱们得想办法 哎 看谁啊 有主意 想来想去 真有一个小宦官聪明 我有办法了 他想了个道 什么呢 他发现皇宫里边什么都有 唯独缺少一样 驴 也对呀 皇宫里面弄驴干嘛呀 对吧 皇上要出门他也是马车呀 哎 这个新鲜 找了四条驴了 哎呀 干个尖尖尖 漂不亮亮的 刷洗得很好 喷上香水 弄到宫里来 万岁爷您看这 皇上乐坏了 好 好 太棒了这个 高兴 那驴能干嘛 拉车呗 弄个小车 皇上坐好了 前面来一宦官 拿着小鞭子 在皇宫里边跑驴车玩 跑着跑着 皇上腻了 我自己来 你下来 皇上坐前面 哎 玩这驴车 高兴 实在是无聊 好 这一下不要紧的 民间这个驴涨价了 这这个玩意儿 老百姓也是 这驴多少钱 驴八块 现在呢 现在十五 为什么 皇上都玩驴了 那驴还不得跟着涨价吗 又没多久 又玩腻了 玩腻了之后呢 有几个小宦官 找狗 买着大狗 到最后给这狗啊捣捣好了 按着文臣武将那么捣捣 哎 帽子 朝服啊 御带啊 做小号的呗 给狗穿好了 皇上登殿 跟文武群臣说话 他们把狗轰上来了 金殿上狗跑出来 皇上乐坏了 哈 好狗乖 这两旁这个大臣们气的都要吐血了 哪有这么骂人不吐脏字的去 是不是 所以说朝刚日下 没法弄 但是有人敢说吗 没人敢说 你敢说 你那话也说不到皇上耳朵里边去 你说不到跟前啊 到后来 汉陵帝在西园这儿 建了这么一千多间房子 这就快学商咒王了 这一千多间房子干嘛用呢 就是吃河玩乐用的 正当中弄的大池子 专门从南国弄来的这个河花连夜 它那个河花啊 叫夜疏河 就是每一个亭上嘛 有这么四朵河花 有多大呢 据史料记载啊 说它这河花一丈多高 而且这个大河花白天是闭着的 晚上打开 晚上这打开之后 带着这些个宫女啊 美人啊 娘娘啊 太太们啊 各种美丽的妇女们啊 跟皇上一块儿 这儿吃着喝着 烤串喝酒划拳啊 高高兴兴 到后来光这么喝酒没意思了 皇上传圣旨 让这些个宫女们呢 都光着膀子跟着 皇上也把背心也脱了 免砍尖全脱了 一块儿联合带玩 荒音无道 朝廷里如此 天下就乱套了 这个玩意儿 你拦不住老百姓 天下告急文书似雪片一样 今天这儿造反 明天那儿造反 但是皇上不知道 因为告急文书来了 来了就扣去了 到不了皇上那儿 时常是瞧瞧 行没事搁那儿吧 就搁那儿了 文武群臣着急 着急也没用啊 那么说满朝文武 就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 我跟皇上念叨念叨吗 列位 真有 有一位简易大副 这人姓刘 叫刘陶 实在看不下去了 长此以往 国家一定会玩 黎民百姓遭此涂炭 我为了设计 死也要死在皇上面前 想见皇上很难 金殿上他也不是到点就上班啊 你得兑机会啊 这一天 让他逮出一合适的空 这天下午 皇上那儿跟那几位长室啊 宦官们啊 喝茶聊天的 也不怎么着 这么一邪无眼儿 刘大人就冲进来了 这一进来 哎呀 这 凋梁化洞金碧辉煌 整当中坐着汉陵帝 汉陵帝这桌子上摆着扇子手绢醒目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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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过了一桃点下茶水 哪些人在旁边 还有这些个美女们弹唱歌舞 刘大人进了一桥 眼泪都快下来了 天下刀兵四起狼烟滚滚 民不聊生 陛下 你尚在此下午茶不 这后半句是我天的啊 我这么说是让你们能够听得明白 啊 说陛下您还有心思喝茶呢 啊 啊 皇上把杯撂下了 干嘛呀 照我这个形容 皇上得是个老北京啊 反正是不满呗 啊 刘爱卿 怒气冲冲 闯进内庭 一遇何为呀 就是你怎么那么大的火呢 你闯进来干嘛呀 哎呀 陛下 我主啊 天下刀兵四起 搞基本数学骗分来呀 难道说我主您就不知道吗 啊 四海成平啊 皇上认为天下人跟他日子差不多 夹夹下午茶呢 聊天 喝酒 我露串看电影啊 听下耳听书 大下茬啊 啊 家家都很快乐嘛啊 这个怎么怎么会这样呢 嗯 陛下 拿手一指 指这十长事 陛下 望我主 亲先臣 远皆宁 这就摆明了马街了 您哪倒霉倒霉他们身上了 这句话一出口 十长事啊 就解这帽子 啊 把这帽子结了啊 都搁在那儿啊 摆一地啊 这几个人聊医生都跪在那儿了 眼泪都下来了 细经本经附提 都是影帝级别的 陛下啊 陛下冤枉啊 臣等威竹江山 忠心一片 万岁杀了我们吧 一堵他人的口舌呀 会说话呀 啊 哼 光光的磕头啊 眼泪哗哗的 给皇上感动坏了 啊 真生气 拿手一指流淘 辱家亦有近视之人 什么意思 你们家也有亲近的 简单说 你也有朋友啊 辱家亦有近视之人 那意思你凭什么拦着我 对不对 凭什么不许孤 躺头喝酒卷发抽烟呼 说原文累啊 也没有意义啊 您各位非想看看当年三国志啊 三国演义 原文怎么说 您买一本啊 不行的话 上网搜一下在线阅读不花钱啊 我把他掰吃碎了 是让您各位能明白 皇上这大白话就是 你凭什么呀 谁没哥几个不错的呀 对不对 我们老哥几个玩的多好 这是我爸这我妈 对吧 我们一块儿就 也喝酒 我们下午茶 很开心哪 没有像你想的这个样子呀 哎 就这三方势力 皇上坐在这儿 这十个影帝在这跪着哭 这大忠臣跟这儿 拧着眉瞪着眼 那个最终结果那不用想 皇上这儿一挪嘴 这儿大太监跪着 旁边好多小太监 那都是人家的人的啊 这儿一挪嘴啊 连殿前武士全上来了 就把这刘桃弄开去了 往下一走 自个儿就知道 完了 我命休矣 为什么呢 这股恶势力太大 但是怕吗 不怕 老话说的好 忠臣不怕死 怕死 此起为终 我今天来 就是奔着死来的 我死给你们看 让你们知道知道 有人要为这个国家流点血 往下一走是仰天长啸啊 说刘某人一死 何足为兮 怕只怕 言的汉戒四百载 到此终结 就是我死就死了吧 可惜了 大汉江山 你们马上就要欧 那是英语吗 是 你看看我蒙对了一句 大概意思是这个样 点钱武士尤打 上面把人往下一拽 上来的时候 您是简易大夫 别管你是二品的一品的 你是国家的官员 往下一拽 你就诸狗不如了 没有人拿你当回事 连梯带打 往下这一来 文武群臣都瞧着 有人讲情吗 有 旁边又出了一个官员 这官叫陈丹 哎呀 你们到下留人 我要去兼万岁 我要兼万岁 我要保下来他 有用吗 各位能有用吗 对皇上来说 一样也敢两个也放 你来十个八个 那就一块了 对吧 所以上去之后 三言两语也没用 一块压起来 把两个人打在了男老 书中带言 这两个人到了监狱之后 留的人当天晚上气绝身亡 有一种说法 说是活活把自己气死的 大骂了一顿奸臣 石长氏骂完之后 当时自个儿避过气去就死了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被石长氏派的人杀了 陈大人是被他们杀的 这是没问题的 反正不管是怎样吧 两位忠臣都惨死在了狱中 哎呀 天下乱的就不能再乱了 有人说 就总这么乱下去吗 不可能 不成世界 没有王法了 对吧 好事 好事不能总好 好着好着就得有点问题 坏事 坏事不能总坏 坏着坏着就好了 这叫匹吉太来嘛 天下事都是如此 那么接下来 大汉王朝出了一件细事 就是皇上死了 有老百姓来说这是细事啊 这样的皇上他不死还等什么呀 死了 历史上没有记载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没说 但是咱分析他的这种生活作息习惯 也好不了 你想去吧 天天这样 一天到晚又憋着要害人 所以他不会好的 死呢 有说33岁的 后汉书上说他是34岁 这就跟我前文书所讲的一样了 登基的时候11啊还是12啊 反正里边这几个大爷有记错的 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反正这样的皇上要早死一天就好一天 死之前有一件大事情没做 什么呢 就是江山托付给谁啊 这个对历代王朝来说都是天下低等的大事情 他活的时候他也没有立下遗嘱 也没有说立太子 儿子他倒是有 而且此时呢 有俩儿子 那他之前有一个皇后 后来种种原因让他打入冷宫那个死了 之后呢 他娶了一个何贵妃 何贵妃很漂亮啊 噗 大脸盘子 长了个囊似的 我也不知何贵妃长什么样 好看呗啊 又会捯饬描眉化病带脑袋花 哥俩枣就是切膏啊 很好看 出身一般 出身家里边是杀猪的 杀猪的 那说杀猪的闺女怎么跟皇上结婚呢 皇上天下争积美女啊 对吧 天下都是皇上的 天下美女也都是皇上的 都他一个人的啊 讲理不讲理 哎 挑来挑去 这家 有一闺女 看这家出身不好 杀猪的 杀猪的这家 这家老头叫何贵 何人说啊 我们家得改换门庭了啊 就指着我闺女了 那怎么办呢 就拿钱贿赂 一定呢 让我闺女进宫 最后这事成功了 进宫之后 封为了贵人 生了一个儿子 这儿子叫刘辩 辩论的辩 叫刘辩 哎呀皇上高兴坏 还灵地高兴 呵 因为之前也有过三四个孩子 不知什么原因 都没保住 把这个大胖小子喜欢 高兴 大脸盘子啊 跟囊似的 随他妈啊 你俩躺炕上 跟俩盾牌似的 真好 真好 真好啊 哎 我儿子 我儿子挺好啊 但这个玩儿天下事难说的很 没多久又看见别的美人了 这个美人姓王 王美人 王美人又给他生一个儿子 呦呼 这儿子也不错 这儿子叫刘辩 你听这名儿 刘辩 他能走道啊 那光脚啊 一个刘辩 一个刘辩 在活着时候 他也没说 让谁当皇上 天下乱了 风吹河北岸 花开向阳枝 打开三国枝 咱们先念 定场诗 挺好 难为大伙这么支持 这么捧 我这个能力一般水平也有限 朱砂没有 红土为贵 所以说您各位觉得郭德纲还能听 就是咱们有点人缘 其实搞艺术啊 不管说出唱戏说像 干到最后拼的就是个人缘 有人说 你不说拼的最后是文化吗 也对 拼到文化指的是专业技能 至于其他的拼的是人缘 观众要是爱你啊 怎么都对 词多了记不住 弦高了够不着 没板凉调 台上画出来跟大老猫似的 走起来浑身难看 观众喜欢 好 这是他的特色 怎么喜欢啊 就这玩意儿 他又不爱看你呢 你万也好不了了 所以说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个人缘 有人缘就有饭缘 这两者是一回事 好多人都问说你这三件说出唱戏说像 你最爱哪个 我最爱肯定是最爱唱戏 因为八十年代末期说像也不挣钱 我那会儿岁数也不大 那说像也看不出前途来 从兴趣出发是更喜欢唱戏 你比如说我跟我们那个相上前辈 我们的泰山北斗 邵马爷 这明先生聊天的时候 马先生也说过这点 他说我小时候就是喜欢唱戏 不爱说像 为什么呢 他老人家年轻那会儿说像 不是您现在看的什么园子茶馆没有那个呀 那都破了都不行了 底下有那个破板凳 摆个木头堆就算凳子了 人家花撒瓜俩枣的听相声 你说那个看着有什么兴趣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后台聊天 我说我必须让这行业好 我得让你们挣了钱 才让有更多的人觉得这行业还有点意思 你不能说这行业穷了不行了 人家跟家吃得好好的 上你家里一块天天要饭来 你这行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我必须要让说像的好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生存的愿望 所以那会儿马先生就说唱戏多好啊 台上穿着蟒袍啊 围着玉带 台上那个状态 所以我当时也是如此 你想八十年代末期 说像上哪儿挣钱去 对吧 当时倒是也有专业团体 那会儿团里边人家说了 说像呢 每个人啊 比如说你挣三百块钱 不给你三百块钱工资 你每个月交三百块钱工资 然后就是放你出去自己挣钱 哪那么容易啊 对不对 又是八十年代末期 一月三百 那搁的现在那还了的呀 所以说实在是看不见前途 那会儿唱戏我还挺高兴 我唱戏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那会儿唱戏是小班 就是不是国家院团 这就是后来好多人咬吃我的地儿 说郭德纲唱戏并不专业 因为他不在国家院团拿过的工资 我确实没有在专业院团上过班 拿这种演出费拿国家工资我没拿过 当然您也不能按这个来决定一个演员是否专业 我现在说像我也不在专业院团 那咱们说我说像是业余的了 那我说像是业余你们告诉我谁是专业的呀 那不就抬杠了吗 那打架了那就没有意思了啊 咱就说这个事儿 所谓的小班呢就是民营团体 八十年代末还有大批的戏剧的老艺人 还有剧团退休的老演员老艺术家 还有团里边实在没有人安排着干活的演员 就出来之后大伙凑了一块租一份西装 大伙就出去唱去了 这叫小班 那是真靠能力吃饭 我干了好几年 我挺爱这个 但后来我确实我觉得也不行 为什么呢 就是一天到晚的农村庙会 河北省各县 天津北京郊区 京剧平剧河北邦子 我们都唱 到哪去 人家一说 今天想听京剧 我们有人唱京剧 唱两天了 村长说了 想听平戏 马上就改平戏 所以那几年是这么过来了 天天唱 要赶庙会 早晨七点就办上去化妆 两天下来 这脸就洗翻了 所谓洗翻的就是 画的太多洗的太多 脸都红了 又红有种 不能摸 天天指着这个吃 一场戏最早是六块钱 后来涨到九块钱 我特别知足 因为什么呢 馒头是一块钱六个 我可以指着唱戏 能养活自己了 在农村唱戏 老太太竟抱着孩子 上后台来 让你拿着笔给他画个脸 说这个孩子健康长寿 晚上人家给你个五毛一块的 后台有一小碗 都扔里头 到晚上这钱大伙再分 就指着这个 所以后来好多人说 你唱戏业余的 我说我业余的连着五年了 我天天唱 我只得吃 我得业余的了 对啊 我是因为没拿过的工资 所以说我说我算是一个职业唱戏的 但是后来想了又想 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让我如何如何 还能有更好的道路要走 所以打那起 这才到北京 一步一步的 三次进北京 事都过去了 回头看真是感谢这些个苦难的岁月 好多人也指责我说你一说 就你们同行天天迫害你 然后都是坏人如何如何 我说你不能这么说 你没在我那个位置上 你也没挨过打 你哪知道我疼不疼 是不是 你吃饱了坐那提着牙 锅子刚这锅子刚那个 我说我们这孩子有好人 你要说说下有没有那个品格不是特别高尚的 有没有害人的 有 但是我们有好人 说象里边有好人 疼人的老前辈 老先生 那个老爷子也有的是 哪孩不是如此 那个白全福先生 那个冯宝华先生 都多好的人 就我们这孩 现在说估计好些年轻的观众 你们都不太清楚 白全福先生知道吗 你知道 好 你看那九十来岁的大爷他知道 白全福白先生 我得管人叫师爷 就我们这一辈的 都得管人叫师爷 比我们大 人保自辈的 当年人家就是老北京啊 过去天前有云里飞 那就是人家家里边的 后来白先生到天津曲团 跟这个常宝亭先生一块说相声 大伙说常白指的就是他们两位 那个白老爷子那个疼人 不是可爱 老佛爷似的 那么胖乎乎的 老爷子住在天津百花大楼 百花大楼旁边那个大杂院 进去之后 我印象很深 有这么三间房 就那种老式的平房大杂院 老爷子特别可爱 还有段时间记得摊有一个徒弟 也是相声前辈 王吉祥王先生 也上那去 老头我们天天在一块聊天 我们小时候也上家去玩去 白先生善良 侯博林先生上天津去 半夜下火车 也得上白家砸门去 上那住去 人好说这是相声界的菩萨 说白先生 人品 义德 方文明都好 也幽默 有一回不有一笑话吗 是上哪演出去 人家主办方送两瓶酒 这是常先生 白先生 一人来瓶白酒吧 纪念品吧 拿着吧 白先生拎着这两瓶酒 跟长宝廷先生 俩人谢谢 谢谢 出来了 出来没拿住 光机 掉地上摔碎一瓶 白先生反应多快 宝廷 你那瓶碎了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这咱们不细说 因为细说这就没完没了了 说相有好人 还有很多好人 有机会咱慢慢聊 千话少说 书归正传 一 不客气 这句一要不让你们喊 你们就得别坏了 揭演三国演义 上文书咱们说的哪儿了 棒了 太棒了 这是我的观众 由于你们这个记性 我能吃一辈子 你就怕那个记得特别测试 每一句都记着 这是要我们的命啊 我有时候挺反对 他们这个 有的同行也是 我们这个节目说完了 一定要让观众印到骨髓里 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观众都能永远记住 我心里说你是不是傻 他都记住了 你吃谁 玩笑 是不是 大可不必 我们把好多东西说的那么高大上 那么风光 没有必要 说书唱戏 说相声 它就是个吃饭的手艺 就是这么简单 剃头 修脚 种地 卖报纸 上非洲当娘娘 这都没有什么区别 人这一辈子就这几十年 咱们坐在这儿 汉朝汉灵地 如何如何 活着那会儿 你敢说他如何如何吗 对吧 历史就是这么一说一乐 天下事也无外乎出了我的嘴 入了您的耳朵 咱们大伙一聊天就得了 至于说的对与不对 那是刘宇方家来点评 人家有明白人 我这儿 各位不敢说高抬教话 只不过从民间义人的角度出发 跟您聊点事 他多大的家国大事 跟咱这儿 咱不也就下午茶 是不是 向文叔咱们长的皇上要完 我还挺难过 你们学坏了 汉灵地 要去世了 最难的事就是跟前这俩孩子怎么办 有俩儿子 大儿子叫刘汴 小儿子叫刘邪 他不是一个娘生的 大儿子是和皇后生的 和皇后家里边是杀猪的 您记住他这个身份 因为这个身份 后来惹好些个麻烦 杀猪的 和皇后的父亲 挺有两下子 词一个词一个 后来觉得这一辈子不能老词一个词一个 是吧 得给我闺女刀嚓嚓嚓嚓嚓嚓的 不能再词一个词一个的 想方设法 让闺女进宫了 跟皇上结婚了 身份就变了 到后来熬了一个皇后 家里和皇后还有一个哥哥 叫和晋 这一下厉害了 国舅 国舅 但是您记住 国舅和晋这个人 大汉江山 倒霉倒霉他身上了 和晋无谋 江山受累 这八个字 说的就是这位大舅爷 这一只生了一个男孩 这男孩叫刘汴 您记住了 皇上很少有忠贞不二的 就跟一个皇后 咱老两口子踏踏实实过一辈子 你慢说皇上 说相也做不到 是吧 哎 这天下又来了 张美人李美人 王大漂亮李大顿都来了 这些个好看的妇女们 就都来了 皇上得挑啊 这个高 那个胖 这个白那个黄 哎 这个好看 这个王美人 王美人早些是赵国人 他的祖父王袍 当年也做过大官 家里有这么一个闺女 呼 漂亮直击 要多好看多好看 据历史资料记载 说这个王美人有一个特殊的兴趣 算数 咱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 一瞻算数数学 爱 就冲这一点 他就是我的冤家对头 我打小就不行 我舍弃了做数学家的好几个机会 没成功 你说人家 爱这个 这一进宫来 皇上爱的不行不行的 一见此女 大吃一惊 好意思凉水浇头 怀里抱着病 皇上改了度十凉了 好 那就结婚吧 结婚睡觉吧 皇上也干不了别的 到最后 王美人也生了一个儿子 这儿子呢 叫刘邪 列位啊 这是两只啊 刚才咱们说了 和皇后生这个 这叫刘便 这边呢 是王美人生的这个 叫刘邪 这个十四了 这个已经九岁了 这活的十四这个不算什么 这活九岁这个太难了 一百个机会差点没死了 怎么呢 打他妈一怀孕 我这不是骂人啊 从王美人一怀孕就开始说 完了 列位 皇宫那院你想怀孕就怀孕呢 那么些个宦官都没怀孕呢 还是怀不了孕呢 尤其啊 就这些个娘娘啊妃子 这不用我解释 就这么一个院 对吧 就这一个大爷 带着这些妇女一块过日子 他能不打架吗 是不是 反正是你好了我就好不了 所以说你就不能好 道理特别的简单 尤其是和皇后 那个家庭背景 那是词一个词一个 诸都敢杀啊 没有这么讲道理的啊 说这个不行 王美人就就犹豫 说现如今我已经有了孕了 按说 这是皇上的孩子 我应该把他生下来 可是要这样的话 容易连他带我都留不住 为什么呢 和皇后心狠手辣 他哥哥现如今大将军喝尽 手握重兵 又有兵权 这个玩儿怎么办呢 咬了咬牙 说我呀 我喝点药给他打了吧 打这起就弄点药来 哎呀 憋着喝完之后把这胎打了 也奇了怪了 这药不灵 喝完之后没动静 不光没动静 还总做梦 王美人就梦见自个儿啊 背着太阳天天在外边沉练 哎 锻炼身体 背大太阳 王美人就想 难道说这个孩子 他这个有什么来历不成吗 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把他生下来了吧 生吧 十月怀态一朝分娩 生一小子 叫这刘邪 这消息已传出来 皇上高兴坏了 他之前有好几个皇子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都糟进了 都没活下来 所以之前 这刘辩他爱着不行了 但这个玩意儿拿我嫌多的呀 再来十个八个也行啊 都是他好 又来一个高兴啊 他是高兴了 和皇后能高兴吗 哼 哎呀 冤家对头 没有别的说的 弄死他吧 弄死他吧 弄死谁呢 就连大带小 全不能要 这小子呢 送到了所谓的冷宫了 过去说宫里边 其实也没有说 像这个电视剧里边 你看香港的老电影 哎 宫门口挂块匾 冷宫 那就编剧们设计的 没有呢 就是一些没有用的偏店呢 旧房子呀 就所谓的冷宫 就是冬天也给冷气那个地儿 皇上都不爱你了 就搁那搁着呗 活就活 死就死 没人管你了 就这个地方 但是呢 东汉那时候 他管这个地方叫报市 也有那个负责的小太监干活的 这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太监 这人叫朱直 来一孩子 搁在这儿啊 他也知道 哟 这是王美人生的 汉家一点骨血 他就偷偷摸摸的 弄点米粉呢 弄点什么奶汤啊 就偷着喂这孩子 那边呢 说孩子没找着 就把大人堵死了 王美人是被镇九堵死的 这消息传来 黄很生气 啊 这不能你俩都完了呀 对不对 这到底是谁把他母子二人都害死吗 寡人得给他俩人报仇 难道说孤王还不如杨三景吗 嗯 这没有这 我编的这是啊 就说这个意思 杨三景吗 还得给姐姐 小外甥女报仇吗 查呗 那还不简单吗 一问就知道啊 哦 和皇后干的 汉陵帝不然大怒 那真生气了 皇上一生气那还了的 啊 君王发威啊 血流成河 他不是俩说相 两人动手打起来了啊 最后得了 买十块钱烤串 这事就了了 皇上生气还了的 那得人命关天呢 和皇后真害怕了 怎么办呢 得找人帮我 找谁 找哪一位能帮我 要不说她聪明呢 她找到十常事 因为知道势力最大 这十个大太监啊 跟这十个人一说 这十个人呢 权衡利弊 想来想去 我们得管 我们得帮她 第一 啊 她现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后宫里边 没有超过她了 第二 她哥哥合进手握兵权 我们团结一块 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十个太监 骗皇上还不容易吗 是吧 你一句我一句的 哎 连瞎我带红 最后把这事呢 算是给摁下来了 皇上说那就拉倒了吧 这事就过去了 但是从这天开始 和皇后就知道了 我要跟十常事绑在一起 他们在关键时刻 是能救我的 您记住了啊 现在他们是一条战线的了 那边冷宫里还有一孩子呢 慢慢慢慢的 也就长大了 但是后来这个消息也传出来了 传出来之后呢 来人把孩子接走了 谁接走了呢 董太后 太后说 来 我看着 这是奶奶看孙子 所以说 这个孩子是老太后看大的 老太后为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什么骨血如何 那都次要 那都次要 因为老太后跟皇后之间 他们是有竞争的 我手里也攥着一个孩子 也是皇上的儿子 你说怎么办呢 你明白了吧 这是皇宫内院的婆媳斗争 也就是说有一个问题 就摆在了汉灵地的面前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妈你媳妇掉河里 你就这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就好几千年了 我有时候做节目 综艺节目 主持人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郭老师 你妈你媳妇掉河里 我就老问他们 我说这题还没死呢 我说你想多了 他们俩俩会游泳 现在这宫里边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我一定要把这些个时代背景 每个人的心理状况 每个人的位置讲清楚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三国不容易的所在 咱们就说点别的武侠故事 瞪眼一边 你也不知谁对谁错 但这个不行 它都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说这个朝里边不太平 尤其到现在了 皇上这就马上要完了 什么病咱是不知道 咱要死 死之前 这个常侍们找皇上来谈事 其中十常侍里边 这有一个了不起的常侍 宫里的掌握兵权的宦官 叫简朔 简朔是西元军元帅 手下有兵 而且带着八大校尉 您也甭问八大校尉 八大校尉里边有俩一说这名字 您就知道了 一个叫袁绍 一个叫曹操 您就知道这个简朔 他夺的能力了 简朔在皇上死之前 就跟皇上商量 您哪 得把和晋杀了 要杀和晋 为什么要杀和晋呢 这是宦官们的想法 皇上眼瞅着就完了 如果皇上完了 要是立这个刘汴当了皇上 和家这支就全上去了 他舅舅手握兵权 我们怎么办 所以先出和晋 从他们的脚步 没问题 人想着对 跟皇上说这个事 当然他不能这么说 给他词一个词一个 得从江山社稷 百姓朝廷 方方面面 一说必须得杀他 大伙一说 汉灵帝这会就要死了 到最后说这么句话 荣振思枝 你们让我再想一想 荣振思枝 这就分在什么场合听 知道吗 你比如说 咱们几个人 咱们大伙一块 说出去吃饭去 您哥也跟我说 郭老师咱们上那儿 咱撸串去 喝啤酒去 我告诉你们 荣振思枝 那就是不跟你们去 那么搁在这儿来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默许 因为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 国家大臣 皇亲国戚 对吧 也许未来那小皇帝要立起来 那就是他亲舅舅 是身份在这儿 况且掌握重兵 皇上这儿折一闭眼 天下几乎就是他的了 对不对 那刘辩十四岁 那动个什么 荣振思枝 如果说皇上不同意 那就唐一下 把桌子就踹翻了 就得破口大骂 要多压尘 有多压尘 朕得把你们词一个词一个词 不学好 但是说了这么句话 荣振思枝 这个摩棱两可的话 说完之后一挥手 让宦官们退下 这个宦官们列位 那个脑子是超过常人的 因为他没有闲板 清心寡愈 一天到晚竟琢磨害人了 这一听就明白了 那就是同意了 好 派人去请和晋 叫您来 聊会儿天来 皇上叫您来了 好吧 和晋在家里边 跟大伙一块说话呢 聊天呢 叫完了 我要进宫 看见我妹夫 我妹夫是皇上 我要去见他 我看一看他 去吧 谁拦着也不听 真好大门大样 皮儿拉嘴 来到皇宫 到皇宫这儿呢 就瞧见一个人 这个人也是宦官 这人叫潘尹 他是简硕手下的宦官 但是他跟何晋关系好 各位听明白了吧 他到这儿来 潘尹在门口等着了 何晋这儿撇是拉嘴 高兴 潘尹一看他 干嘛呀 干嘛呀 不好啊 谁让你来的 这哥来有交情 和晋的也是糊涂 啊 这么写个人哪 拿着刀拿着剑 拿着崩公子的 就憋着弄死你了 你跟缺心眼似的还 啊 啊 你个头啊 啊 到最后 潘尹没辙了 你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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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明白 啊 哎呀 你出来没带充电器 逃吧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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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回家了 进门直喘 哎哼 想不到的事情啊 太危险了 没带充电器啊 家里还这么些人哪 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好家伙 差点中了我爸爸的发薄 他爸爸杀猪的 此一个此一个嘛 啊 把这事一输啊 这事我跟他们没完 知道吗 典齐所有的精兵 跟我进攻 杀光所有的宦官 都同意不同意 这儿战起一个来 我反对 反对无效 原文不是那么说啊 啊 您看个三国志去 看个三国演义 人家原文说的可复杂了 用文言人不可能 我反对 反对无效 你坐下 你出去滚 不过整这样 我这么说 我实际上 您各位听得明白啊 啊 反对不管用 我今天我一定 我要把他们的杀掉 我这口气才能出 啊 反对的这种 站在这这脸色转了又转 将军 您淡听我一言 你还要说什么呢 啊 不是 我有一片好心当现 好 曹操 你说 道德三皇五帝 功名夏侯商周 瓦七雄闹春秋 倾客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 北芒无数荒秋 前人播种后人收 说甚龙争 胡斗 胡斗 不给不给不给 不给不给 来着 来着 反对无效 听说是不是很快乐 是 那好吧 那我继续努力啊 我也挺爱干这个的 干别的也不行 你让我摆个摊卖东西 我数学又不灵 是吧 想了又想 我可能就这个命啊 数学家 科学家 人也不差我一个 啊 给人当太太 又是男的 啊 真的别的 别的也不成 你这玩意 开个酒吧 我也 坚持不下来 到十二点就困啊 是不是 卖早点又起不来 实在是废物啊 谢谢您各位 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这个玩儿 非得是我先喜欢 然后才能把它说好 你要说命题做文 那就完了 你非给我来故事 孙家庄的故事 这个玩儿 对吧 大王庄的意识 这就差着了 非得是我觉得有意思 天下事都是如此 成功者都是由兴趣上所来 想跟说相似的 好多人 你看我们这孩子 可贫了 没大没小 也不爱上学 上你们那去吧 你赶紧弄走 好家伙又不会说话 又没个人缘 凭什么我们这收容所 我们得要好的 好的来到这都未必学得出来 难就难在这了 现在有时候回头一想 这一路这几十年走过来 祖师爷带我不薄 真的 给我提供了好多的 学习的机会 小时候学说书那会儿 那会儿什么天津的老前辈们 还都健在 我后来想了想 我几岁的时候 七五岁八九岁那会儿 那个老头们 岁数大的都八十多了 年轻的也六七十 每周他们有一天 在安山西道那儿 说书的高香凯先生家 有大聚会 天津所有都说书的 唱习和大鼓的 这老头老太太们 在那里大聚会 就我一小孩 给他们蓄水啊 递个瓜子啊 坐边听他们聊天 啊 后来我想了想 这真是 祖师爷愣让我吃这个啊 那些个老头老太太 一辈子说书的经验 你现在说 你提哪位呢 都是这行里面了不起的大英雄啊 哪那么容易 让你天天坐这儿 听他们说闲板啊 讲这些个书怎么着 那可真是的 回头一想 那很感慨很感慨 包括说相啊 就这些年一步一步的挺好 那一个人能够把兴趣和工作合在一起 我很知足 那你说钢厂的工人就 人就这么愿意练钢啊 纺织女工就喜欢纺织啊 工作嘛 你呆着不也得吃饭吗 但如果恰恰你又喜欢纺织 你又是个纺织女工 那就另一回说一声啊 高兴嘛 说下说书唱戏都是如此 我们见过好多那个 有时候唱戏的演员聊天也是 他说我不爱 我实在是我不爱 别看我台上好 好也是技术工种啊 我退休了 我就不干这不可 熬出来了 你说那怎么办 对吧 但恰恰他又爱这个 他又拿这当饭 他一定会好 这是错不了的 我有时候老爱想我们小时候那些个说像的老前辈啊 说出的老头们啊 要是能活到现在 给他们都接出来 录一些个资料 留一些个视频什么的 也得多棒啊 真有那高人呢 可惜那会儿哪有这些个先进的设备啊 没有啊当年 那会儿连MPE都没有啊 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我印象很深 我到了九十年代末的时候 那会儿稍微日子好一点点 我们在北京还接了好多天津的相声老前辈啊 接着北京在中和戏院那儿连着演了多少场 就看着他们就挺高兴的啊 这是我记得之前啊 跟您各位聊天 我们说一下有好人啊 有好先生 你比如说冯保华先生 这都是那会儿 有人知道冯保华先生吗 知道 呵 罢了 这不是骗我啊 为什么总是你一个人知道 我记得之前聊白全福先生也是他那 我知道 我真知道 你真知道 我不想去点爱情 啊 那个保安上的出品 知道太多 一会儿词一个给你 哈哈哈 冯保华先生是我们相声界的老前辈 摊老人家是拜的马桂元先生 啊 马桂元先生 是马三立先生的大哥 那摊老人家是那一阵的 哎 捧 斗 都好 啊 特别和善 特别善良 瘦瘦 哎 刀条的脸 那老爷子 在 中和戏院演出的时候 他从天津来 每次都到鲜鱼口 去喝炒肝去 啊 喜欢喝炒肝什么的 就老北京的做派 特别可爱的老头 又不会了 一问马上就告诉 我印象很深 就是那一法老先生 好多还竟是保守的了 不愿意告诉你 啊 但是他没有 这个让人很敬佩 啊 你看我有一段相声叫麦布头 听过哈 麦布头里边前面要有这个学叫麦 其中我有一个那个学炸油条的 你记得吗 过去说炸油条的也要哈 炸了个圈圈里套着干 不连僧久摸到西天 打开了封都成 这段听过吧 哎 这就是冯宝华先生教我的 那我在后台他主动教我 那个你会不会啊 我说什么呀 谢谢师爷 他就来了一遍 哎 我听了听 我说对吗 好 你再来一遍 给我说了 我说谢谢师爷 哎 这不叫什么不叫什么 他主动上赶着跟你说 就这个好先生 反正我见的也不多啊 就这个好老头太棒了 嗯 我最后一次见他大概是在02啊 是零几 我都忘了 有一次我回天津 天津这个有一个叫中华曲院的一个小剧场 坐满了能有个一百多人一二百人 啊 那个老剧场 我打那过 哎 我看他们在这有冯宝华先生 我上后台去 我说师爷您挺好的 我挺好的 哎呀小的有日没看见你了啊 一会你在台上你得演一个呀 哎我说好好好演一个演一个 哎 没有五分钟 后台有一个演员站那儿 咱们这个后台有规定啊 外来的演员不能随便就演一个呀 啊 其实我是从这路过 老头的密说的 人家我是觉得你一客气啊 但是他这句话一说呢 我印象特别深 就冯先生站那儿 老头就愣那儿了 就那么一个老实的人就 他们就来这么一句 当时就特别尴尬的就站在那儿了 就整个的特别气氛 极其尴尬 因为我心里可难受 我师爷我说我待不住 我有事 我得赶紧走啊 我就不麻烦您了 我就走了啊 这印象特别深 那是最后一次见冯师爷 嗯 哎呀 这老头也都没了啊 愿一切安好吧啊 嗯 这就是那句老话 要知山下路 问我过来人 那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亲身经历的事情 你就等着我以后上岁数 我一百八十岁了 我就 我都把他们都写下来啊 哎 好人我也都写下来 那个我也都写下来 到一百八了 咱也不怕得罪人了啊 不写上谁说的 姓什么叫什么 小名叫什么 先话少说 书归正传 那也得这样 上文书咱们讲到哪了呢 好 哎 值得表扬啊 这就比刚才啊 说的奇迹多了 接着讲 汉家天下 何进呢 挺生气 因为进宫呢 差点人给撂在那 这回来之后 哎呀都跟我走 咱们打家去 去到那儿 咱们摁住了 就给他们放血 旁边有人站起来 我反对 上文书咱们说的这儿 谁呢 曹操 曹操那会儿 还不是后来 你想象那个状态的曹操了 这会儿刚三十出头啊 你看他们这么些人 都说 对咱们走 这赶紧啊 这就拿棍子 拿刀啊 拿板子啊 咱们打家去 回头曹操冷静 成大事者必须如此啊 出热闹场中 而面冷冷者 他说 此其人必大不凡也 就这八个人坐一会儿喝酒 一个个喝的都那个似的 有一个人 他没有钱买酒 好减一下紧张的气氛啊 我之前我跟他们开玩笑 静静 好多人跟我聊天 跟我辩论某件事情 说到最后 有一哥们 我告诉你郭德纲 现在就是蒲天结罪 我说就是你没钱买酒 掖着他个儿搂个儿搂的 但是曹操确实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你在小的时候 他有一个叔叔不爱看他 这个家里很正常啊 经常是舅舅不爱看谁 谁不爱看他 很正常 他有一叔叔就不爱看他 没事呢 还老上他 上他父亲那儿啊 举报去 他爸爸叫曹松嘛 这不行这个 这个了 那个了 那个了 不听话了啊 怎么样怎么样 老举报去 他挺恨的这叔叔 想一主意 走到马路上 看见他叔叔了 叔叔这儿一过来 他这儿 叔叔您好 说了声您好 紧跟着光积一下 口吐白沫躺地下了 吓他叔叔一跳 怎么了 我这儿中风了 对他叔叔吓坏了 赶紧扶着起来 打没打没头 快歇着 完事呢 上他爸那儿 给孩子看病啊 怎么了 中风啊 没听说呀 转天他爸爸看见他 你怎么了 很好啊 来三回 他叔叔再说什么 他爸也不信了 诈骗犯 说我儿子中风 你看我儿子 我儿子还能大跳 你说他那么小 他就那么聪明 包括到后来 举了校帘做了官之后 他这个脑子跟别人都不一样 你比如说 他做这个大洛阳北都卫的时候 官不大 就是相当于刘皇叔在安喜县那个身份 咱们简单的说就是 比如说就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 就类似这个身份 但是刘备跟他这个都难受 为什么呢 刘备在安喜县 穷乡屁啊 也垫荒村 在那儿谁怕你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个官不好干 曹子这官也不好干 在首都 对不对 在这儿也是如此啊 你敢管谁啊 毛毛就在这儿了 但是他聪明 让人打造了十几条五色棒 看电视剧 看电影 官一声唐 牙医们拿了个棒子 哎 他那个特意弄的五色棒 啊 挺好看的 各种颜色一段一段的 拿这个 晚上什么茶街啊 茶叶啊 拿这个 打那些个饭禁的人 晚上逮着我一个 这种啊 喝的醉酒不行了 还拿着把刀满大尖溜的 没人敢管 抓他 抓了一问 好家伙 他有一侄子厉害 侄子叫简朔 就是憋着杀何进这位 这是书 叫简徒 啊 我喝酒了 啊 我是饭禁了 我还拿着刀呢 你能把我怎么样 草子说那好啊 来啊 利弊仗下了 就拿着五色棍 活活打死 转天就上热搜了 啊 啊 曹操 达死 简朔之叔父 与宦官 划清界限 这一下就红起来了 知名度就上去了啊 后来那五色棒 为什么理发店都买走了 哥们口转去了 有脑子 聪明 所以今天他站起来告诉何进我反对啊 你说这个是该杀但是宦官势力太大 而且办事咱们得周到 你要走漏了风声对咱们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 咱们得想办法何进根本不听啊 如黄口小儿安置国家大事 没看得起他 三十出头 你你动个六啊你啊 就这会儿功夫 门口来报 说潘隐来了 各位 潘隐还记得吗 在宫门口挤鼻弄影那个 哎 潘隐来了 这一进门慌慌张张啊 我这个有正事 快说什么事 皇上驾崩了 就这一会儿功夫 要不说天下大事啊 这跟电视剧是一样一样的呢 你要就这么会儿功夫 皇上死了 何进说 各位看看怎么样 这会儿功夫 他们把皇上驾出去给崩了 这战争题材看多了啊 驾崩啊 皇上去世了 属于这个汉灵帝的时代结束了啊 东汉开始越来越乱了 天下事就是如此吗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摆在了何进的面前 天子驾崩 你又当如何 这个时候 草草刚才你看 何进同这么些人啊 没鼻子在脸的 黄狗小儿 安置国家大事 你这个 你那个 你爷爷是太监 你这都说了啊 都说完了啊 草草没往心里去 成大事者还在乎你这个吗 但是这个时候 关键时刻得给他出主意了 出什么主意呢 用白话来说 草草告诉何进 就是现在情况到了最紧急的时刻了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赶紧把小皇上扶到正位 然后咱们再杀人 对不对啊 太对了 你现在咱们去打架架 咱们去骂他 催他一脸唾沫 把他们家玻璃都砸了 没有意 没有意 干事从根上干 你得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天子驾崩 国家不能没有主啊 好 先扶起一个主来 这是皇上 再干什么 咱们往下顺着走 那是之后的事儿 好 哎 何进还真听了 带着人呢 他有兵啊 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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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进了宫了 就在灵前 把这个流便立起来了 自个妹妹生的这个 这个就是当今的天子 小孩还不知怎么回事儿呢 他爸爸刚死 这正哭得不行了 又来一帮人给您闹喜 这皇家的事情也原本如此 大伙又跪的就给他磕头 他算是当了皇上 但是这个事情不算完呢 为什么呢 他还有个弟弟呢 留邪啊 留邪的背后是董太后啊 你以为你这儿当皇上了 你们这儿耀扬威执掌天下就完了 人家怎么办呢 对不对 人家这边也得琢磨呀 哎 怎么办呢 得找明白人问问呢 老太后说问谁啊 那问时长事呗 这个时长事最坏 他哪边都吃啊 谁出主意 他都啊 对对对 谁找帮忙他都管 他其实是考虑的自身 您说怎么着 老太后说 您看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啊 您给出一主意吧 时长事给出主意 不要紧的 那个不当皇上了吗 这个罪次得是个王爷 给他立成王爷 您呢 垂帘听政 好不好 哎 然后您娘家还有哥哥呢 您那哥哥给封一个大官 啊 标齐大将军 封一官 让他手里有兵权 然后您再重用我们 老太后呢 最好骗了 推好了啊 啊 好好好 都照你们说的办啊 就给这刘邪封了一个陈刘王 这两位刘决大少 算是都有了工作了啊 现在的工作安排 一个是做皇帝 一个是扮演陈刘王 目前的角色划分是这个样子的 啊 等之后再调整啊 咱们再说 这是紧跟着 要给董太后加了那娘家哥哥 封了官了 哎 印喜送去了 公恩送去了 打将军了 挺好 老太太要垂帘听政 他想的很简单 哎 跟西太后似的 各位啊 他坐在后边一刁烟卷啊 前面坐一小皇上 14岁的孩子 他他懂个六啊 他不得我说什么是什么吧 对吧 文武群臣底下一跪 我在后边 幕后实际操纵者 皇上坐好了 有什么事不得问我吗 还得回头问我 中午咱吃什么呀 对吧 我告诉他炒什么菜 啊 想的很好 有人不开心 谁呢 和皇后 怎么就得拟力垂帘听政呢 列位 想都能想得出来呀 但是这也不能朝堂上弄拔个帘子做拔个妇女的后头啊 那就成戏园子了呀 弄拔个包厢管什么用啊 是不是啊 怎么办呢 你俩要吃顿饭 倒霉就倒霉这顿饭上了 和皇后这心里边啊难受 那这不行啊 请老太后吃顿饭吧 我们俩得聊一聊吧 老太后就来了啊 一听说有饭就去了 摆上吧 四个凉的四个热的 烤的串儿腰子 哎 打卤肉炸酱 鸡蛋西红柿 煮的面宽调的细调的 你俩俩坐着包着蒜啊 我倒不是说那个愿意吃面啊 关键是给大伙营造一个生活的氛围 您更能接受得了三国演义 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跟您这背三国制的原文也没有意义 您各位都比我水平高啊 吃饭不是目的 吃饭为了说事儿 谁还差这顿饭呢 对不对啊 酒席宴前 和皇后就劝自己的婆婆 您不要垂帘听政 咱们是辅导人家 好好过日子 看孩子上学 以后长大了 娶媳妇好好的 就挺好 您之前的那个 您想的太多了 哎 婆婆呀 您草率了 哎 她是想这么劝她 这个老太太也是啊 也是这些日子压的邪火 听完这些个话 勃然大怒 什么意思 翻脸了 我就不把她翻译的特别通俗了啊 因为怕有爱播出 大致意思就是你闭嘴 屠姑小儿 什么叫屠姑小儿 你们家杀猪的 国家大事用得着你吗 老太太想干嘛就干嘛 厉害呗 话到舌尖要留半句啊 有天大的活儿 你也得劝着点自己啊 当时挺痛快 这一辈子的高光师科就过去了 这不就这个呗 你也骂了街了 也翻了脸了 就回去了 饭也别吃了 面也别煮了 蒜也白包了 老太太回去了 何皇后那都吃不吃吧 叫自己哥哥来吧 叫何进来 骂了我了 怎么回事 唐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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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 那个简单 那不好紧的 能设计 天下都是人家的 这还用设计吗 对吧 转过天来 小皇上跟这登殿 这刚做好了 大臣里边有人就递上本章来了 谁递的本章历史上没说 也不用说 无论是哪位都可以 本章说什么意思呢 说董太后啊 这董太后不适合在皇宫住 这损了这个 理由是什么呢 说他原来啊 是在河坚国住 河坚国各位记得吧 河北深州 吃蜜桃那个地儿 这个灵地不就从那儿娶过来的吗 哎 为什么娶她 也是因为他们娘家之间有关系 这董太后也是从那儿来的啊 说她是那儿的人 她现在应该回那儿去 什么时候走 现在 哎 你可这么玩啊 今天上大将军合计一看 好准奏 请太后搬驾 狠啊 那是 你不狠她就狠了 马上有人就到后边去 啊 太后归着归着吧 搬家公司的人都来了 啊 请太后搬家 老太后也傻了 吃顿面怎么就这么大的货啊 不去不去 当时就死 收拾吧 归着归着 派人给老太子 送到吃桃那儿去了 说这儿还有人呢 他有一娘家哥哥呢 昨天刚封着大将军 哦好 跟他说封错了 让他把那印交回来 这国家大事有时候跟小孩过家 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啊 当时派人去兵困将军府 有人进去说一声 哎 封错了啊 之前的公文令件印信 全拿出来 这时候也明白 好好好 不费劲不费劲 称出宝剑来 此儿把自个儿挠死了 啊 这一支就算拉倒了 到当年六月份 要打扶人到河间 找独老太太吃顿饭 酒里边下毒 把董太后堵死了 这一支算是彻底消停 啊 我说的这些各位 您跟这记得点啊 因为你要听明白之后 才知道后边这些事情 为什么接二连三的是这么处理的 他把这一支铲干净了 接下来 合进这个势力可就大了 全是人家的了 想怎样就怎样 有个词叫全清朝野 说的就是他 那真是天天的横着走道 自己都不知道我吃点什么好了呢 心情太愉悦了 哎呦 从上到下 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 但是谁看他不顺眼呢 时常识 他们两者之间是互相看着不顺眼 哎 你憋着弄我 我也憋着弄你 时常识心说 这可坏了 现如今朝里边他一支独大 而且要照这样发展 某一天他要是一翻脸 想弄我们 那不是假的一样吗 我们不能让他弄啊 怎么办 就开始要明争暗斗 合进想的是怎么去这个石长市 石长市想的是怎么把合进弄死 哎呦 互相斗智斗勇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袁绍啊 给出了个主意 说现如今呢 石长市啊 维非坐在年头太久了 不能留他 不能留他 但是怎么去他是个事 那 您有什么想法呢 合进根本都没往心里去 啊 这你怎么怎么回事 不是就说这石长市怎么能把它除了呀 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吗 商量吧 这一商量 商量出一个主意来 说咱们呢 招天下的英雄全来 让他们来把石长市弄死 何进挺高兴 我这主意多棒 旁边曹曹曹站起来了 我犯队 怎么呢 曹曹白开了揉碎的给他讲啊 你不能这样啊 你要招天下的英雄 你告诉我天下什么英雄 啊 我招这个各地方的诸侯 各地方官 谁都可以来到这来 一块来上 哎呀 曹曹新说混蛋呢 混蛋加三级 混蛋出了圈了 你都啊 你让他们来 他们就回不去了呀 杀几个太监还不容易吗 你实在不方便明着来 按着咱找几个流氓也能干了这事啊 你非这那样做那那成啊 苦口婆心的就劝他呀 此事万万不可 何尽不听 哎 那意思天下都是我的了 难道说还能有什么我做不到的事情吗 嗯 说什么也不听 曹曹打这屋万万一走一跺脚 乱天下者必何尽也 什么意思啊 大汉江山倒霉就倒霉你一身上了 说的对吗 说的特别对 如果控制住了何尽的这个想法 大汉江山再延续几十年 如果再好多上百年 那是不成问题的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拦住 当然了历史不能往回走 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啊 哼 何尽高兴了 就这么办 来吧 嗯 那么天下英雄多了 咱们调谁进京呢 想来想去 嗯 我呀 先调一个人 这是个大大的英雄 他的名字叫董卓 我 善恶终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 苍天 想做谁 对 大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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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每次一说完定场诗 你们都能接上来下句呢 教得好 听不懂了 大哥说的对 说我教得好啊 好吧 您能记住定场诗 这让我就很开心 这就跟唱戏似的 哎 弄一出戏完事之后 有人觉得你这挺好 哎 其中有一段我们还愿意跟着唱 你这就叫成功 啊 费这么大劲 花多少钱排一戏 演艺场就搁在那了 打着起这个世纪都不会有人再提 你 瞎耽误公主 嗯 各位喜欢 喜欢定场诗 挺好 但定场诗不能说了太多 会让人笑话的 嗯 这个 每次一说书啊 我就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打着桌子往外一走 我就觉得完了 我的领地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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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几尺 嗯 这是归我负责的啊 出了桌子 你们说了算 挺爱干这哈的 这无穷的乐趣 真的 你哪怕说啊 外国有几个国家给我让我当皇上去 也没有 反正是 嗯 说书啊 谈古论金 过去讲话这叫做谈金谷 当然过去人家说书也跟现在不一样 过去呢 说书先生一年在北京比如说 说四个茶馆也就够了 撒月一块地 那南城找一茶馆 大年初一开始说吧 说仨月 换北城了 三个月一倒 三个月一轮回 一年呢 有这么四个茶馆就干起来了 而且有的茶馆呢 还愿意给仙人多拿钱 为了让您上我们这说书来 我们这提前给您一笔钱 哎呦 你看头天的钱 仙人都自个拿着 最后一天说完之后 这名换地了 这钱人家茶馆不跟您下账 一般来说 三七四六二八 还有的那个 仙人太好了 茶馆不要钱 那都是您的 那茶馆置什么挣钱呢 茶水瓜籽啊 不比您说书挣得少啊 那很厉害 当然这就是平能力了 还有的说书呢 就是说板凳头 什么叫板凳头呢 仙人说书 两点开书 您那个能力两点开书不行 没人答应 怎么办呢 你十二点半说 有愿意听了就听 不听拉倒 这叫板凳头 过去说书是这个样子 挺好 现在也很少有这种 那个小茶馆 我们小时候说书 跟仙人上茶馆 那屋都没多大 有了做三十人二十人 就不错了 就挺好 那会说像也是 我小的时候想象中说像 就是那样的一个屋子 做个二百人三百人 就了不得了 后来我们这像 越说越热闹了 场地越说越大了 我见过最大的场子 就是体育场做十万人 那是迄今为止 那时候演过最大的一个场 后来我是再也不干着了 观众跟我谁也看不见谁 体育场那不是体育馆啊 体育馆那房子有盖 体育场没盖 头一排离着我好几站地 谁也看不见谁 而且这声音它有过程啊 我这一说完了传到他那去 头句话他到耳朵我这第三句都出口了 关键我这说着还听这声音撞 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不够添乱的 当然了就是说有屋顶子的 我们也演过最多的像比如上海 大概是两万多人 两万多人 北京演过五颗松 大概也是一万四五 还差不多啊 观众也是真捧 其实坐后的确实看不见 五百人以内的这种剧场 其实是为了演员自己高兴 我能看见你们 你们瞧得见我 小节骨眼表情动作 俩演员说像呢 互相逗着玩 观众看得见 咱们这是其乐融融的状态 你真一万五两千八这您坐后的 瞧不见我 有时候那个嘴欠的说像 还得问人家 是没钱买头来的吗 有时候他们跟我聊天 这个没事 不愿意出去旅游吗 看看大好河山 我说我打十二啊 就天天看大好河山 满出去这儿演那儿演 你要说旅游已经打动不了我了 无论到哪去 一落地到酒店 我就不再出来了 然后跟酒店里写点东西 听听戏 睡到转天 中午起床之后 早先呢 中午还愿意跟孩子们一块外边吃 所谓外边吃就酒店里头 那就要外边吃了 到现在越来越懒 头天您怎么着 我说中午啊 比如说给我来炒饭 来焖饼 或者此地什么烙饼炭鸡蛋好 来这个 屋里不有泡面吗 你再给我来这炸菜 这就是我丰盛的午餐了 我就够了 吃完之后下午再躺一会儿 顶个四五点钟 你们接我下后台就行了 演完回来一睡觉 转天给我送机场去 我就回去了 这就是我初期演出 我不像他们 鱼老师到哪去 过去逛逛花鸟鱼虫市场啊 古玩市场啊 古玩市场啊 买点工艺品什么的 你高峰高老师 无论到哪一演出 逛逛动物园 看看狮子老虎 这是斑马 挺好 有时我院上去 我就弥补一下童年 我对他 也没带他逛过动物园 那些年 也长大了 愿意逛过就逛过 挺好的 出门倒是也长见识 我之前我在台上说相声 我还跟大伙聊 我说 我说你们是不知道 就这些年在外 我们发生了些个事情 建那个各式各样的演出方啊 交那个不同的朋友 我上银川演出 真把我感动快了 落地之后 人家主办方拿车接着我们 郭老师走带您吃饭去 请团队 我说好 别太复杂 不不不 但一定是最高规则 我说好 开车 我说半天还没到 我说咱吃什么去 您到这 请您吃海鲜 我说大哥 我说你看路边卖羊杂 所以摊了嘛 你给我撂到那儿就挺好 我跑到银川吃海鲜来 说我们这是发肆肺 我说大哥 我说我知道 就人实在 他觉得吃海鲜就得多好 他可不知道 我天气去 我刚打海边来 我跑到银川吃海鲜去了 这让人很感动 我说你不用这么费劲 就是你们吃什么 那个什么面条啊 就那个烧饼啊 那就行了 羊杂碎 这个我来晚我就很好了 就如同我过生日了 你可千万别弄那个好家伙 弄一桌金碧辉煌 摆什么冒着冷烟 咱别费那气 我说我可好养活了 就说跟说笑似的 人家还觉得怕不合适 但对咱来说 咱不是那么想啊 咱哪能那样去 当然也有 比如说当初 二十年前我们头一次做山西上演 山西那几位妾爹也把我弄着了 我祖籍是山西 我们家是明朝 洪志十一年有打山西迁出来的 山西奋养 我祖籍是那明朝 咱现在也没有什么亲戚在那住了 对不上二了 那回把我气乐了 那哥们可能也是没怎么干过这了 我印象特别深 我说你弄点水喝呀 好 出去了 半天拿进来 拿三瓶水 矿泉水 因为一般当晚上演出的时候要点水 最起码一包一包矿泉水 对吧 这怎么 两瓶三瓶 后来 有人告诉我 您别喝三瓶啊 他外边找着半瓶给你兑的 兑 兑完之后拿进来 他告诉我别浪费 别浪费 不能这样 别浪费啊 对吧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天晚上到了就 十点十一点了 接我们吃饭去 我说千万别麻烦 我说刀削面 刀削面好吗 吃点面 我就记得他那脸上都乐开花了 后来我经纪人跟我说 我那经纪人王海 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说我跟他说要吃碗面 他上后厨了 告诉我什么炒菜都不要 就吃面 我说我没说别的弄点凉菜什么也行 我说我就插着 对他就说起来 他肉的一概不要 我说那你说怎么弄啊 这玩儿 我当年这都是真事 你哪说理去 有机会再给你们细念的吧 不能老说这个了 你 汉末江山 国运轻微 大汉江山就如同半瓶半瓶的矿泉水 正怼过 出事了吗 出事了 现在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何进 何进说这个天下怎么办 有个叫袁绍的 袁绍原本出 那可是了不起的呀 名门望族 家里边出了好几位 四十三公 大身份的人 袁绍出的主意 找天下的英雄各路豪杰进京来 一起铲除这些个全烟 叫人来帮着一块把宦官杀了 这主意其实挺刺的 那挺刺的 但是何进觉得对 因为何进的这个知识面啊 一直停留在杀猪那 词一个词一个 他觉得这个对痛快呀 对不对 而且他想这个很好 他们来的大伙帮着弄 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事 以后传出去 这是大家的事情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这个人有的时候就往好处想 你包括我们做节目 包括有时候 你看我们拍戏 我们有自己的影视团队 郭老师您看我们自己写这个 这电影剧本 和这电视剧您看这个 观众看完之后如何如何怎样怎样 我说你爱不爱 我太爱了 我说你问人家了吗 对不对 做节目 写戏 弄相声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 不让你替观众点菜 你爱吃哪管什么呀 爱吃回家吃去 人家吃不吃 对不对 这很重要 就跟录评书似的 对吧 你要问我 我可能就录个神鬼妖狐 对吧 郭德纲讲鬼故事 录这个好天马行空 一说不是痛快 这人之常挺 对吧 你那个犯哪门的倔强啊 是不是 没有意义 何进就犯这魂 这太好了 他想的都是好的 每一个失败的人在干事之前 想的都是好的 对吧 那您说那拍电影的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拍的 到最后一卖 卖四块钱六块钱 他哪个戏拍之前 不得开两年的会 请专家 请名部人 请大文豪 天天坐一块喝着酒聊天 分析剧本 探讨这句话 研究时代背景 商量这个电影上映之后的观众情绪 你们这三年花了好几个亿 拍完之后卖六块钱 怨谁啊 那就是你们广望好处想 不怨别人 怨你自己 这是最重要一点 哎 而且呢 他这次 找天下 找的最不应该的 这些英雄里边 他不该找这个 董卓 董卓是西凉次史啊 各位我不知您哪位熟悉三国 可能您看过电视剧啊 看过京剧什么的 董卓是一个大奸臣的形象出现 啊 脑满肠肥 吃着喝喝 这只是脸谱化的一个片面的说法 其实董卓是个人物 董卓是这个甘肃米县那边的人 他是那的人 他家住这个地儿啊 挨着那个什么羌人那个少数民族的地儿很近 他们家本身呢还挺有钱 这种从小好打架 好练两下子 骑着马 说拿这弓箭 据说左右开弓 他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大傻胖子 他不是啊 而且两膀一晃千斤之力 那是个人物 你想他就在甘肃当地 他跟那些少数游牧民族们玩的特别好 就那些个人拿他当神仙一样 是这么一个猪 心的很手辣 而且会交朋友 只要那些个游牧民族的人上这来 他看起来好好的招待 杀自个家里边耕田的牛给人吃 来多少全杀 到最后那个头目一看太感动了 家里边牛都没剩多少 回去之后给他送了一千头牛 就臣服于他 就说他这人是这份的 我们愿意跟他交心 所以说他是最厉害的一股潜在的势力 关键他还有野心呢 这就要了命了 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叫他进京啊 那怎么办呢 密诏已经来了 密诏 哎 就是以皇上的这个名义也好 朝廷的名义也好 其实是何进写的 那不是公开的那种告示 哎 那意思就是现在朝里边 时常是 祸乱恭维 做个不对 那不对 国家兴亡 需要你进京来除贼 你带着兵上这来 把这事弄了 为国效力密招 这东西来了 董卓乐着都不行了 高兴好家伙乐着都说普通话了 太开心了 好好好 我得去 我带兵要进京 带多少呢 二十万 大兵二十万 进京 但是人家董卓身边呢 也有那些个有文化的谋士 他现在是西梁刺史啊 他不是说家门口跟少数民族打架那个傻胖子的 不是 有文化是 大伙也得商量这事 咱们带二十万兵 这就要进京了 咱这个事怎么办 大伙一商量 咱们呢 活鱼不能摔死卖 这是句老话 活鱼 这多好啊 你啪啪的摔死在卖 你犯不上 对咱们来说 这是一个好机会 这不是一封密诏吗 咱把它挑明了 上奏天子 下队万民 让皇上也得知道知道 让老百姓也得知道知道 现如今是皇上叫我来的 奉昭进京 清君策 哎 我这个名跟你们不一样 我清君策 君王身边有坏人 这个就行了 为什么呢 名正言顺呢 你说我奉密诏偷偷摸摸来 开半袋碰进巡逻来 问我说什么呀 这就不一样了 好家伙 对外一亮这个旗号 奉皇王招请 进京秦王 帮皇上打仗 剪除身边这些个宦官 列队 列队 就这个动机 就直一热搜 那阿还不快吗 啊 当天这一发兵 紧跟着全世界都知道了 哎呀 董卓进京了 因为当时 其实不光是董卓一家 何进给好几位都写了这个了 你也来啊 你也得来啊 咱们都来啊 但是这里边影响最大的 董卓 他的势力最大 啊 这个消息就传开了 你朝里边食尝试 那个又坏了 董卓喜提热搜啊 阿卓来了 我们怎么办 对吧 这个就是斗争啊 这还不是简简单单 不是说 几个说相坐在屋里串闲话 咱们给谁造谣吧 咱们上点汇报去吧 那不是那 那搁一块 支不了三毛钱 这是家国大事啊 啊 董卓要来了 他来了咱们怎么办 董卓那是豺狼新兴啊 对吧 现如今 咱们从根上说 谁叫他来的 那还用说吗 何进叫他来的 好 杀何进 咱们说了好几期要杀何进了 啊 看来何进是活不过这一集了 这个做货做到头了 他其实有 好几百种不死的方法 他有好多方法让自个儿 名垂青史耀武扬威 他都行 但他偏偏摘了一个 哎 一定要死得很惨的道 这就是他的命了 宦官们得商量啊 怎么办 咱们现在把何进杀了 说董卓来不来 咱们死不死是另一回事 咱眼不见 你得先死 老话说的好吗 对吧 你不让我好死 我也不让你好脱胜 咱们来吧 商量吧 商量杀何进 怎么杀 说上家杀去 那不现实 天下兵在他手里攥着呢 咱上他那去 你来 来 弄死你了 不像话 就得把他 匡到宫里头来 找谁呢 找他妹妹 和皇后 皇后坐在那正下午茶呢 跟他坐着几个姐妹 喝茶吃蛋糕 你那包多钱买的呀 我这个还上当了 一百五 他们愣说是假的 说不值一千四 废话 类似这样吧 这儿喝着茶呢 这几位宦官进来 进来把帽子一摘 都跪在那儿了 影帝附体 哭吧 哎呀 这些年来 我们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没有胸毛 也有腿毛 哎呀 没有腿毛也有牢骚 说点热个话 皇后得问呢 怎么的了呀 快起来吧 几位 这儿站起来了 您救命吧 我们这怎么回事 你说说吧 是 文庭人言 由于我们的一些错误 何大将军要杀我们 没别的 您多救救我们吧 要 你们都犯什么错误了呀 是我这个 我随地吐痰了 我做饭闲了 我见谁没鞠躬 就说点热闲话呗 所以说这个 要杀我们 您救命 在和皇后这儿 她觉得他们是好人 因为在历次的宫廷斗争里边 宦官帮过她 她觉得跟他们团结一块 挺好 到今天这个状态下 她更觉得天下无忧了 儿子是皇帝 她有什么可怕的 董太后那一针全清了 从上到下连DNA全清干净了 有什么可怕的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不像事 你们别害怕 不是 您说不害怕不行啊 我们这害怕的不行不行的了 那你们说 怎么办呢 那个 我们想跟大将军认个错 跟他道歉 哎 说一声 我有罪 我忏悔 我不对 哦 那你们去吧 我们不能去啊 我们去了 那不得让他把门堕碎了吗 是不是啊 那那怎么着呢 请娘娘传旨 请大将军到宫中来 同着您老人家 我们给他跪下 央求他老人家 饶恕我等 这就是匡人嘛 啊 要换别人呢 不会相信 何皇后也是 让胜利冲昏了头脑 天下是我们的 对吧 我儿子现在是皇上 我哥哥这么厉害 这几个求情来的 哎不叫事不叫事 嗯 行你甭管了 啊 我叫他来 你们那个多磕头少说话 是是是是 谢娘娘 谢娘娘 高兴 这纸就传下来了 传到何进的府里边 何进跟前人多着呢 一听这些 唐一下子炸妙了 这是玩谁呢 这是 啊 太拿我们当缺心眼了 吧 大将军 你看他们这个事 何进乐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去 这个没有办法 各位 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 啊 人到了这会儿 这个词儿就得他说 啊 我去 我去 太棒 我妹妹想过了 我妹想过了 这一无闻都傻了 啊 这袁绍梅我都拧起来 你去 这分明是定下了 我框下之计啊 此一去凶多吉嫂啊 这玩比鸿门宴还门 比鸿门宴还红 还宴 要劝他 不听 必须要去 我跟我妹妹 手足清肠 我一定要去看一看他 哪怕是最后一面 嗯 曹操也在旁边呢 将军 倘若是 按照皇后说的 见一见十常侍 有些个话能讲开了 有搁得泄开的话 您这样 请十常侍出来 约他们到外边来 咱们见好不好 曹操灵啊 为什么说曹操聪明啊 一代奸雄啊 想的就是不一样 你那目的不是见面道歉吗 你出来 咱外边道歉 找一饭馆或者哪 不挺好吗 你不能去 何进想了想 去 我等不了了 我必须要去 要去 要去 就要去 这些人啊 大眼瞪小眼 何进也觉得不合适 诸位 何人愿意保驾前往啊 谁跟我一块去 袁绍站起来了 本出袁王 袁绍叫袁本出啊 我愿意跟您去 好好好 选了俩人 一个是袁绍 一个是曹操 点齐了御林军一千人 打这出来 坐着车 这个何进没骑马 身份够啊 哎 坐着车 咄咄咄咄咄咄咄 坐一蹭脉子 身旁边左右 这边是曹操 这边是袁绍 骑着马 盔甲铠 capit 全套来 袋着一千玉林军 这俩人抱着他 何将军 到了宫门那儿 请您万万的 多听我二人一句话 有我们保证您料也无方 好好好好 说话的功夫 就到了宫门这 车停住了 何进从车上下来 往宫门这走 曹操 袁绍也下马身后是一千玉林军 走到宫门这了 有几个小太监 应接大将军 皇后娘娘有指 单请您一人入宫 就是那些人别进 就是您一人进宫 曹操看了一眼袁绍 哥俩一对眼睛 心说怎么样 这里边就是有问题 哎呀哎呀进去了 两人一对眼神的功夫 何进进去了 走到里头还回头 那意思你们多保重吧 这两位就傻了啊 哎呀不是哎呀 你想啊皇宫内院进去可不就看不见了呗 这怎么办呐 而且现在这状态不能擅闯宫门呐 你要说跟着何进你们进去就进去了 单纯你们俩人带着说一千人往里边冲 这不行 这算造反 这怎么办 哎呀 你看我我看你 等着吧 真着急啊 啊 等来等去的 就好像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了 两人喘了口气 心说这算差不多了 来呀 来呀 把车顺过来 把何进的车顺过来了 曹孟德冲着这墙里边喊 将军 天色不早 该回府了 请将军 上车 袁少爷喊 请将军 上车 连说了好几句 就要听着里边脚步声音 登登登登登登登 紧跟着里边有人搭了一声 何将军出来了 日表 顺着墙头 何将军出来了 脑袋出来了 身子没有 啪啦一下子 人头落地 袁少就愣了 啊 曹孟一看 哎嘿 果不其然 让我们两个人严重了 本出 孟德 咱们怎么办 还怎么办呢 来呀 重剑棍 杀进荒城 金山竹营几千秋 云所高飞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 一轮银月滚金球 远自湖北三千里 进到江南十六州 美景一时观不透 后天缘有粪 画中有 再来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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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缘有粪 再来呦 画中有 好开心 我们这个状态就跟何进进皇宫似的 开心了 哎呀 谢谢各位吧 能听我这儿瞎说瞎讲 其实在座的各位 藏龙卧虎 我在家给孩子们上课我也说 我千万不要小看观众 如果到今天咱们侥幸有一点点小成绩的话 完全是由于咱们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 尊重观众 人家是咱们的一师父母 大剧场抄起来底下坐了好几千人 那个高人有的是 你千万不要认为你自己如何如何 人家没说话 那不代表着人家不懂 所以说心态一定要特别端正 包括咱们现在现场这些 你知哪位是四年级毕业对吗 这五年级当过什么小队长的 这都没准 这都是有身份的人 我也没当过小队长 当小队长怎么这么开心呢 现在上学还带那个什么一道两道吗 还带是吧 我咱们也买一个行 弥补一下少年求学的遗憾 还是最厉害的是三道吗 四道都有 好家伙 熬到六道就能洗衣证了吧 你在班里当搓板 行啊 挺好 这个孩子们需要这种鼓励 挺好 这不是我儿子也快上学了吗 郭芬阳 现在每天给他做工作 给他做工作 希望他能够按部就班的上学 一旦干这行时间也不短了 越来越觉得这有意思 小时候刚开始啊 什么也不懂 就觉得好玩 但是慢慢的才知道不容易 尤其这个 说书 说书比说像还难 最难就是说书 第一你比如说说三国 你得看过三国吧 你得知道人家三国演绎这是怎么回事 看完三国演绎你得看看三国志 一个是演绎 一个是制的不一样 您就研究每一个写书的人 他为什么这么写 这一杆笔 列位 为什么这么写 过去不说吗 七寸毛竹 握手中 半文半武半书生 可来池中引墨水 饱来纸上 抖威风 上殿动本 文武剧 入庙流失 神鬼经 此笔落在仇人手 敢笔杀人斩将风 就在这儿 就这个笔 要写点东西 那个害人呐 一门灵 你弄个刀 你顶多词一个就完了 他这个东西 千年文字会说话呀 对不对 咱写一个 比如说 于老师爱烫头 写这么一个 这张纸 只要他在 过三千年 人家就拿我这当真的了 可不就这么简单呗 你现在你研究这个 研究那个 也是大伙做一块猜呀 哪那么有准谱 那恐龙你们谁没见着 对不对 咱根据骨头 咱是猜 可能是长那样 你怎么知道 他身上没有什么 红毛绿毛呢 对不对 号是甩一辫子 是那样的 这只能是分析 分析 它不是事实 对不对 严见之事 优软甲 何况这个 这就跟 你看 这说闲话 就是有说 我晚上睡觉前 我也没事 我这 捧着个iPad 捧着手机 也看点新闻什么 有时候看完之后 我也很感慨 包括有关我 我发现有谁 我找了几张我的照片 有印象各位 我们跟几位 向上明家在一起 签一个东西 我那首饰是那样的 然后大伙解读的 五颜六色的 人家都比我岁数大 身份高 一人拿一杆笔签 不不不 您先来 您先来 来来来来 这叫签让 他翻照片 他特意一针一针的找 找到一个最适合他配文字的那个状态 他把这张给你贴出来了 你那哪说理去 对吧 张文顺 张先生出殡 灵堂人家来了 我送人家 人家是好意 我跟你说 怎样怎样 他们给配 这要发火了 要打人了 谁告诉你的 你这天下的事 他就很难说 但是呢 也正确 为什么呢 你郭德纲 你让人骂 你还挣钱了呢 对吧 许你挣钱 就许人骂你 这叫天道 好处都是你的 那就没有王法了 所以我老是这么想 你说你不这样 你天天跟自尔较劲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说三国也是如此 为什么说 说三国要掰开了 揉碎了 讲 讲每一个人的心态 还要结合 现在人的想法 比如说 您要搁的古代 可能您那个状态 你是大汉朝的子民 你是站在皇上角度想 你是站在流邪的角度 你站董太后那 你还站在宦官那 你不同的位置 你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说这个东西 一定得跳出三国来 咱们才能说三国呢 那么上官书 咱们又讲到哪里了呢 爸爸 我干嘛要不说这句话 你们得憋坏 好的好的 大将军何进 前去送死 那可不就是送死呗 够一万个人拦着你 别去啊 别去 我一定要去 那管不了你 到了皇宫 就让人家给刺了 他爸爸杀猪一辈子 刺一个 刺一个 终于他这结果 也是刺了一劲 一会儿的功夫 脑袋出来了 有大墙 扔出来了 要到地上了 这回行了 吃什么也不香了 曹子看看袁绍 袁绍看看曹子 那还等什么呀 来吧 替将军报仇 这一挥手 这两位上了马了 后边一千余林军呢 往里边就冲 提前就说好了 进去之后 各位 看见没胡子的那个 把他杀了 因为宫里边 宦官很多 这也算是 给何进报仇吧 他不管怎么说 宫里边的 他那些个兵 跟外边兵 是有区别的呀 您要说来俩说一下 上皇宫那院溜达溜达 咱看看咱投皇上背过去吧 皇宫那个兵 弄你那一门灵 但外边这是战场的兵 真打仗 不要命的主 这一进来 眼桌子杀红了 打吧 见人就杀 皇宫那院 要了千命 火光冲天 死尸遍地 打到什么时候呢 打到了二惊天 这里边为首的宦官叫张让 钱文书咱们介绍过 最坏 就是张让 但是也最灵 他看出来了 这儿啊 不能呆了 在皇宫里边呆着 没有好 最后无外乎 让人家摁着啥 已经死了就饿了 我得跑 我跑可是跑 我不能自己跑 我得带俩小孩跑 第一 就是小皇上 十四岁的少帝 刘遍 第二个 就是九岁的 陈刘王 刘邪 我得把这俩 带走 喊这俩 起床 俩小孩睡迷糊糊的 今天怎么天亮的早啊 什么天亮的早啊 出事了 跑吧 一大帮宦官 裹着这俩孩子骑着马 往外就跑 跑到哪儿去了呢 跑到这个地儿叫北芒山 跑到这儿 这就已经杀乱了 皇宫里边都乱成那样 皇宫外边您想 就全起来了 四个字 刀兵战火 乱了套了 哎哟 眼瞅着到三星天了 张个让瞧了瞧 不行了 他这人倒是知足 说我也差不多了 看现在这个状况 我是难逃一死 我别让他们逮着我 我自个儿解决吧 给这俩小王子 磕了个头 转身 投合自尽 算是唠了一个整尸首 最大恶极 最后他自杀了 俩孩子吓坏了 一个十四 一个九岁 九岁 比郭芬阳刚大三岁 对吧 你上学也顶多三年级 他能懂什么 刀兵四起 眼前都是死人 咔嚓捅了一个 孩子能不害怕吗 俩孩子吓坏了 他马上也掉下来了 手拉手 不是一个娘养的 他是一个爹 手拉手 赶紧跑 就这会儿乱套了 谁也顾不过来谁了 俩小孩转过去 赶巧了 打这边来 农民伯伯 怎么呢 也住得跟前的 都这么乱 还睡觉 哪有心那么大的人 可是一开门 看这俩孩子 看穿撞打扮 就不是一般人 你要说 来俩孩子 穿俩大褂 就得问 聋子磕的吧 一看这状态 赶紧问 这一问才知道 少帝 赶紧跪了就磕头 得见家 先进来 先进来 让进来 先坐在那 又给倒水 先安慰着 一会儿的功夫 外边来了 一个是有散落的宦官 一个是朝里的大臣 找过来了 这里边就包括有袁绍 还有一位司徒王允 王司徒大家知道 到后文书吕布戏雕蝉的时候 那是他的主场 找吧 皇上丢了 十四 十四也得找 找了找去 找到这 陛下 赶紧接出来 又把马牵过来 好言宽慰 别担心 别害怕 有陈能在此保驾 了也无方 请两位上了马 这儿是少帝 那儿是陈流王 俩孩子 带着俩宝宝 赶紧往回走 安全第一 保住了 人马望外一走 就瞧着远处 火光出天 大队人马就冲过来了 旌旗招展 浩带飘摇 正当中有一杆大毒气 白月光抖大的一个董字 王允一跺脚 截糊着来了 谁呀 西梁刺史 董卓进京了 董卓来了 董卓是奉命进京 杀张让他们来 他没想到 来晚了 张让也死了 何俊也死了 请他这人也死了 请他杀的人也死了 按说他就应该没事了 但是他来可不是为这来的 半道就听听信了 就赶紧问怎么样了 先如今 最后有人说 少帝他们啊 在北芒山一带 好 拨转码头 带着人 就奔着北芒山这来了 来到这儿一瞧 迎面来了一跌人马 这儿坐着俩小孩 俩小孩都吓坏了 哆嗦不行了 尤其这小皇上 刘便坐在马上直哆嗦 马都跟他哆嗦 你看 看对面 冰死冰山 降似降海 正当中马上坐着一人死方大脸 光这脑子 叫他有十二斤 一脸的横丝肉 连病落腮的胡子 眉目打着卷 往上拧着走 大眼泡子 坐在马上 真是威风 两旁边各种的战将 高挑着灯笼火把 亮自由松 小华傻了呀 董卓坐着马上 以了一丝惊 天子何在 天子何在 谁是皇上 天子何在 气势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很难输 这就跟您看街头 那个愣头青的小伙子打架似的 你看这种可能个不大 这又高又壮 这俩人一见面 这啪一下子 给这大高个打躺下 往脸上光光踹几脚 他就怕他一辈子 就这么简单 其实俩人真说拼拼力量 拼拼这个拼拼那个 他未必行 但是就这一下 他就输在气势上 而且打这鞋怕一辈子 我不知道您哪位有打架的经验 你说这个玩意 天子何在 就这一声小皇上差点尿漏哭 吓坏了 这个时候 就看出来 陈流亡的与众不同 十四的那个直哆嗦 九岁的这个 稳当住了 坐得马上 皇上在这 他在边上 拿手一指 董卓 辱氏何人 这是你谁 那么些个大臣将军 没人敢搭茬的时候 他问了这么句话 一个孩子 辱氏何人 你是谁 董卓也愣了 他在西凉 那就是此地的土皇上 而且像他那个性格 此番到了这 心说天下是我的了 来个小孩问我 这一问他 他就愣了 好 西凉此时 董卓 好 辱来保驾 辱来 结驾 你是保驾来的 你是造反来的 就愣这么问你 辱是你 辱来结驾 辱来保驾 董卓 董卓就愣了 臣前来保驾 即使保驾 天子在此 还不下马 这话说的又劲 保驾了下来 这话音刚落 董卓 董卓打马上就掉下来了 走得跟城 一聊一声 孤登跪下来 臣 西凉此时 董卓 扣监 吾皇万岁 到现在皇上都没说话 坐马上哆嗦 还就说 陈流亡 平身 护驾回宫 有个样啊 这个九岁的问题是 董卓站起来 翻身上了马 他这个心里有这么几个念头 第一 很开心 说书啊 最重要一点就是 抒情戏礼 您看唱戏 那都是假的 但是你为什么跟这戏一块哭 一块高兴 一块乐鼓掌呢 因为你觉得唱戏的人 唱的对 他在情理里边 说书也是如此 书情戏礼 咱得讲礼 董卓为什么要开心 此时此刻有什么值得开心的 他从西凉出来 到这来干嘛来着 明明是一封密招 他对外说 这是正式公文 请我来 帮皇上处理国家大事 那么今天 同着皇上 同着这么些人 问我是保驾还是结驾 我说保驾 这是让我参加见皇上 保着一块回去 官方认可 我是保驾 你们谁也不能再说我是叛臣 我不是怀有歹心到这来要干什么 皇上都承认 我是来保驾的 就是名正言顺 现在讲话这一下就洗白了 另外听书咱得讲礼 第一 董卓开心 这趟没白来 为后面的工作发展 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很简单了 此其一 其二 他对陈流亡就留心 太棒了 这个曼说君臣列位 天下爹娘爱好的呀 我教徒的也是这个 我说一遍他就会了 那个为他我就吐了血了 我怎么这么爱他我 我都这么说 这么掰开揉嘴讲 你不明白 不明白 你干嘛干嘛去吧 对不对呀 所以人都是如此 董卓他再狠再坏 但是好歹他明白 这个太棒了 你看做的马上个状态 就这个贵族气概 王者风范 有来言有去语 我这么大一身份 他问得我个哑口无言 这是个人物 在他心中就有了废地之剑 什么意思呢 我胆把那个我得拿下来 我得把这个送上去 一切都是因为 今天的这个对话 改写了汉朝的历史 当然后来人家董卓也做到了 这就先护送着 所有的这些人先回去吧 因为董卓一到 这点事也就差不多了 打兵压境还能怎么着啊 护送着皇上先回皇城 回去之后那就上哭了呗 何皇后啊 宫里这些人呐 死的没死的 惨了在各式各样的啊 该哭的哭 该闹的闹 这都完事之后 天下就算是暂时的太平了 到这会儿 大伙才后悔 后悔什么呢 不该让董卓来呀 怎么呢 天下是他的了 他说了算了 大兵二十万 而且到这之后 合进的很多兵都让他收了呀 整个朝廷上上下下 唯我独孙 跟他讲理 你怎么讲理 你没法讲理呀 文武群臣 没有办法 大伙想主意 短期内 没有主意 这一天 董卓要大宴群臣 因为在这个状态下 吃吃喝喝是避免不了的了 大伙互相熟悉熟悉 也是需要的 互相留个电话啊 扫个微信什么的啊 出来找到了 互相照顾吧 谁能够大 照着谁 这是需要的 在九席宴前 董卓把这杯撂下了 忠公 喊各位大审忠公 桌有一言 诸公听了 我有句话 各位听听 大伙一听 杯也撂下了 筷子也撂下了 牙签也撂下了 听着呗 现在他最厉害 他说什么是什么 你瞧我 我瞧你 你心说不了要干嘛 看着呗 董卓在这坐着 捋着自己的胡子 哎 金少 金上 皇上 当今天子 金上 金上 软弱 陈游戏 陈游王 小朋友 他这个状态 怎么能当咱们这个班级的卫生委员呢 陈游王这个同学好 这个宝宝非常的可爱 我让他坐在这个位置上 您各位同意不同意 是这么几句话 这个话说完之后 整个的酒席宴前 压屈无声 这不是小事啊 各位啊 这不是说德云社选队长 三队队长调到五队下 你这到二踏着底 咱们换换 他不是那个呀 国家大事 换皇上 这 没人敢说话 就在那 有人站起来 我反对 这不是曹操 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呢 环境太压抑了 让大伙儿彻一彻心火 有人说了 不行 今上并无过错 东四十 你自西凉入京 入德宫来 就要废地 莫非说而 与窜泥湖 这话说了又近呢 今上 小皇上 没有过错 你说的那个什么 这个了 那个了 不好好学习了 睡觉什么不洗脚 那都是你鞭打 你知道吗 人家孩子没有那么大的毛病 你打那来 带着人上这 你的目的 你是不是造反来的 是这个意思 这个话说的又近呢 刚才大厅里边很安静 这句话说完了 死一般的寂静 怎么呢 这眼瞅着就要出事 啊 董卓一听这话都愣 还有人敢这么说过 本来是歪在这坐着 您看过影视作品也知道 董卓胖 还不得分别近 大肚子 歪在这 平时舍不得起来 这一听有人骂他 呃 飞很大惊起来 心说我得瞧瞧是谁 看了一眼 谁啊 荆州此时 丁建阳 董卓啊 根本就没把他往心里去 这个丁建阳呢 请丁明元自建阳 他也是何进请来的朋友 他其实跟董卓身份一样的 快来吧 帮忙打架来吧 他来晚了 他来的人都庆功宴了 他是这么一个身份 您各位懂了吧 谁杀谁 他也没敢上 他一进门都上凉赛了 是这么个身份 所以呢 他瞧不惯他 我也是 上这来打架来的 你也是 凭什么你要扬威的 对不对 心里不宣分 所以今天说了这么句话 董卓他可是会武术 他有两下的 又何况力大无穷 苍朗朗朗朗 宝剑初夏 干嘛 我跟你没有废话 我今天就要弄死你 就这么简单 举着宝剑 就要往前走 走了两步 站住 在钉剑阳的身后 站着一个人 现在说这身高得够一米八二左右 小伙子长得精神 四方大连 剑没虎目 逼着口裤 大耳朝怀 身后站着八面的威风 手里边攥着方天花级 董卓就愣了一下 你看这玩意奇怪了吧 没有这人站着 董卓就过去了 知道吗 就这愣了一下 这个董卓身边有谋士 这个人非常有名 叫李儒 民间传说 包括京剧 平剧里边 有时唱到董卓李儒的时候 说这个李儒 是董卓的女婿 董卓闺女嫁给他 其实正史上是没有的 正史上 他就是他的谋士 几乎董卓有什么事 都会问他 关系是这么一个状态 李儒赶紧拦着 国家大事酒后莫谈 改日当堂理论 就是获个稀迷 喝酒了 喝酒就说喝酒 单位的事咱不提 改天改天咱们再聊 是这个意思 旁边文物群臣一看 有给台阶的 也就都过来 老弟喝酒了 可不就这个呗 他打到天边也这点事呗 互相劝一劝 就拉倒了 这酒席散了之后 董卓这点邪活可下不去了 怎么呢 一路出来所向披靡 谁拦过我呀 怎么今天出个丁建阳 他拦着我呢 坐在屋里这儿运气 李儒就在旁边站着看着他 突然间想起来 李先生 您说 丁匹夫身后所立者 何人也 身后站着拿方天画戟 那是谁呀 此乃丁建阳的义子甘儿 吕布吕凤仙也 早就听说过吕布的大名 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可惜如此的猛将不能为我所用 是 你也别着急 若有此心 我想一想 咱们定能将此事做得周全 好 单元如此吧 正说着呢 犹大外边 噔噔噔噔噔噔 time 脚步声音 军族进来了 什么事情 丁晏阳率本部大军 在英文以外排开了战事 叫您出去会战 和这个匹夫 真真岂有此理 怎么呢 人家杀过来了 因为那会儿 军阀混战 也不像你想象的那种什么军队 这就是说翻脸就翻脸 说打仗就打仗 赶紧 董卓也赶紧的顶盔管甲赵某树袋 带着人呼噜呼噜 这就迎出去了 一瞧那边是丁建阳的人 在那站着那种 一看 这就是我刚才念的半天的吕布吕奉仙 董卓发自废斧的爱 好好好 来吧 哪位将军 愿出马 生擒钉匹夫 打仗 那个年头打仗 跟现在打仗 它不一样 尤其想当初 甭说别的 就光这准备马 就要费很大劲 而且您可能也看过电视剧 也瞧过电影 您觉得这个两军阵前两人骑着马 怎么怎么打 如何如何 您看那是电视剧 真正的两军阵前这骑着马打仗怎么打呀 下回再说 春来欢唱 腊梅土芬芳 你半猪吃老虎 我演那个喜洋洋 再来一个 那这等明年开春了 说一个传统的丁场诗 这是传统的吗 丁场诗的意义就是让大家安静 但是我们现场的各位 安静不下来 因为他们来就是为了起哄来的 是不是好开心 我都看透了你们了 很好 每次说书往这桌子后边一坐 我就觉得我是个有用的人 打这桌子往外一走 我就插着了 干别的也实在是不灵 我老说我是废物 没人相信 真的 人难得就是有知音 你看这个废物 这先生 把这桌子后一坐 这就是我的领地 打迁世界 上下五千年 没有我不敢说的 这些年说了不少书了 打小先学的评书嘛 七岁学评书 九岁学相声 八十年代末 又唱了五年的戏 这就是我的履历 这些年也没拿过什么奖 很遗憾 行 我该不是买个奖杯去 我得过奖 我想起来了 有一年我参加过唯一的一次一个电视台的现场大赛 我跟于谦老师 我印象很深 我副赛好像副赛我是第一名 然后到决赛也不怎么给我弄到二十来名去了 黑幕 黑幕是肯定是黑幕 黑幕肯定黑幕 好像拿了个三等奖 有那么贵 因为又过了些年 我后来因为我跟那个组委会很熟了 我跟他们聊天 我说你们那玩奖礼不奖礼 没事别闹 别生气 咱们是哥们 又给我做了一个奖杯 写个组委会特别奖 打那棋 我再也不参赛 你们天天跟过家家似的 所以说包括后来孩子们 我们这演员参赛 不管是什么喜剧类的 去之前我都嘱咐 别太往心里去 它终归它是个节目 在整个节目里边 你扮演冠军 你扮演被淘汰的 那又不争房子又不争地 你说你死我活你犯得上吗 是不是 玩不起了就有点 所以说不重要 不重要 至于说有没有黑幕 这个玩意 列位有句成语 无黑幕不得云 有黑幕 这个一说一乐 观众们喜欢 有时候你真拿一个金奖 拿一个冠军 扭头观众就忘了 所以金杯银杯 不如观众的口碑 最近德云社还挺忙 因为天津德云社有开张 加上我们这几个戏 一个是德云马社 都快杀青了 拍了时间不短了 还有我们北尾路贾一号 也在筹备 北尾路贾一号 是在我们自己的棚里边拍 之前是因为房顶子要长高 耽误工期 地面做完之后 也得15天 在旱马道 所以这个工期一拖再拖 什么时候能干活了 那就马上开机 今年还有俩电影 是啊 好多人都一听我拍戏 都顿度吹凶的 这个还是这样 你看我们有时候谈事 我们自己团队的人老鼓励我 我们郭老师是有电影情节的 我说你住口 咱有时候跟平台聊 跟别的公司聊 人家愿意高抬我 说我有电影情怀 我这 我说没有 没有 我说像说了多少有点成绩 说书观众也爱听 唱戏也能卖钱 我说人生足矣 还压压都好 要疯啊你 不可能 有人说那你还和和人家电影 还遭进人家影视剧 我说没有办法 我说关于电影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影视圈它跟说像是不一样 这个你看说像是啊 我们认为这个老艺术家张三说的好 就永远所有人都认为张三就好像是演员 李四差着 大伙就知道李四永远是差着 因为他的能力在这摆着了 我们看过他演出确实说的不好 他是可以放在明面的 影视圈呢 因为他就 他都不可抗拒东西太多 而且好些东西是虚无缥缈的 所以影视界唯一的来确定一个人好与坏 是按他上一个戏来说 这还是特别奇怪 他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卖钱了 这人就一辈子大伙认为他是行的了 就这个导演没拍过一个卖钱的戏 就永远他是个棒锤 所以他们老得说 这人不灵不灵 我说我就因为这个 我反正这么慢慢往前拱着干呗 早晚会有一个系统 我要赶上能卖钱的 那个只要一卖钱 我就能堵你们的嘴 以后再干不干 那看我开心不开心了 不重要 我是因为这个 所以就屡屡行行的 又有朋友 有好多人愿意窜弄 愿意拿钱 咱不知他们怎么想的 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就爱说点闲话 一说闲话就勒不住 谢谢爸 谢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 接演三国 三国很简单 但是也很难 简单就在于 你不用你编故事 别的说书 别的评书都得编故事 还得给人设计各种扣子 生书熟悉 听不腻的取义 听书得听生的 荒郊野外来一书生打着过 咔啦啦一个雷 坟开了 里边出一狐狸 狐狸一摇头 变成一大老虎 哥 这就算行了 他没听过 他老去这后边 为什么呢 是吧 生书 这熟书 这玩意怎么说 这个桃圆三结义 说出花来 咱不能说 哥仨跟这一磕头 来宇宙飞船 你多一个环节都不能加 边打独油 他能打到哪去 对不对 所以说三国跟故事没有关系 三国听的是闲板 全是闲板 听三国听的是热歌 生书熟悉 听不腻的取义 熟悉 看戏他愿意看熟的 看个苏三起届 看个什么 他要是里边有段唱 他会唱 这算行了 台上也张嘴 他跟底下张嘴 摇头晃脑袋 高兴 生书熟悉 听不腻的取义 听大鼓也是如此 一边听 一边跟着拍巴掌 鼓掌 这就是人的乐趣 但唯独到咱们这了 男就男的这了 他这里边 有真的有假的 你别看你手里 你称两套三国演义 那也不代表是真实的历史 人都写了演义了 演义那就是 真真夹夹 夹夹真真 三国志 你也不能完全相信 笔在人手里边 他怎么写 他下笔的时候 夸谁骂谁 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思想在里面 一般来说 你说三国都得捧刘备 汉式正统 把他搁在这儿 匡扶设计 然后对曹操 要拿反一号来处理 大奸臣 大恶霸 大这个大那个的 你都得如此 因为什么呢 说书 他得分出来反正面 他不能一开篇 这好家伙 孙刘曹 比刘关张还好 那这故事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这个上文书咱们讲到了 董卓 董仲颖 董卓是个厉害主 西凉刺史 进京秦王 其实是憋着谋朝篡位了 在九夕宴前 他说了一个事情 干嘛呢 他准备废了皇上 皇上没多大 少帝流遍 今年才十四岁 十四岁的小皇上 董卓看着不顺眼 十四岁 当什么皇上 他准备立陈刘王 陈刘王九岁 你看奖礼不奖礼 是吧 跟文武群臣商量这事 所谓的商量是通知 他全清朝野啊 跟你们商量一事 其实是客气 我打算废地 这九夕宴前呢 就有人不同意了 谁呢 荆州刺史 丁元 丁建阳 那个场合 都是满朝的文武 各路的新贵 大将军 二将军 坐在一块 在那个状态下 你站出来说 我反对 那就是反对无效 而且对董卓来说 太不给面子了 很生气 有打累下 把宝剑就衬出来了 你说这么高的身份啊 全国来说 其实他比皇上还皇上 他不能说一人之下 他基本上来说 天下就算他的 就在那个时候来说 老剑撑出来 就奔着丁建阳去了 就在这会儿工作 发现丁建阳身后 站着一个人 签文书咱们说了 三国里边数一数二的英雄 吕布 吕布吕凤仙 拿着一个方天画剧 方天画剧都见过吧 哎 跟这戳着 为什么他要站在身后戳着这个呢 信号好一些 跟举个路由器似的 这是上文书咱们说了 九星眼前闹得不愉快 因为吕布在那儿站着 董卓没往前来 但是回来之后心里边憋怨 觉得窝火 他窝火 人家丁建阳还不干呢 带着人马 在外头排开了 喊董卓你出来 说句老百姓的话 咱们比伙比伙 你来吧 董卓吩咐一声赶紧的 给我背马 咱们也听过好多说书 也看过好多的电视剧 其实这个背马呀 在两军阵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咱就说一次 因为这个三国里边设计了好多背马的事情 咱就不能每次再说了 因为大小战争太多 每次先说背马 咱就干不了别的了 马拉过来之后 准备好了 咱们一般形容这匹马好 就说是安颤先鸣 这四个字想必各位都听过 安是安颤是颤 安就是马安 大家都知道马安 但这马安不能直接搁在马背上 先得在马背上铺上一块香牛皮 要不然这安直接搁马背上 你在马身上这一坐来回一开打 马受不了 香牛皮先铺好了 上面有一块红毡子 再上面铺那东西叫颤 安颤 安拿起来就是颤 颤着再马上铺着 底下是香牛皮 为什么都说 这个飞虎颤 飞虎 大老虎长翅膀 这叫飞虎 飞虎颤就是它上面 绣着飞虎的这么一块颤 榴莲颤 榴莲颤 就叫的榴莲 炸酱颤 炸酱 这么一说能听得懂是吧 第六 再上边 再是这马安 马安这有判官头 有铁锅梁 你看前面这个有一个拱形的铁环了吗 他能拉着它 咱们现在出去旅游去骑马也不能让你钻别处 他没有这么一个玩意儿吗 他这个铁板桥呢 它是前后的 前面稍微高一点 后边稍微低一点 也护着腰 人坐在这 前面这个铁锅梁呢 因为将军开打 他拿着兵刃呢 有时这马怎么办呢 老说小肚子一撞铁锅梁 就撞前面这个 战马是受过训练的 武将拿肚子一创它 他就知道往前冲 这是铁锅梁 还有鸟子环得胜钩 是挂兵刃的 这个马嘴上呢 他会挂着四根绳子 两根在上头 是手里拉着的 拉着缰绳 往左凳左拐 右凳是右拐 还有两根顺下去 是连着马凳 脚踩着马凳 马凳上有眼儿 那两根拴在马凳上 因为什么呢 你这端着枪 你没法拽它 是脚底下指挥方向 左脚踹 他直接往这边来 右脚踹 是往右边来 是大概这么一个状态 大将军上了马之后 其实标准的状态是在马上站着 记住了各位啊 不是说像这个似的啊 坐好端着枪 来呀杀呀 那是外行 他其实是在马上站着 也能使生进 这是在马上开打 咱们就说这一回 以后再也不说了 因为这个每回老说着玩也累 这是背好了战马 请董卓上马 有人说董卓还能打仗吗 好家伙 董卓是甘肃敏县人 他打小居住的地方 跟少数民族交界 那些个枪人的首领 跟他最好 他第一是力大无穷 第二来说功夫贤熟 所以说他不是一个 你脑子里想象中 电视剧里边那个董卓 脑满肠肥 一个文官形象 他心狠手辣 而且在两军阵前 是这份 这是真实的董卓 上了马 李如宝着 来再聊两军阵前 外边人家椅子排开 丁建阳 吕布就在对面 丁建阳坐的马上 顿足垂胸了 恨 为什么恨呢 这玩天下事难说 他也是仨邪伙 董卓怎么进的京啊 那不是大将军何进请他来的吗 说现如今朝里边乱了 有这个十个宦官大太监 祸害天下 这个请西梁次使 董卓你是英雄 你带兵进京来 咱们一块儿 剪灭国贼 但是何进请的 不是光董卓一家 他请了好多人 有的就没来 有的来晚了 谁来晚了呢 丁建阳就来晚了 荆州刺史 丁元丁建阳 他来晚了 他到这儿 天下太平了 之前什么杀和进 他也没赶上 张让投和 他也没赶上 小皇上逃亡在外 他也没赶上 啊 这宫里乱了轰轰 他都没赶上 他来的时候 庆宫宴 风尘仆仆来了 人进门来 请请请 好来呗 所以说 他心里边 他对这个董卓 他看不上 咱俩是一个身份来的 都是叫咱们来帮忙 打群架来的 我来晚了 你看他抢先一步 他来了 坐在上面 要五贺六的 他点菜 他负责开酒 他说开哪瓶就哪瓶 我来了 我挨压 他心里不悬分 所以九夕宴前 董卓一说 废少帝 废少帝 把小皇上废掉 他才敢站出来说 不行 我反对 当然了 反对无效 这才回去 把兵马拉出来 因为他是各自的部队 人马 把自个的队伍列齐了 董卓你出来 咱俩比喻比喻 这才要今天两军镇前 董卓 坐在马上 不看别人 就看吕布 怎么呢 真爱 好 这个将军 威风拔面 太棒了 这个人就这样 你哪怕是 敌对势力 他觉得好 他这个状态 他就不一样 越看越爱看 人家丁元丁建阳 坐在马上骂极了 董卓 而乃国贼也 寸功未利 妄言废地 寸功未利 你对国家有什么功劳 寸功未利 妄言废地 来了 你就说把皇上灭了 你这就是造反 一回头 乌尔凤仙何在 乌尔凤仙 我儿子 吕凤仙 吕不叫吕凤仙吗 乌尔凤仙何在 秦辞董卓 话音刚落 吕凤仙 手里攥着方天画戟 这匹马离仙之剑 奔两军镇前 直奔董卓那方向就来了 三国演义的原文 说得很简单 并没有说吕不这一出来 这边来什么大将 两个人打多少回合 都没有 原文上处理的很简单 就是吕不望向一冲 董卓就往下拜 这个也很奇怪 爱说董卓是主场 而且兵也多 但是 好多天下的事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设计的 扭头就拜 而且这一拜不要紧 董卓拜出三十里去 三十里地 各位打北京追着通县去了 追出三十里去 吕不也没追 就回去了 这晚上敢等回来 董卓坐在这 直缩牙花子 四个字 心事重重 现如今心里面是两件别扭事 第一 就是绿布 太棒 怎么看怎么好 若得此将 天下可得也 我来是憋着谋朝篡位 我要当皇上 得有人帮着我 别人帮我不行 张三 张三嘴不利索 李四李四不会唱 王五不会学方言 赵六舞台经验太少 怎么也不行 围堵吕布 跟吕布要是跟了我 这玩意得多棒 恨只恨 这样的将军不能到我的手中 哎呀 这是仇 其实这个仇呢 算是新仇 就这两天刚有的 他打进了都城之后 还有一件发仇的事情 什么呢 传国玉喜不见了 就这些日子满处找 传国玉喜您知道 你别说传国玉喜了 您哪位有公司 你单位那张找不着了 你是不是也着急啊 您和同张乱七八糟的 就这一堆张 你没有这个 您这公司干不就去 传国玉喜 这一说这就是和氏璧 大伙都知道吧 好急了啊 你们来个代表说一下吧 这个历代帝王啊 都拿这块喜啊 得说事儿 这春秋的时候 有一楚人 楚国人啊 叫汴河 汴河上山里去玩去 哎 找着一块石头 这石头太棒 他懂这个 他一看 街坪能看见哪儿 说这是一块乌霞的美 就把它献给楚王 啊 当时这个楚丽王在位 给王子看看吧 这一看这个是石谱 什么叫石谱啊 就是石头外部有皮 这叫谱 有氧化 有这有那个 就是看不见里头 楚王就说 这是个乌霞呀 用一点语言 把它区分下人物 楚王说 这是个干嘛的东西啊 汴河说 这是块玉 啊那行嘞 宫里边有那个玉匠 有专家 请专家 专家来了啊 专家一看这个 这看不出来呀 楚王说 你仔细看看 我仔细看 它也是块石头啊 楚王很生气 我这一天到晚的 这么大的工作量啊 我还得背单词 我还得忙活 我还得给娘娘做饭 是吧 这一天到晚的啊 你这个大胆的变和 弄块石头骗我啊 来呀 小小的惩罚一下 就是把这左脚砍下来了 那这是真事啊 咔嚓一下子 砍掉了啊 去抱着你这石头走吧啊 抱着石头回来了啊 没多久呢 来了啊 还是他啊 献美玉 楚王感动了啊 这这这这人很好啊 说明这个东西是真的呀 呃 还是那块吧 还是那块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怎么想的呀 哈哈哈哈 不是我我回去想了又想哦 我看了一会儿 他就是乌暇的美玉啊 好好好 请专家请专家啊 又来了 专家又都来了 宫里边的玉石类的专家 专家们都来大伙一块看 看完之后说这个 大王啊 这块东西 您看表面的是谱啊 但如果把它抛开之后 它里边也是谱啊 楚王说我有谱啊 我这个人啊 说你再想一想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变和说没有 说就是好东西 您这专家不靠谱 专家们急了 不能啊 我们不靠谱 说明大王有眼无珠啊 大王说说的对 小小的惩罚他一下 把他那条腿砍掉 咔嚓一下子 右边的脚也歇下了 这回算行了啊 抱着这回去 抱着石头 坐在那天天哭 哭着眼睛最后都出血了 跟着难过 这消息就传来了 那个楚王说 他怎么这么难过 叫他来 等着吧 一直也没等来 后来大臣说得接他来 他自个儿来不了 那接他来吧 跟他接来了 楚王说这个天下 被砍了脚的人很多呀 怎么就你哭这么惨呢 别人哭两天就得了 你说你至于不至于啊 为什么呀 扁和说我哭的不是别的啊 我哭的是欲在浦中 无人使宝啊 难道说诺大的天下就没有人知道 他是个宝贝吗 这下把楚王感动了 请专家 倒霉倒霉专家事了 都把专家都请来 楚王说到底这玩意你们看着怎么样啊 专家们说这要想看的话就得切开开 哦 那早说呀 那切呗 打开一看 里边是一块无瑕的美玉 楚王很感动 没见过这么好的玉 说便和我委屈你了啊 这个寡人必有重赏 赏他一双鞋 这王子太缺德了啊 这是玩笑 这是我瞎说的 就把这个玉留下来 叫和氏璧 和氏璧呢 就一直搁在楚王这宫里边那么存着 存了四百年 四百年之后呢 那个楚王呢 他把这块玉就赏给了相国 当年呢 他家里边大丞相叫昭阳 搁了摊上那儿 这昭阳很爱 在家里开展览 请朋友们来看 在展览过程当中 这就丢了 这东西就丢了 丢了之后又过了五十年 在集市上出现了 葱姜蒜和氏璧 都摆都在摊上那摆着了 来了一个赵国人 这赵国人叫妙贤 妙贤看见了 说这可是好东西 把它买下来之后 给赵王看 赵王一瞧 这是宝贝呀 就留下来了 这消息呢 让秦王知道了 秦昭王 说这个我们很想要 就跟赵王说 要以十五座连城 换你这和氏璧 派人去吧 有一个叫令相儒的 哎 令相儒抱着这块壁 就到秦国去 到了殿上 这一看 秦王很开心 哎呀 这太棒了 看啊 文物群臣们 你们都看看 哎 送到后宫 让娘娘们都看看 让厨子们也看看 大伙都看看 令相儒一瞧 这不对劲呢 在我国 就这次这个宝壁出巢 我国的王子 沐浴三天 天天的吃素 焚香祷告 才把他请出来 到你们这儿 是人不是人 拿手这么扑了着 这说明十五连城 换壁是假 一想到这儿呢 哎 出于主意 这个 盖王 那壁上有一裂味 您看见了吗 没看见呢 啊 在哪儿了 递过去了 李现荣抱过来 身后就是柱子 一柱子 说看你们呐 换成是假 诈骗是真 今天我决定了 我把他摔碎在这儿 哎 别去 咱们好商量 好商量 好商量也行 也得照我们王子那样 沐浴更衣 三天吃素 到最后 捅着各国的使臣 我才能把他交给您 那好吧 让他先回旅馆 李现荣多聪明啊 大夫人把这东西包好了 顺小道 回国 到日子 在殿上 就跟秦王说了 我看出来了 你们是狼子野心 那你是不可能 把这个十五连城给我们的 如果真想的话 我告诉你 你们就把地图先画给我们 我们接手之后 这个壁就到了 否则画今天 我死在这 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地方 秦王很生气 同着各国的使臣 真被这人杀了 颜面扫地 所以说这事拉倒了 又把林向如送回去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完璧归赵 但是 这个璧到最后成了玉玺 那是还是秦灭了赵之后 落在了秦国的手里边 大丞相李斯 用小转在上面刻了八个字 成为传国玉玺 哪八个字呢 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南南南道德玄 不对知音不可谈 对了知音谈几句 不对知音枉废 说着对 我这哄你们玩呢 是吧 好吧 这个又到了说书的时候了 喜欢听书是吧 喜欢 都是有文化的人 太棒了 向你们学习 你别看我坐这说书 您在座的各位文化水平学历都得比我高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在哪买的文凭 因为现在街头也不让办证了 所以我那个学历证书也不好逃换了 也仗着您各位不跟我上令 愿意听我这瞎说瞎讲的 诚慌诚恐 我继续努力吧 这个这次录三国我还挺开心的 你要说真实 那你是外面说书 找一书馆 屋里坐满了 120人 那你随便说吧 那你是也不用怕谁 瞎说 有人指的 你不对不对 你还能跟他矫情 顶多谁要录完了 传到网上 你还能找他 删了 所以说还得严谨 这个就得多下点功夫 说完三国之后 咱们就可以说点神鬼摇胡的 这让我看穿了你们了 你说这哪说理去 之前在书馆说书也是如此 你说个南北朝 讲个史记 春秋 讲个这个 你费很大劲 你还觉得挺好 人家观众不爱 你跟他一说王家庄闹妖精 皇后狼狐狸 怎样吃小孩 大伙开心 就哪说理去 谢谢各位 最近德云社工作量还很大 我要是再有点时间 我可能弄得还细致 因为最近一个是天津德云社的开张 那再加上这些个影视剧的拍摄 包括龙字科招生之后 这些个外地学员的问题 这就很复杂 你包括天津德云社 天津德云社这要开 眼片最少得开两到三间 是不是好惊喜 天津德云社原来开过一间 我都忘了零几年 零八年 零九年 原来开过 也所谓的开过就是跟人合作 天津有一个老剧场 我们一块合作 人家出地 我们出人 然后卖完票 两间分账 三七四六 我忘了反正是 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并不愉快 网上传说 那个没人看 那瞎说 没场的录像我都有资料 因为是每周五 天津德云社演艺场当年 咱别说好与坏 反正那天晚上 天津听像的都在天津德云社 所以确实也遭恨 人家小剧场 人家五十个座 八十个座 卖满了卖七十人 就类似这样 我们那会天津德云社是个大礼堂 楼上楼下抄起来 卖满了这一两千人 可不那听像就那点人吗 那个年头 这屋一满了 人家都休息了 所以是很遭恨 但是后来就觉得有问题 账上有问题 因为他卖票 剧场卖票 卖完票他跟我们结账 到今天他的账都没结清楚 而且一开场之后 灯一黑了 他服务员往里边带人 你比如说八十块钱一张票 他五十块钱 他给你送进来 坐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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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脸钱 你管他你找经理说经理还带二百人进来呢 所以说就一直一直没再干下去 好了就拉倒了 真是到今天有的账都是死账 对不上 对不上这一晃十多年也就拉倒了 这回还行 这回天津好几个区都跟我们聊过 另外在天津包括西青什么的 还准备做影视拍摄基地 有这么六七百亩地 准备盖一盖弄一弄 还行吧 不耽误 这不是憋着以后 还要把影视弄一弄 有一个堵嘴工程 挺好啊 挣钱不挣钱的图一乐会吧 人呐 刚才记者采访我 问我有什么雄心壮志 我有什么雄心壮志 待着不也得吃饭吗 人不得干点什么吗 成与不成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行了 跟我躺着你倒点为了坐下来吃饭去 就行了 人总得有点事情做的 还有当年我们在陕西也有德云社 陕西当年也开过 也是跟天津德云社前后脚 后来也不做 人家也是一个百年的老剧场 唱琴枪的 唱琴枪的剧场 也是两家合作 人家出剧场 我们出人 三七四六一分账 反正就是稍微吃力点在哪 你比如说 为什么北京城里边 我们好几家小园子呢 这演完了 他这几个人往那赶 一趟马路的事就过去了 但你要在陕西的话 你这单就一帮人在陕西 你不能说陕西德云社这帮人演完之后 当天改了南京德云社 他赶不过去 后来就不演了 当然后来我看就是自媒体把这解说的可热闹了 说什么被谁迫害了 让人同行排挤了 导致演播下去 那下手 那下手 咱们奉公守法 好好的经营业务 对吧 你这公安部门来了 咱们守法 税务部门来了 咱们纳税 工商来了 咱好好经商 对吧 你这卖泡膜来的 我来完就完了 是不是 还能怎么着 好多人说 不对 那是因为德云社在陕西都没人看 不是 那八千人一场体育馆怎么就有人看 二百人小园都没人看 咱别抬杠 没有意义 所以说短期内 就是先把天津这几家先开开 然后现在山东德云社也在盖着 在盖着 他风格不一样 你看天津这几家 竟是老园子 古香古色的 山东济南的 那个是在市中心 盖了一个大楼 楚天楚地大楼 也是几十亩地 然后楼里边有七个剧场 这是山东济南 那个山东的七个剧场 对 有山东德云社 有山东麒麟大舞台 有说书的永安书场 唱地方戏的单柜戏院 就类似这个 还有那个沉浸式的喜剧的舞台 都有 当然了 我有时候也挺爱看自媒体们 这个编故事 一点小玩意儿 他给你翻了花的说 也挺好 也挺好 谁不都得活着 不容易 挺好 天下哪有什么对 哪有什么错 都对 也都不对 就这么简单 先话少说 书归正传 上回书说了哪了 正文啊 你们记不住 要一粘鲜板啊 你们这个能力大了 上回说的和事弊了 不是为了要占大伙的时间 是把事情得说明白了 找这传国玉玺 什么叫传国玉玺 对吧 它是由于和事弊 最后上面是八个字 有这八个字 就是当时的奉献社会的帝王 哪八个字呢 这八个字 过去来说 谁手里钻上这个 谁就是皇上了 就一辈一辈的往下传 当件丢了好多回 你把我秦始皇拿着他 坐着龙舟过渡庭湖 哎呀 走到这 这个水翻腾了起来了 这是不是底下有龙望啊 湖底下有龙望不开心呢 秦始皇把这玉玺扔里边去了 过去讲究这个嘛 有这就镇住了 你慢说这个 咱们民间传说 什么县哪 哪个府里面闹水灾 有水怪 最后怎么办呢 都找县衙 县他爷拿那印章 夸盖一张 扔到里边去 拿这个来镇着点 说这东西避邪 何况皇家玉玺呢 秦始皇那个夸就扔去了 扔了之后 扔到水底 那年头哪找 但是八年之后被人捞上来了 要送给朝廷 反正打这起就一辈一辈的 每一个正统皇帝呢 都得有他 没有他叫白板皇帝 您这是假的 这过程当中呢 就很复杂 包括王莽篡汉的时候 派人去找这个太后 要这个玉玺 太后拿起来骂了一顿街 人家骂街是用文言骂 反正是书法胸中的不满 到最后这玉玺往地上 啪一扔 摔了一个脚 王莽接过来之后 找那个能工巧匠 把这脚用黄金给镶上 打这起留下一句民间俗话 有钱难买金香玉 老说金香玉 这叫金香玉 黄金香的玉玺 这是经常的丢 上下五千年 玉玺是经常丢 很奇怪 咱等多的要是有时间 咱们就说这块传国玉玺 每一个朝代 它都出现过 也都丢过 但是按照民间的说法呢 就是非得有那种 仁义天子在的时候 它才能出现 这东西只要一没了 说明这王子要完 最后出现好像就是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的时候 打那之后 这东西就一直丢了 反正各朝各代 一会儿出来 一会儿没了 一会儿出来 一会儿没了 咱也不知道是哪个魔法师 在做法 那么这次董卓进京之后 先搜玉玺 这是凭证 你得有了合同章 有了公章 你才能说法人是你 对吧 但是没找着 因为那天 袁绍曹操带着一千玉林军 在皇宫里边杀了一个乱狗 各位你都记得吧 然后这个大宦官张让他们 带着两个小朋友 从皇宫跑上去 皇宫就乱了 遍地是死人烟雾腾腾 火光弥漫 在那个过程当中 这个玉玺就找不着了 什么时候出现才能再拿回来呢 列伯您再稍微等一等 等到曹蒙德歇天子已令诸侯 这块玉玺又出来 重归汉室 再稍微再等几集 好不好 但是这个事董卓他是不知道啊 董卓犯愁 我这没有这个东西说不过去啊 你说我自个儿来罗贝再刻一个 也不像话呀 本来心里边这新日子就因为这块玉玺 很范畴 又加上了吕布 哎呀 这么好的人才到不了我的手里边 这倒上闷酒了 喝着心里头别扭着 旁边是他的谋士 叫李儒 李儒聪明 真是灵 他是董卓的智囊团 而且是说什么听什么 言听计从 旁边看着他 出车就乐了 说您这个心里边 莫非有要事在怀吗 哎 李先生 我想的是哪吕布吕奉献 若有此人何愁大事不成啊 哈哈哈哈 些许小事何足道哉 那意思您这个有点犯不上了 这是小事 啊 先生 即将安出 即将安出 现在没人这么说了 什么意思呢 你有什么好主意 你有什么好主意 你说说吧 当年人讲话即将安出 咱们有人 咱们跟吕布是同乡 可以让他顺说吕布前来归顺 哦 哈哈哈哈哈哈 此功何人也 哪位高人呢 说是谁啊 李如乐了 胡奔中郎将李肃 说的对吗 对 这个李肃呢 跟吕布是发小老乡 打小还就认识 那有这么个交警 好 快请 请他来 共谋大事 请去吧 到那儿就叫来了 那还不简单吧 是吧 你别说相声之间 来喝酒 今儿没工会 明天再说吧 那个睡着着的 舒之夜也得给你抬来 别说舒夜 没有腿也得给你搭来 便和先生就是前辈 虎奔中郎将李肃 来了 跟进来申搭义工 快坐 快坐 哈哈哈哈 李将军 呃 温特将军 与那吕凤仙是同乡吗 啊 是 我二人乃是同乡 您 那意思 您要干嘛 哎 关键奉仙 文武双拳 英雄气概 可叹 不能为我所用 哈哈哈哈 这不叫事情 不叫事 嗯 我与吕布乃旧相识 又有相礼之情 我们是老乡 你看这话说的 老乡见老乡 背后打一枪 打完一枪再泪汪汪 啊 有相礼之情 嗯 我跟您这么说 吕布此人 有勇无谋 建立忘义 我去找他 一定能够顺说他 祥顺 董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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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董卓高兴了 怎么呢 这八个字的评语 太讲究了 有勇无谋 有勇无谋 建立忘义 这人性不定得多次了 你想想吧 啊 很勇敢 那确实是吗 两军振钱多的能力 很勇敢 没有谋略 没脑子 而且建立忘义 那个给快饼就投降了 啊 这是个形容词 说我去 我说了去 好好好 担则一见 好 将军请讲 温德董工 有一记宝马良居 赤兔 愿将此马 顺书吕布 就我不能空手去啊 给他别的他也不在乎 您有匹宝马 赤兔马 那个年头对大将来说 给马就比给黄瓜枪 因为他是大将 可他不挨着这都啊 让你们不要气糊涂了啊 因为那会儿大将军全靠这个 一个是兵人 他冷兵器时代啊 他骑着马 马快啊 那会儿要机关枪 谁要赤兔马啊 对不对 坐三车车来机关枪 那就厉害了 一说赤兔马 董卓还犹豫了一下 那意思怎么执不执 你爹回来就马送去了 他骑着马就跑了 他骑着马再追我 追得更快啊 你看人不得不多想嘛 略意沉吟 这撩眼皮 看看李如 李如呢 微微笑 那意思 给他 为了大将舍一匹马 马去了 把他就拖来了 那不值吗 李如聪明啊 太灵了 要不到后文书的时候 吕布刺董卓的时候 没有人看出来 董卓要死 就他看出来了 当然那是后文书了 好嘞 董卓说这样 这个赤兔马呀 送给他 另外呢 你再带去一份礼物 预带一条黄金千两 再带上点珍珠去 这个可以了各位啊 这个东西 尤其对吕布这种 见利妄议的人来说 是最管用的 因为说 这都说了 爱小便宜 喜欢这个 你要说来个董卓签名照 这不管用 那不管用 东西准备齐了 李肃带好了 回去准备准备 转过天来 去见吕布 吕布他们在外边 安盈扎寨 投钱不打起来了吗 在外边安盈扎寨呢 李肃就来了 来得窃进 人家有寻业的兵丁啊 干什么的 啊 口号 允和有效龙腾四海 这老有这个啊 我知道他什么口号啊 进来吧 这过来了 一说 找谁找谁 面见 吕将军 对他演讲 由顾骄李肃 求见 哦 小兵丁赶紧进去了 好 说由顾骄见您 何人 说叫李肃 哦哦哦 哎呀呀呀 快行快行快行 这站起来 有打这儿就赢出来了 果不其然 哎呀 人兄 是您 快行快行 高兴 老乡嘛 人都讲乡李之情 你包括咱们现在 不管您到哪儿 山东山西了 出了国了 一碰见 你说老乡 马上就觉得很亲近 你看旁边那桌 跟你那地离了二十里 就觉得他是外人 这是人的这个 很正常的一种思维 进来了 落座 哎呀 咱们得喝点吧 来来来来 把酒也倒上了 把菜也摆上了 哥俩聊天 好久不见了 这个 人兄显如今 这身富贵可是不简单 吕布夸理素 为什么呢 一看这状态这就不一样 要陪着麻袋来了 就差着了 这身富贵 哎呀 不值一提 小兄我区区虎奔中郎将 虎奔中郎将 这东西对于吕布来说 诱惑力很大 哎呀 把狗都叫来了 就这一个态度 李素新说行了 这事啊 十有八九就没问题了 来来来 请请 这喝着 喝着聊着 说闲板 这好久不见了 兄台今日为何所来呀 他聊着最后 也得问 最近忙什么呢 您咋我有事啊 这是很正常的 为何所来呀 奉仙 奉仙 先帝 我为意气而来 列位 这就要开始害人了 哎呀 你看这个玩意啊 无论哪位上您公司跟您谈业务去 一进门干嘛了 跟你讲 我是为了情怀要找你 你一定要加倍小心 因为这个东西是藏在心里边的 他只要说出来就是名利的事情 我为意气而来 哼 吕布还挺爱听 你看呀 要不说他上当呢 他是必有原因 为意气而来 很感动自己 很高兴 这看着 是这样的 为大将者 无有宝马良机 如损双足 就是这个大将军 你这没有好马 就跟没腿人一样的 我今天来特献龙居一计 计就是骑 骑马的骑 多阴字 鸽子这也说计 一计良辰 一计马 两头驴 三口猪 是这个意思 龙居一计 就是我给您送一匹马来 现在何处 现在仗外 来来来 奉仙随我来 带着出来 什么东西能够打动你 你就容易被什么东西击败 很简单 你比如碰见余老师 你告诉我 哪哪哪 烫头烫得好 那你要跟我说这个 我能跟你催出去 我用得着吗 是吧 你要跟余老师说 他就哪 哪师傅 能烫什么花 怎样怎样 对吧 这就是你跟高峰 你得说什么相声怎么着了 唱快板的如何如何了 哪卖竹子了 他准跟你去 一筐一个嘴 这就是对病下药 出来吧 来到外边一下 哎呀 太棒 宝马良居 身上这个毛红扑扑的 有人说有那么鲜艳 您就看见 马咱们有呢 枣红马 它比普通的马的颜色还要艳 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 头至尾够杖二 提之背八持五 细蹄寸 大蹄碗 躺脖 调度 安颤鲜明 往这一站 那就不一样 这个好马跟那个英雄是一样的 比如咱们看人也是 这一帮人站在一块 一定有一个让你一眼打上 这就是不一般 这就是气质的问题 有的他怎么捣翅 怎么穿 往上一摆糊 你看那样 你也知道他好不了 这东西瞒不了别人 看眼神 看状态 看他这个感觉 不一样 马也是如此 有的马王一站 你看着就是驴肉火手的命 对不对 他熬到头了他会拉磨 可不就这个 但这个就不一样 宝马 尤其为大将者 看见这个缠着不行了 到跟前来 一拉着缰绳 左脚点凳 飞身上马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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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一圈 这也正常 就跟咱们现在似的 送辆自行车 你们赶紧去跑一圈 是不是 回来得夸 包车 你也没见过什么 这一圈跑下来 吕奉仙再下来 哎哟 爱得不行了 深大一鼓 兄弟 哎呀 这个愧不敢当 哎 宝马赠予英雄 来来来 快快快 快请饮酒 快请饮酒 就觉得感情上又升华了一块 俩人进来了 酒又温了一温 又添了几个菜 坐着聊天吧 如果说没有马 哎 就是普通聊天 你要拿人东西来 你从情感上就觉着 欠缺人家点什么 你看人都是如此啊 对不对啊 哎 是聊闲天 说闲话 吕布也是没话搭个话 这一晃 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您挺好的 哥哥 我挺好的啊 领尊身体也不错呀 吕布乐了 哈哈哈哈 兄弟你喝对了 哈哈 你你没有 没喝多少 你怎么糊涂了 我怎么糊涂 我父亲早年去世 刚才说 还问我爸爸身体 我爸爸早就没了 哎 我说的是丁刺史 丁元丁渐阳 那是吕布的干爹 也是他现在的顶头上司 我问你爸爸好 说你这干爸爸好 我说丁刺史 啊 哈哈哈哈哈哈 端起杯来喝了一口 哎 不 说自己叫不啊 不 也是事出无奈 这就是吕布的不对了 啊 人家说什么了 你爸不好 哪怕是干爹 你爸不好啊 好 或者怎么怎么着身体不好 或者睡觉了 都是句话 谁问你了 对不对啊 你来这么一时候 哎 我事出无奈 我问你了吗 对不对啊 这叫什么呀 这就说明他人品有问题 你这一下 你就彻底把自己交代出来了 那个李肃 叫李肃他不是吃素的呀 那心里边乐的都都开了花了都啊 哦 这这顺着干爬呀 给结果眼了 先帝 以你现在的能力 你这身能为 确实是屈尊人下 我顺着你说 你不是说你事出无奈吗 你这没办法有苦衷 是啊 你确实 你能力太大 你比你爸爸能力还大 你这么大能力 你干嘛跟他呢 这不顺着你说吗 哎 哎 吕伯啊 越听着这话越顺 对 我确实能力很大 我怎么能让他当我爸爸呢 那你问谁呀 那不是你的事吗 对吗 这就看出这个人的品性来了 哎 天下大乱 我也是万般无奈呀 还得说我无奈 哈哈哈哈哈哈 风仙 你看看 小凶我 区区不才 我尚且是虎奔中狼将 我跟您比我比不了 现在我还是虎奔中狼将 超过你多少倍 这话说的都往心缝里面捅刀 我这么大的能力 我没扯 哎呀 哎 啊 八流 哈哈哈哈 兄太啊 说不出什么来了 李肃挺高兴 嗯 贤弟 此处也没有外人 小凶认为天下英雄 此时 为董公儿 就是现如今 就是董卓最厉害的 哎 奈何我无有 捐爱之功 这是吕布的原话啊 我无有捐爱之功 捐 捐捐流水的捐 唉 尘埃的唉 我没有一滴的水 一点土的功劳 这叫捐爱之功 我无有捐爱之功啊 我头抱无门啊 啊 这话说的这份上 李肃乐随身带了一包袱 把他打开往中央一摊 黄金千两 这是一堆啊 珍珠旁边 还有这个董卓特意让他带来的礼物啊 都摆好了 往这一放 奉仙 你看看这个 啊 兄弟 这算何意 奉仙 董公爱财爱贤 倘若你有意投奔的话 我愿做你引荐之人 哎呀 兄弟 这使得吗 使得使不得都在你 奈何你还有一副丁缘呢 哥哥等着 我杀了他 窗前明月光 一时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我是郭德纲 再来一个 再来十个 我也是郭德纲 再来一个 再来十个 我也是郭德纲 所谓的定场诗 其实就是压一压耳音 过去茶馆用得上 因为大伙跟那喝茶聊天嗑瓜子 先生一摔木头说几句话 大伙就不说了 听他的了 那时代不一样的 不过在过去来说呢 说书的先生在艺人里边呢 算是读书一致 我们这行跟其他的不一样 比如说唱戏的拜祖师爷 拜什么唐明皇啊 拜这个拜那个的 说相声呢 祖师爷东方术 但唯独说书的 说书的祖师爷呢 是孔圣人 所以那会说书的先生讲话 我们是圣人门徒 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当年说三国的时候 有些个地儿 先生在桌子上 还必须摆一套三国 其实呢 他说那跟摆那也不挨着 但说着说着呢 还拿回来看两篇 说书的 这做派的姿态都得摆匀了 底下观众的踏实 你看他有书 有书 好多先生到某地区 不了解当地的习俗 说书这桌上不摆书 当地人不认可 觉得你瞎说 就得跟道具似的 摆上 用不用的 来唱片 现在你真摆上这个 你也让人笑话 也不合适 这么多年来 说书这个行业是越来越难干了 信息量现在越来越大 人人都是自媒体 谁都有手机 想问点什么 上网一搜就知道了 过去那完全得听说书先生呢 他说什么是什么 而且说的活灵活现 你不信不行啊 但是现在不好骗了 现在观众都学坏了 你还讲理不讲理给你们啊 但是挺好 不会再回到当年那么兴盛的时候了 过去这一趟街上可能有二十间书馆 杜少过说书呢 以后可能不太会有这种情况了 但是这行他也灭不了 就希望他好呗 因为他其实卖的是演员自身的魅力 同样的事情从这个人的嘴里说出来可能就不太一样 这个就拼的是个人的知识储备量 有人说说书笔说相就雅致一点 这东西怎么说呢 其实从娱乐角度来说也谈不到 雅不雅的 这都两回事 有人过分要追求这个 你雅到头也就是昆曲吧 昆曲那是真雅 我不是你哪位喜欢昆曲 昆曲不是一般人欣赏的了的 那每句唱词里边都是典故 那前清的时候那举子们那个念书的人 都抱着康熙字典听 每一句都典故 你听不明白 那还了得 当年昆曲那也是由于朱元璋一句话 才引起来大伙对昆曲的重视 朱元璋大明朝一建立了 朱元璋这皇上其实挺有特点的 他跟其他皇上不一样 有一天他问一个老头 这老头叫周寿仪 就是昆山人上海边上 昆山人 这皇上跟他聊天 闻昆山腔甚家 耳亦能欧疯 听人说你们那昆山那小曲小调挺好听的 你也能唱吗 就这么一句话 闻昆山腔甚家 耳亦能欧否 欧就是唱啊 你也能唱吗 就这么一句话 给天下的艺人带来了生计 有呼 皇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这说明是要大力的推广昆山腔了 于是连文人当年的编剧官员秀才 老百姓里边有点水平的有点文化的 这个觉得商机无限 属于我的机会 因为皇上问了一句昆山腔 大批的人投入进来 咱们写剧本吧 万一写完剧本 皇上再问咱们 咱们编曲子 咱们排戏 他就是由于朱元璋的一句话 整个的社会 从上到下 所有的人都觉得机会来了 大伙一起研究昆曲 才把昆曲创造出来 上有所好下必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再比如说 朱元璋问我 文太平歌词甚佳而易能欧唬了 咱也得说能欧 能欧 推能欧了 所以天下的事你听着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道理很朴素 你干我们这些行人就得琢磨透了 其实天下事也都跟评书是一样的 不管什么事情说到根也就是一个故事 而且历朝历代好多故事 翻来调去就这点事 换个男一号 换个主人公 换个发生的地点 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结尾 也就是如此 先话少说 干点正事吧 好吧 一 我就不该给你们说这句话 我一说这我就知道他们得高兴坏了 是不是就等这句呢 是 咱们当务之急 咱们得先解救一下丁建阳同学 这个丁元 丁建阳 丁先生 现在生命受到了冲击 上文书咱们讲到虎班中央将李肃 面见吕奉仙要聊一聊接下来的鸿图大事 这个吕布啊 要不然说后世对他的评价不高 确实这个人品有问题 一瞧见赤兔马 瞧见玉带 瞧见黄金 瞧见这些摆着跟前的基因财宝眼珠子一亮 马上就忘了这个丁元对他的好 就算不好可有一点你管人家叫爸爸呀 对不对 这个称呼他不是个老同志 对吧 二大爷 三叔 五舅他不是这个呀 你是管人家叫义父 出来进去的人家管你叫儿子 你这个关系就不是一般的 虽说没有血脉 但是状态摆在那儿 你们是亲人 你怎么能见利妄议呢 这是吕布这个人的大不该 所以说万古千秋 没有人说他好 到后来所干的这些事 三姓家农如何如何的 他都是有原因的 当然了 这个玩意你要拿现在的角度来看 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人活一世 在社会上混 首先 人都是需要一个安全保障 第一步的安全保障 我得吃饭 我需要干净的水 外边下雨了 我得在屋里躺着 地上就不如床上好 我有张床了 我还得有个褥子 有褥子就六倍 有被子我得来个枕头 我这能躺得好 这可能是最早的需求 这个过去之后 他可能有更高一部分的期待 我需要有一份工作 我一天挣多少钱 我得买馒头 买饼 买咸菜 再之后 我不能光吃咸菜 我得好有肉 当他能吃得饱 喝得足之后 他就有更高的需求 他需要比如说情感上的支持 需要人尊重我 你们得拿我当回事 我得如何如何的 他随着这个位置的变化 他是不断调整 所以之前你说丁元给他也好 他是对他有激励的 他是有激励的 但是这边就怕比 你这是丁元 你这是董卓 你所付出的东西提供的这些个 你不如董卓给的激励大 所以你注定你是要失败的 这也是事实 这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说到这儿 咱们就说还是得讲良心 问题是天大的激励 你这里有人情在这儿 有句老话 你可以不害人家 枪口可以抬高一寸 是不是 没有办法 当时出的那个情况下 我们都得一块动手得打他 人家就有打得轻的 人家就有少打两下的 怎么你就得往眼珠子上抠 对不对 那就是品性的问题 这个解释是不管用的 今天一瞧这满桌子东西 吕布是心花怒放 说恨我无有 我捐爱之功报效无门 捐爱 捐捐流水 尘埃 尘埃那土那么点 流水就这么一滴的 这么点的功劳我都没有 我怎么好意思到人家赌卓那去投奔呢 说了这么句话 这就是互相给台阶 那李肃呢 人家是干这个来的 对吧 奉献 是你这样的大英雄 岂能干居人下 这话损了 我可没说让你干嘛 但是我把这事摆在前面 你这么大能力了 你天天你让他支持着 你这样替你不值 吕奉献点点头 那话说的这份上了 好 奈何寸功未利 兄台 一看我现如今 奉献 事不宜吃 这个聪明人说事啊 不用说的那么细致 都说明白那是流氓打架 这事怎么办 喊您抓紧 这就明白了 我想把他弄死 你看我从哪捅这一刀呢 我认为你把小刀磨得快快点 就着脑子瓷去 这俩搁在一块两毛钱一斤 明白人说话可不就一个眼神了是不是 对吧 一说这就明白了 好 吕布站起来身搭义宫 兄台 此番报效董公 全在兄台 那意思我办完了 你得给我搭这一桥 好好好 敬后佳音 那就不用再说别的了 我回去等你的信 你该干嘛干嘛呗 这就走了 这就是谈生意 有买方有卖方 谈的合适了就拉倒了 当然倒霉的是丁元 天很晚了 丁元坐在屋里边看书啊 喝酒 正琢磨下一步呢 你跟董卓闹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就这会儿功夫 一挑这帘子 有打外头 吕布进来 往里一走 人是有第六感的 好多时候 真的各位啊 咱们不是说封建迷信 有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 这怎么这么害怕呢 或者怎样呢 这必有原因 这不是单纯一句说这人迷信就能解决了的 人对这个宇宙的了解最多到百分之五 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 只能说咱们现在咱明白不了 但是人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生命 就说您细琢磨吧 好些个事情真是说 说不明白说不透 但是今天这一进来 丁建阳觉得莫名其妙的觉得不对劲 他这个想法是对的 这个感受也是正确的 把手里的书放下这一抬头 乌尔奉仙 乌尔奉仙 我儿子奉仙 就这四个字 后来大伙也都用 你看 后来他就 董卓不也这么说吗 乌尔奉仙何在 你这玩意就占人便宜啊 这俩叫人儿子都弄死了 所以说伦理包袱有时候不好 不容易出声 叫叫就翻脸了 喊着喊着就不乐意了 乌尔奉仙 所以说这个 那一刺何清半仙你干嘛来了 吕博这眼眉就网起来了 哪个是你子 没有这么不讲理的 对吧 刚才吃饭的时候俩还说了 爸爸晚安睡觉吧 这一会再进来 谁是你儿子 你这个玩就没法交往了 不能够再继续愉快的玩耍下去 原文上说这个地方也很简单 我们也不能把它敷衍的多么的复杂 你要说武侠小说公案啊 什么男女感情的评书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多做文章 但是这个三国志也有 三国演义也有 咱们不能玩了命的给人去铺垫 没有意义 很简单 就是吕卜把刀掏出来 走上前喀巴拉叉 就把钉见羊的人头砍下来了 就这么快 为什么快呢 折自己的尴尬 换听各位 你说此时此刻还能有什么可说的 对吧 跟你商量点事 我现在不要脸了 我把你宰了 然后我上那去 我要当官了 你有什么可说的 对吧 丁建阳肯定得问他 为什么 当初你怎么认我当的干爹 这些年我对你好不好 不能让你说出这个话来 你说的出口我就下不去手了 不能等你说 所以上来卡 就把脑袋切下来了 死尸倒地 吕卜攥着脑袋往外就走 得跟大伙有一个交代 胎 这胎是喊一声各位 请注意 胎 丁缘不仁 丁缘不仁 他这人不仁不义 这就叫诈骗了 对吧 但是总得给自己有一借口 还不能拿着出来 我错了 你错了你给他安上去 对不对 丁缘不仁 我已经把他杀了 满营将官 愿意跟着我的留下来 不愿意的自行遣散 原文上说大概走了一半 就是原来盯部队的人 因为有的人也瞧不惯你 哪里哪里 你们打起来 爷儿俩动刀 脑袋瓜子就切下来了 是吧 跟着下去没有前途 现在说允许我们走 那拉倒了 回家种地去了 所以说就走了一半 剩下一半 吕布归着归着 带着他们 就投奔了董卓 可这一见董卓 董卓乐乐都不行了 高兴 朝思夜叛 这个美英雄现在是我的人了 吕布也做得很漂亮 那头就拜 刘医生就磕头紧跟着认干爹 这玩意气 脆少 不能耽误 耽误别人认了怎么办 是不是 那头就拜 认义父 咔哟 董卓高兴 哈哈哈哈 你看闭门家中坐 天上吊叫儿子来 也不哪听了这么两句俗语 上前就掺起来了 怎么看怎么爱 当下封为中郎将 又封为都庭偶 你看这个就是激励需求的问题了 在丁元那儿 吕布是秘书 正式的身份是主部 这个也有丁元的不是 主部文职官员 他这么大的一个英雄武将 马上部下这么大能力 当主部 就是类似师爷 师爷秘书是干这个活的 而且出征打仗还得指着他 天长日久 吕布心里边他不平衡 心里难受 所以说这也是丁元的一个不慎 那么到这封了喉了 你这两个差距太大 对吧 你头两天还在天桥街上说书 转天 非洲是他的了 你说这玩 那么大草原哪都能说 谁听啊 谁听啊 达这起最开心的人 就是董卓 董卓觉得自己现在要给自己写评语的话 那就是如虎添翼似饼沾麻 前半句是老的 后半句是我编的 如虎添翼 大老虎长翅膀 飞起来咬人 四饼沾麻 那你想啊 饼上沾着芝麻 那不得又酥又脆吗 太棒了 走道中横着一样 谁能把我怎样 太厉害了 而且呢 他给自己加了一些个荣誉 什么叫荣誉 第一 入朝不驱 我不知道你那位熟这个 驱 小跑 这个文武群臣上殿的时候 要驱步 所以你跟六街似的 这么走 不允许 那是犯罪 你说皇上那登殿了 咱们得去撩着自己的官服 稍微毛了点腰 哎 小跑 往前这么跑 这叫驱步 所有的官员都得如此 但是到他这儿了 自个儿加封自己 入朝不驱 我逛街什么样 在你这儿就是什么样 大摇大摆 就这么溜达着 剑铝上殿 剑呢 跨着剑呢 铝是鞋 你多大的官 多高的身份 上金殿 身上这个武器 你得摘下来 身边不能带寸铁 鞋 我战功赫赫 我让皇上他大爷 不管用 都摘下来 鞋得脱了 就得功高盖世的那个主 顶多给你留双袜子 基本上 头上殿 都得光脚 皇上这儿铺着红毯子 红毯子 就是你那个鞋底 不能蹭在毯子上 就打大殿 外边往里一走 个个的 光着脚 撩着衣服 往里边小跑 对皇权的尊重 董卓没有 到哪儿去 跨着 大宝剑 在金鸾殿上 当然了 也没有说带着剑上金殿 就能刺亡杀架 那么些个武士 不过你能带着剑上殿 那就说明皇上拿你当亲人 脱鞋 没有 哪怕外边踩完了雨 踩完了泥 人家上金殿也是 咕嚓咕嚓的就来了 看来鞋里边有水 哭嚓咕嚓的 身份吗 还有两点 不明 什么叫不明呢 不提名字 第一是招书不明 第二是赞败不明 招书啊 圣旨下来了 比如说皇上出圣旨叫高峰上殿 主名乡人家园 主名乡人家园 一队船底 隔渊社总教习高峰上殿 就都得提 但是如果说招书不明的话 那么就没有后边的高峰俩字 就光是提身份 总教习 一队船底 谁谁 建家 不用提高峰俩字 为什么呢 就是在金殿上提你的名字 就说明你跟皇上是天壤之别 不提你的名字 说明你这身份跟皇上是平起平坐 这是多大的荣誉 对吧 一个是招书不明 一个就是赞败不明 赞败就是在金殿上 大丞相张三贵 你得贵 现在不用提这张三了 就大丞相建家 这从古至今历朝历代 就这四样 这四样是最高的荣誉 我算了一下 我也翻份资料 反正是封建社会吧 就这四样集得一身的 因为这也不一样 有的就是占一样 有的占两样 就这四样全齐了 就一个人 就是北宋有一位王爷 叫赵元衍 山前住过延元衍 山后住过延元衍 不是那人 叫赵元衍 他就是咱们原行 说是北宋有一八仙王 就是他的原行 就这位王爷 只有他一个人 上下 就多少千年来 您翻历史 只有他老人家一个人 就这四样占齐了 其他的没有 但董卓这个 不是皇上给的 是他自个设计的 对吧 你他设计 我要在金殿上跳街舞 那也没办法 对吧 全清朝野 小皇上是个百亚社 所以这么一来 朝里边从上到下 人人心中不愤 但是 没人敢说话 此时此刻 董卓要干的就是一件事情 废地 他就看着皇上别扭 十四岁的少帝 流便 老憋着把他鼓弄下去 这天 大宴群臣 文物群臣都来了 得吃饭 也没别的事 净吃串了 凉啤酒 花生毛豆都摆上 坐在这儿 一吃一喝 吃饭不是目的 目的是说事 咱现在也是 咱明儿有一饭局 一块吃 一块吃一定有原因 当然除了那些专业吃饭的人 就被喝酒 那是另一回事 大部分人的饭局 都是有一个目的 不定为谈什么 酒洗烟前 董卓把这茬 又撑出来了 我官 当今天子 软弱无德 你这个玩儿 不是大臣说的话 软弱无德 怎么叫软弱无德了 对吧 欲废地 改封洪农王 他都给设计好了 我准备让他不当皇儿了 我觉得封他个王爷吧 叫洪农王 洪洋农业的一个王 还真是那个字 洪洋的洪 农业的农 洪农王 我觉得让他干这个挺好 别当皇儿了 以后没事种种地 贝贝贝结起歌 也挺好 其实啊 已经快不拿这个过场当回事了 这么一说 刚才大伙挺高兴的 撸串的包花生的 喝啤酒的 全杀了 瓶子也撂去 串也搁去了 说的他们跟街上开会似的 有不同意的吗 有 能没有吗 就在这边 占起一杯来 董卓 敢喊名字 皇上都不敢喊名字 他敢喊名字 当今天子 哪里无德了 你口口声声废地 莫非你有反心也 你得说出来皇上哪不好 你天天就这说 就憋着说 废了皇上 你是不是想造反 说这么句话 文物群臣都佩服 就这个状态下 这个环境下 有人敢说这个话 就不是一般人 大伙都看 果不其然 还得是他 谁啊 袁绍原本初 听过前几回书的 您对袁绍是有些个印象了 所以他说这个话 说得出来 站起来说这话 董卓 别说董卓了 你换我哥在那儿 这脸也不好看 正露脸的时候 是吧 让人站出来 当当当 怼着面去 一伸手 苍朗朗朗 扭打了一下 就把宝剑撑出来了 原本初 这个人要是一喊大名就是要出事了 你回去琢磨琢磨 你爸你妈要说你的事 你想着道理去呗 你平时怎么都行 哎呀 儿啊 闺女啊 宝贝啊 你这个你那个都行 他多的一喊大名 你准惹祸了 他要翻脸了 对不对 冤奔冲 拿手一指的宝剑 难道说 你以为我的宝剑不利吗 我这不快吗 对吧 冤奔冲勒了把自个的剑撑出来了 让你尝尝是你的力还是我的力 你没有我的力 我得比你的力 你的力没有我的力的力 比如说这是朝堂上吗 这俩说像的练着口令呢 两个人你瞧着我 我瞧着你 拿着宝剑往前走 眼睁睁 这就要雪剑大汤 好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目家 亭台六七左 一只鸿杏 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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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来一只 再来也是他 谢谢吧 谢谢各位 对传统艺术的支持和鼓励 行啊 乐乐呵呵的得了 这些日子春天柳续满天飘 我这个鼻子一到这天有时就不舒服 我有心也戴口罩怕不合适 要是能戴口罩说书我省心了 弄点音频一放 我想 退票 退票 因为这有明白人 马上人家说说退票 你买票了吗你 这回说三国我也是没想到 因为我原来想 等我老了我再说这个吧 后来想想也对 老了可能就说不动了 好多东西记不住了就 而且这个书他不想说别的 别的拿起来就说 那真是瞪眼说瞎话 像这个 人名字你也不能跟人瞎编 他叫吕布 你这咱叫张仇段 他不像话 是不是啊 这都有据可查的 他哪件事挨着哪件事 他都是死的 他不想说西游记 我那个西游记跟袁柱是不一样的 等我有机会吧 我录完之后 我当天我自个儿弄过一套西游记 大陆县是没错的 也是取经 但是我从开始 从金蝉子一下凡 就是雷音寺 怎么串着 不说了 不能说 我那个是这样的 就是 他就是如来佛的弟子 金蝉子晚上在雷音寺里面寻意 来一个金鼻子的小白老鼠 偷喝佛前的灯油 巨大无比的大蜡烛 爬上去喝蜡油去 但是太烫 张不开嘴 金蝉子过去 就把蜡烛那花儿弹灭了 这一弹灭之后 手上还留了一个记号 一小八 让这老鼠跟那喝油 如来就说了 你看 你这个动了烦心了 不是我弟子 所以你要下凡 作为取经人再回来见我 什么时候 你再能以取经人的身份 出现在雷音寺大殿上 能看见我 我才承认你是我的徒弟 就这样 金蝉子就下凡了 要做取经人 小老鼠也下凡了 在半道上等着他 天下妖精等唐僧都是为了吃他的肉 唯独小老鼠是为了跟他结婚 是为了报恩 然后 金蝉子到了凡间了 他一共是要投胎转世十次 这前九回不一样 这一世可能他是个坏人 下一世是个好人 这世是个女人 那世是个妖怪 种种了吧 反正每一世的最终结果 都是我要去取经 但是都是阴差阳错 就走到流沙河了 被沙和尚给吃掉了 吃完之后 脑袋扔到河里面 它不沉 飘上来了 开始人家搁手里盘着玩 后来越来越多 就拿绳子串在脖子上挂着 这就是他为什么沙和尚挂着九个窟窿 九个窟窿齐了之后 第十个来的才是后来唐僧 我是从这开书 先是开九世唐僧这九世的过程 这之后 然后才取经 每一山每一栋 每一个妖精 都是我自己后来从编的 不一样 所以之前您听有一次我在北展台上 我说了一点 好像大伙还挺爱听的 对 那就是我与众不同的西游 那等有机会咱们再玩那个 好不好 好 先说三国吧 这个 上文书 好 我想着呢 我不能再让你们把我往沟里带了 这沟越走越宽了 就在这个九席宴前 袁绍跟董卓两个人要开始比粗了 什么叫比粗呢 这也是戏曲舞台上的一个技术用语 就是俩人你也不服我 我也不服你 咱们看看今天到底要如何 你在这个状态下 能让俩人真动了菜刀 动了宝剑吗 就得有人拦 尤其是董卓这边 董卓为什么脾气这么大呢 这不是有吕布吗 对吧 他横啊 你看我们那这个 原来有小孩 我就印象很深 嗯 他一出去啊 就好打架 净出去跟人动手了 后来我们也分析 怎么出去老打架呢 就分析这几次 后来发现不愿他啊 他有的时候出去就不打架 我一问那几个人 那几个人说是 说他出去招歉 东北话叫刘贤 他老得勾搭别人打架 翻脸上上上上 所以说小孩的心态就是这样 有撑腰的呀 他不在乎这个 自个儿出去呢 规规矩矩 见谁都鞠躬 天下单有这么一类人 今天也是 我有一子干儿屡不屡奉仙 我还在乎谁 真打起来了 我还能让他把我囊死吗 他是这么个心态 但是李儒在这儿 李儒得拦着呀 那是他的智囊啊 不能真动手 咱得说干事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不是把那皇上拿下来吗 咱就说干这个事 目的不是为了在这儿 九夕验前真动了刀 出人命 血流遍地 那个没有意义 所以董卓呢 这一喊一闹 旁边李儒过来就拦着 说两句片汤话 劝一劝 但是袁绍也不是吃素的呀 此地我不可再留 扭头就走了 在东门以外挂劫器官 这是三国原文上写的挂劫 这个劫呢 现在也见不着了 嗯 换一个说法 苏武牧阳见过吧 京剧舞台上苏武老拿这么一个玩意儿 竹子棍上面挂着动物的尾巴 毛啊什么的 这个是代表着天资给你的东西 你拿着出去到藩帮外国 跟各国一说 这是代表着皇上让我来的 有个节 啊 不一样 有大的有小的 有长的有短的吧 哎 上面也挂着什么毛 有几节几节的 我就大概说这么个东西吧 就是跟挂印的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我不干了 就这么简单 他把这个挂到东门上 他走了 奔冀州而去 他走了 他也带着兵呢 他有自己的部队 他走了 回过头来 连李如在跟前好多人呢 就劝董卓说您别生气 而且这谁 袁绍这个人呢 他的性格呀 导致他以后也不会成其大事 说咱们跟他闹翻了也没有意义 董卓倒是听劝 那好吧 后来呢 还派人找这个袁绍 啊 得了 别生气了啊 封他一个渤海太守 这是袁绍今天走了之后的事情 我们再提 那是以后了 现在设计不到 那么今天九夕宴前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可是除了袁绍站出来说这个话 其他的文武官员没有人再提了 时隔不久 到了九月初 这一天 皇上登殿 就是这位少帝刘汴 这登了殿了 文武群臣都到了 这底下是董相国 董卓加封自己相国 为什么后来都说董太师 就都他自己给自己加的封号 啊 在底下 同着文武群臣 董卓打怀里边掏出来一纸诏书 就写完了 也不是他写的呀 李如写的 同着文武群臣 同着小皇上 正式的宣都 没有别的 当今天子软弱无得 今废为红农王 立陈流王为帝 通知书 就是今天就开始了 这个小皇上 我觉得他不行 你们也别问为什么不行 我就跟你们说一声 我都给他定好了 他们接下来他就是红农王了 啊 来 请下来 更衣 列位 损透了 刚才摆着架 公俄裁女 太监们伺候着 棍袍袋 坐在这儿 皇上 这会儿一扑了脖子 这儿 把这事做了 摘帽子 脱龙袍 从上到下 骑着咔嚓 给你扒了 也不疼 也没人打你 侮辱性极强 真的 你看这些日子 网上不有这么句话 是吧 伤害不大 侮辱性极强 这不就是吗 我那天看见这句话 我就想问这哥在这儿是最合适的 太侮辱人了 当时就哭了 怎么呢 四月份刚当的皇上 现在是九月 不到半年 还没热活够 当时就完了 而且马上让人到后宫通知和皇后 他那个妈 灵地那个媳妇 何进的妹子 杀猪那家来的大美女 说清楚您可不明白是谁 通知一下 之前的身份改换了 你心里有个数 归着归着东西吧 哎呀 小皇上在金殿之上 哇哇的痛哭啊 害怕呀 这边就把陈流王请过来了 请陛下更衣 这个也傻了 这才九岁 对不对啊 穿吧 打那套扒起来给他换上了 换完之后往上一扶 坐好了 董卓带大伙胡拉超跪下 乌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个戏剧冲突有点太大了 那没办法 一朝天子一朝臣啊 这朝不用那朝人啊 金鸾殿上改的就这么快 这儿有人就把红农王送回去 这会儿已经有了他自己的妃子了 唐氏 加上自个儿那亲娘和皇后 你二仨也没什么事咱们哭吧 爆头痛哭 这儿哭完了之后 有人拿着锁链子来了 叫这娘儿仨住的这宫殿上锁了 严禁探望 你们仨也别打算出去了 反正管饭 说我再像原来一样 不可能了 接下来的事儿竟胜哭了 哎哟 就这点事儿 朝野震动 都糊涂着 连这个原来的陈流王也糊涂着呢 角色转变都没人通知我 怎么突然间我就是皇上了呢 说我不当不敢 你到这会儿 想不当皇上那还成 你看人家董卓这个状态 陛下 您不当皇上您这是要造反呢 你看 话没说出口 但意思是这么回事儿 让你当皇上就当 别人篇废话 那么他是哪一任帝王呢 您记住了 这就是汉朝的汉县帝 您看京剧《逍遥金》 高派名剧《汉县帝》那一大段唱 领着俩孩子哭得可惨了 让曹子他们欺负的 就是这位汉县帝 你这历史好多事情真是很搞笑 你不知他们怎么设计的 打这儿起 新皇上上任了 那位呢在后院天天都哭 跟着妈跟着自个儿的媳妇这么哭 董卓呢还天天的派人盯着 听听都说什么了吧 没说什么 哎呀 俩仨哭了 哭得怎么样啊 说挺好听的 但是没有昨天的声音大 那是累了 累了 天天听 但是他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呢 董卓不能养礼一辈子呀 终于有一天 打发李儒 去吧 李儒是多聪明的人呢 带着十几个校尉 带着酒 带着杯子 就来了 咱们有句话 酒无好酒啊 就说的是这个酒 这是毒酒 占纯 占纯则王 带着酒 来了 来到这儿 见驾 啊 参见王驾千岁 前些人才万岁 现在你看当玩儿少活好几千岁 啊 参见千岁 这个马上快到您过生日了 董太师让我给您呐上寿来的 这是寿酒 请您满饮一斗 倒完了 鼻鼓 寿酒 小黄眼泪都下来了 寿酒啊 受不了 准知道 这酒里有问题 李儒呢 也没有这么客气 就是表面的啊 天不早了 您喝吧 既是寿酒 你先喝一杯 你看 刘便说的对啊 喝寿你来一杯 李儒瞧瞧他 李儒心说那我哪消化得了啊 也没废话 请您 瞒您慈悲 董太师还等回信呢 话说到这份上了 就明白了 就是让你死 啊 眼泪就下来了 旁边他那妃子 唐氏 医疗医生跪倒了 痛哭哀嚎 说这杯酒 我来饮 能不能放他母子一条生路 饶了我的丈夫 饶了我的婆 这旁边 和太后啊 哭的都不行了 顿足春兄啊 骂谁啊 骂自个儿的哥哥和进 和进无谋江山受雷 现如今连累了我一家 饱挑命都难 谁说哥哥你是真浑呢 挺好的一把牌打个稀烂 哎呦 和太后跟这儿跺了脚骂街 李如也不爱看着 一挪嘴 旁边校尉过来 一拉和太后走走走走走走 打楼上愣给拽下了 连踢带打就把人拽走了 到这屋里边 就剩下军妃二人 李如很不耐烦呢 天不早了 董太师等我回报呢 快点吧 哎呦 你容我军妃一别 就你再等会儿 我们俩要告别 两口子抱着一块儿 放声痛哭啊 哭罢多事 你老哭也不是事儿啊 李如新说 这要等他自个儿喝 没日子了 吩咐两边人 滚 跟手有人过来 摁住了掐着嘴 拿着杯往嘴里愣灌 片刻之间 军妃二人死在了哀臣 这看死了 踏实了 转身回报董卓 董卓很高兴 很踏实 紧跟着呢 何太后也让他们弄死了 这一支去的是干干净净 朝里就算是所谓的 暂时太平下来了 董卓可了不得了 你想一想 想干嘛就干嘛 我想让谁当皇上 谁当皇上 这个天下是我的呀 您看看这个三国演义上说 说这会儿董卓啊 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夜宿皇宫 这皇宫啊 哪间好推个就进 也不用回家 就跟住旅馆似的 而且无论是什么叫宫女 哪个叫妃子啊 这个好啊 来睡觉来吧 就叫过来睡觉 祸乱恭维 文臣武将恨的都不行了 有一个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朝里边有一位岳齐将军啊 武将军 武夫 武德瑜 武将军看不下去了 怎么呢 岁数也大 对大汉江山的情感也重 心说要照这样下去 江山不就完了吗 我喝出去我一身 我把董卓弄死得了 这个很简单 话虽如此 那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董卓出了进去 身边一百多人 他出来之后 他有一个大轿子 因为汉朝的时候 他那个交通不像现在似的 也没有像后世那种 比如八台大轿什么 还没有 他就是跟个大坡些似的 他坐在那里边 而且是这么仰着坐 然后前后的有杆 底下有底 几个人抬着他 就是大致的很像 您到四川爬山划杆 就是类似那么个东西 在那会儿来说 就算不错的了 只不过他做的 可能更豪华一些 有些个花 材料上更奖励一点 就算不错了 一百来人跟着他 而且还有吕布吕丰仙 前两天 在金殿上 把皇上换了位之后 其实文臣武将那个态度 董卓心里有数 心说此时此刻必须要杀一敬百 所以出来进去带着人也多 他也怕自个儿出事 那么今天上朝 坐着他这大轿子 到在了朝房门口 要下来 还没下来呢 就打旁边 武将军就过来了 这一抱拳 老太师 说句老太师 他坐着坐着呢 要起来还没起来 因为他得下来嘛 武将军 刚说句武将军 武将军一伸手 有大怀里边蹭一下子 把短刀掏出来了 一般的刀他得这么长 但你说那么长的刀 搁在怀里边 这露一尖 搁在哪这都不好看 他非得是短刀 老将军提前都准备好了 摸得不是快 藏在怀里边 借着抱拳拱手的机会 就往前来紧跟着 就把这刀出来了 往前来 我去你的 这就要扎他 董卓最大的特点力大无穷 到跟前了 而且反应挺快 他终归他是武将 这就往起来一抬脚 踢在手腕子上 这刀就飞出去了 紧跟着这轿子一落地 董卓站起来了 乌尔奉先何在 乌尔奉先何在 吕布在那后头了 你这会那是露脸的机会来了 两步就到跟前了 武将军岁数也大 上朝来又没有兵刃 他不像吕奉先 吕奉先的画戟随身能拿着 他不拿着 有兵足给他拿着 你一上朝来 你说你带着风天画戟 狼牙棒也不像画 藏了这么一个短刀 还让人一脚踢出去了 武将军望上扑他那意思 我掐死你这好的 你就到不了跟前了 这一百多兵丁护卫 何况还有吕布 上前来两下 就把武将军摁住了 就在朝防门口当众处死 血流遍地 温臣武将可都瞧瞧上朝 官们得上班来 可就都看见了 就瞧瞧董卓拿脚踩着武将军这死尸 仰天长啸 当天金殿上没有人说话 所有的臣僚们顶多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人说话 所有的国家大事 一些个公文都办完之后 屡屡行行往外走 其中有一位大臣说话了 列为年兄年弟 大伙一回头 司徒王允 王大人 好 各位大人 明日乃是在下见将之期 见将 贵贱的贱 降落的将 明天是见将 我的生日 过去人说话他雅致 对自己都说的很低 对别人都捧得很高 您都是什么贵姓贵姓 我们这如何说 见将 我这个人就这天降生的 是这一次见将 我过生日 请各位年兄到府下一句 好好好 明日定当过府败寿 好 明日我略备薄酒 恭候诸恭 王允要请客 那个年头像这个身份的请客 他跟老百姓就不一样 而且 您各位听这话就明白了 不是为了吃饭 因为朝廷上下这个状态 作为王司徒这个人 他是有想法的 请的这客人 也不能逮谁请谁 得请那个咱们能说到一块去的 咱们得是朋友 而且来说 心往一块想的 我请您来 简单结束 转天晚上 请的这些个大人们 陆陆续续的都到王府来了 摆上韭菜 摆上蛋糕 插上蜡烛 那年头没有那个 是吧 大臣来了再唱生日歌 那咱就别三公愿意了 来了先客气客气呗 先拜授 拜授之后寒暄寒暄 坐下吃饭 吃着喝着 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没有一上来就说的 没有节骨眼 他得慢慢渗透 喝了点酒 大伙也放松下来了 酒席眼前 王允就开始说话了 说什么呢 说一说朝中大事 没有别的 显如今朝纲混乱 自打董卓进京以来 七天灭地 显如今大汗江山毁于一旦 就把这些事情一二三四的排列好了 全这么一讲 刚才大伙坐在这还有说有笑 就这伙公主鸦雀无声 紧跟着就有人开始哭 这个声音开始不大 越哭越响亮 越哭越响亮 你也哭我也哭 文臣武将触动了心事 在酒席眼前有一个人他可不爱听了 好 人心不知愁 西阳西下水长流 将军战马金河寨野草鲜花 遍地愁 好 我要批评你们 今天你们没有接上来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我就忘了 这么愉快的一个行业 谢谢各位这么鼓励 这么支持 这么捧我 天下说书的人有很多 全国大概还不得有个五六个 这行业算完了 一个行业全国才这么几个人 你是怎么干的 不容易 因为他之前下的功夫太大 而且我们这玩意 他实话实说 他又不能量化 这就不好干了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天津的 你中医大夫 扎针灸啊 开药都好 你这东大夫 那真是 我认为他是神医 好多人跟我一聊天 中医不行 我说咱也别抬杠 这就跟说像似的 是说像似的 每个你都爱听吗 是 就这么简单 对吧 为什么这个说像 一张票一千八 那个五个钱管饭还没人去 你要拿那个来衡量的话 那就没法干了 但又不是人人都卖两千块钱票去 那只能说您遇人不输 您碰见那 就那样的 中医也是如此 上下几千年来 那不就靠着中医活下来的吗 他如果说他骗人 今天骗明天骗早晚他就没了 他能存在好几千年自有他的道理 现在有些孩子们 咱有什么说什么 我有那朋友也是中医 小孩上三年学 他就出来了给你好麦 这个东西他跟说像一样 他需要经验 跟着老师走南闯北 他得见十万八千个病人 他得有经验 他才能知道这个如何如何 所以说你不能因为这个 你就说中医怎么不好 那么不好 那有失功允 我们这朋友也是东大夫 最起码我好几次又不好受 关键人家得说在前面 你这也会是什么什么 拿过针来 也没有说你躺好了 然后又得这样慢慢的来 他没有 你跟他站一面对面 他就拿着针赶紧连说话在聊天 甭管是脸上脑子连看都不在看 你我跟你这么说 你多慎得疯 他就是什么 你他家里祖传五六辈干这个的 往上倒人家家是御医 你这就这么简单 您碰见那个不是 对不对 他看完你之后 他就告诉你 你这会是什么 我给扎完之后 一会你咳嗽 或者你这病人 你出去溜达去吧 溜达完回来 你只要一排气 你待会怎样怎样 他先说 说了之后 完全按他那来着 而且之后你就好了 你不信他 你信谁 对吧 你不信他 你倒叫迷信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跟他聊天 我也说了 我说您这行 没法量化 我说我正给你接着北京去 咱们导持金碧辉煌来一大会所 你给人扎针 这不现实 为什么呢 你这神医就一个 门口来八百人 你累死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行跟说书道理是一样的 他不是说 我愿意说书 我给你个词 回家背一背就得了 那愿意学针灸的孩子 不也有的是吗 咱也见过那个 外边诊所贴着针灸 三百亿回两百亿回 咱也能扎上 好不好 人告诉你 您这个得来四十五回 你看就这个呗 你差两回你还嘀咕 怨我 没坚持下来 说书也是 他不是背课文啊 为什么好多人说书 您各位觉得不爱听 那是不爱听啊 但凡认字 有点脑子 没有别的业余爱号的 不都能说书吗 怎么还没有别的业余爱号呢 他喝酒了他玩去 谁共是背这个呀 给你一份词去背去吧 这大爷真认真天天背 背完之后坐着给您背一遍 谁听那个玩意啊 对不对啊 说书说书 再说 您各位什么文化都有 苍龙卧虎 您大学教授 博士前博士后博士左 甭管您在博士是哪边吧 是吧 您坐着一听一听郭子刚说的 你看别说 他说的 从他的角度理解 还是有点道理的 也得让您能听 没文化的听完之后 也得讲 这故事挺好玩的 你这才叫说书呢 为什么说难就难在这儿呢 你看我们招生的时候 德云社招生 比如我们招说相 你来三百人我都敢招 说书的我一个都不招 为什么呢 我家里这几个徒弟学说书的 二十年了还没摆浪出来了 你看他就这么难 说简单是真简单 我们小时说书就是跟着 先生一块听去 先生在一个茶馆干仨月 我们天天就中午十二点多到那去 跟着扫地收拾屋子 有时冬天那书馆还得点炉子 我们得忙活弄炉子 他讨点仔细啊 干活啊 人家前后台不讨厌你啊 这是 先生来了 吸盛茶给弄好 伺候得了 他坐在那儿 这就开始我们听 没有人跟你说 就是你坐那儿听 这一天他说仨钟头 完事给他伺候回家了 先生高兴留你吃顿饭 不高兴滚蛋 回家之后捣磨 他今儿说这仨钟头说的是什么 我得大概能把他背下来 自己拿笔 紧要的关节写下来 人名字写下来 好包包记下来 这样的话听他 听这么仨月 把这一套书全听一遍 听完之后他下仨月上那边去了 我们得跟上那边去 再听一遍 听来听去 你要听会了就会了 他要高兴的 他也问你 那个怎么回事 你要是聪明的话 先生您看那个如何如何 他觉得这家伙挺灵 这个应该是有一字不对 是怎样怎样 他给你讲 这就算教你了 就这个过程下来之后 你要会了 你就会了 你要不会 你就干点别的去 不是先生坐在这儿 东汉末年说 东汉末年不是那样教 那个先生早累死了 对吧 为什么难就难在这儿 就我们这说书这行业 必须是天才 百分之九十九靠自己 剩下的再能用功 在我先生指点 自个再多看书 你才能成功 但是唯独在艺术方面 家长也愿意听 你看 奇怪在这儿 人的孩子们 他都愿意 都认为自己 我一定是那个艺术家 他爸他妈也相信 你上网看看 京剧 平剧 帮子 大鼓 评书 相声 所有艺术种类 你看大伙一点评五花八门 骂了个街都寒着那儿 没有一个人不比演员强 为什么呢 这孩太难了 但是人人都把他想的太简单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自个儿得知道 那是那么容易的吗 往这一坐跟人说 要在茶馆里面 您不管十块二十块 你花了钱坐在那儿 他老得琢磨 我花钱了 为什么说 想当初说相 我自己给自己定义规矩 必须要卖票 必须卖票 绝不能送票 你天天送票 有一天卖三毛钱 观众都觉得坑得很 你看 包括很早很早以前 我们做演出 我就跟他们聊过 我说咱们尽量的 因为有的是主办方 人家有这个要求 这场演出 人家包了你 在一个五千人体育馆 它其中可能会有五百张票 三百张票 地方上有应酬 方方面面 这你拦不住的 这个票是必须要给的 但这个 你在台上一看 你就知道哪儿是没花钱的 你看这帮在那儿来回溜达 说闲话的 客瓜子的 孩子满处跑的 那一定是没花钱 他不珍惜 你看那趴在那儿 眼中这么盯着 花钱了 所以我说咱不送票 没有意义 如果咱不能卖票 咱就干点别的去 对不对 非得这样 多难受 是不是 所以说回来了 我还是很希望能多出些个说书的先生 因为我知道这孩太好了 你这么些年来 我还有最起码好几十套书 我没有机会跟大伙念头的 真的 咱们就打三锅开始 好 好 甚至我还年轻 我还十八呢 难道说我就没有身份证吗 你骗我 我就信了吗 那好 谢谢各位 您各位也是真疼人 我已经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了 说快就快 刚才跟您各位聊天 就是我小的时候 在老先生跟前待着那会儿 就在眼前一样 七八岁八九岁 就是那么大 后来学会骑自行车了 骑我们家的大自行车 还掏了腿骑那样 就在眼前一样 一眨眼我都奔五十了 时光荏苒 岁月穿梭 遗憾的是这个行业 日夜的逐渐凋零 希望它好吧 当然也谢谢您各位的鼓励和支持 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 爱听也是你们 启哄也是你们 还让这个民间艺人活吗 我也不用问你们了 不要给你们一个 我得问你们再说忘了 再给一个机会 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了 忘了 王司徒大宴群臣 九夕宴前痛诉董卓的种种不堪 祸国殃民篡位谋朝 五人臣之礼 层嘣嘆嘆嘞嘂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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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就把我之前这几集全说了一遍 当然王允没我说的好 他不是干这个的 他不是这里头事儿吗 还顶着算个票油 但是你别看别看人家是外行 人家说完之后 就整个这屋里边喝酒吃饭的 情绪受到了波动 逐渐的就听见有人在气 不是生气 气就是哭 但哭跟气还有点区别 有声有泪 这叫哭 流着眼泪跟着哭 有声有泪 这叫哭 有泪无声 这叫气 流着眼泪 心里边难过 还忍着 偶尔的 这叫气 没有眼泪 光有声音 这叫好 说出容易吗 说出容易吗 光一个哭就得给您讲明白了 它代表不同的情绪 这个好 您到了农村老太太们吊校的时候最多 摸着脸 哭哭哭着就进来了 也没眼泪 那叫叫好 也包括咱们说水浒 潘金莲 哭不得狼 那个就叫好 是给别人看的 但今天这各位 气 怎么呢 都是有身份的大臣 咱现在说一品的二品的 再低也没有低二品的 二品往上 朝廷大员做礼物 跟这拍着 跟傻小子似的 不像话 王司徒的话触动了大家的心事 为国为民有感而发 哎呦 眼泪下来了 抽气 这个玩意他是能感染的 您上火葬场看看去 这一帮人这一哭 有的人也没跟这死者多大交情 但到这之后 就这个环境 带动着你 不由自主的 跟着就哭 又何况这帮人 都是朝里边的中粮 一个难过的叫都难过 慢慢的 这个声音就起来了 哭声也是越来越大 王允也是很激动 激扬慷慨 就说这些个事去 就在这会儿功夫 就在这个脚 都是文武群臣 坐在这 有这么一位 仰天长笑 这个就不合时宜了 大伙这为国家难过 他那会儿哈哈哈哈 这就不像话了 为什么你不合群呢 德云社剧场大伙都跟着乐 就你坐着嚎啕痛哭 必有原因 对不对 我们也得过去问您怎么了 你是埋伏在这的说像呢 凡事反常必为妖啊 你准得有原因呢 对吧 就这一下大伙都回头看 最生气的 王允 你想他这个情绪在这儿了 我给您各位都请来 吃着喝着 听我讲国家大事 咱们怎么办法捡除国贼 我这说的大伙都很好 都在空 唯独你嘎嘎嘎乐 我这里面有包袱是怎么着 人情细理嘛 你搁谁谁也是 我跟大伙这说着话 希望你们一块儿啊 咱们团结怎样怎样 他那根根根勒 你说能不恨得吗 是吧 王司徒怒从心头起呀 就这么回头一看 一瞧这种啊 现在说身高得有一米八左右 这个脸呢 还挺白净 单眉细眼 有人说单眉细眼什么样 这个眼睛啊 往上掉了点啊 还挺长 细眼 眉毛长得挺好 也不是粗粗拉拉 干个结结的 但是一直往上这么走 近鬓角 单眉细眼 是这么一个主 书中代言啊 仰天长孝这位是谁呀 曹操曹蒙德 今天这饭局按说没他 为什么呢 此时他算是董卓的人 董卓爱他 聪明 机智 一直很希望把他就拉拢过来 成为自己的亲之近派 像李儒 像吕凤仙这样的人 所以对他很好 文武群臣呢 也都知道 按原意来说 王允是没打算让他来着 他是听见信的 王司徒过生日 我得去 他来了 来了也不能让你走啊 既然来就坐那儿吧 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此时此刻 他跟这嘎嘎嘎这么一乐 王司徒不干了 孟德 他叫孟德 孟德 应和发笑 你乐什么呀 曹孟德站起来了 哈哈哈哈 我笑只笑 满朝文武 从明哭到夜 从业哭到明 难道说 你们能哭死那董卓 这话说了有劲 你们是朝之众宰 都是一品大员 国家栋梁 跟一帮老太太是坐这哭 打天亮哭到天黑 天黑哭到天亮 董卓就死了吗 人说是这话 这句话说完了 文武群臣们 对曹孟德 刮目相看 他跟我们不一样 就这些大臣里边呢 咱得承认 有中军报国的 但是也有从众心态的 咱们坐在一块 人都哭 你说咱不哭合适吗 显得咱很另类 真真假假的 也跟着一块哭呗 瞪着眼 有那个迎风流泪 一会儿就哭了 你看你细琢磨这个道理去吧 是吧 因为我有事就这毛病 一听曹操这个话 汪司徒安调大指 孟德 孟德随我来 这不喝酒吃饭那大厅吗 带他出去了 这屋里这帮人是擦眼泪 是吃 等菜 喝酒 咱就不管了 后边有一间密室 来 孟德随我来 来的这一步 往这一坐 有家人进来给沏上茶 王允一摆手出去 屋里边就他们两个人 孟德 司徒大人 巴了 蛟龙正在沙滩屋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我没有想到 你很年轻 曹操比他年轻很多 那会儿还是壮年 我没想到 那么年轻 你这个眼界比我们要开阔 别的话我也不愿意说 其实每天你也在朝纲上下 董卓的所作所为 你是亲眼得见 欺瞒天子 祸乱恭维 夜宿皇宫 滥杀群臣 恶不做 就是说 这个人现在弄死他 那都罪有应得 但是我溃为一个文官 生性懦弱 我报国无门 孟德 你有没有好计策 到这会儿再客气就没有意思了 刚才那屋咱们都发了事了 也都喊完口号了 大伙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就是你想的不一样 你既然这样的话 你准有好主意 你说说吧 怎么办吧 这事你不能白乐 对吧 曹操点了点头 司徒 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 想按孟德 七尺之躯 为大汉江山 我情愿抛头颅 洒进满腔热血 单则一剑 好 孟德你说 我要借您家中宝刀一用 就是我 为了国家 死都可以 但是我需要一个道具 什么道具 您家有一口宝刀 有吗 有 王允家里边有一口家传的宝刀 这个据传说 天下宝刀 十八口半 为什么十八口半呢 那半口 它那个尺寸小 一尺三 别的刀都比这大 围住它一尺三 所以它算半口 叫孟劳刀 也叫七宝刀 说您家中 有这口宝刀 就要这宝刀 能协助我 哦 王允开始没听明白 宝刀现在那时 孟德公 要此意欲何为 你打算怎么用 你干嘛使呢 孟德点点头 我携带着孟老宝刀 去之相符 面见董卓 我要取他 向上人头 这就是曹操聪明的地方 我得去见董卓 见他 我得有东西 我一看 你看 有一口宝刀 我献给您 跟前一递 我就把他杀了 这行 你普通的 哎呀 太师 丞相 我这口菜刀一口 您看看 那倒不了跟前 非得弄出去 剁成馅不可 所以得借您这口宝刀 好 孟德烧带 等会儿 王云转身出起来 片刻就回来了 拖到手里边 果然不大 孟唠刀 很精致 有关各种宝刀的 咱们找机会再细说 因为一说演绎的成分太大了 各种宝刀 那口刀是干什么用的 谁拿的 有什么典故 我得说个十级八级的 不合适 怕平台不乐意 回来我搁的七侠五义里边 给你们再念都得了 今天把刀取来了 往这一递 曹孟德伸双手相接 把刀抱到怀里边 汪司徒 淡放宽心 俺曹孟德 七尺男儿 今日里我要为国出监 王允一聊医生 就跪在那 哎呀 汪司徒 您这是 您不能拜我 我不是拜你 我不是拜你 我拜的是你为国为民 以克忠心 今天刀交给你了 我老王就上上下下几百口人 也交给你了 因为这事是明摆着的 去了就两种结果 一个就是成功了 把董卓杀了 咱们皆大欢喜 咱们接着喝酒庆祝开party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成功呗 你没成功 那就连累我们大伙了 人家得倒这根啊 这刀哪来的 谁让你来的 怎样怎样 那拿着我 那不是一个人事 全家的事 这事托付你 是我全家性命 都托付给你了 所以撩一跪倒 孟德也赶紧跪倒 两位都流眼泪了 哎呀 这互相搀扶着站起来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拱一拱手 转身就走了 和这王允再回去 跟大伙喝不喝酒 聊不聊天 那就不重要 咱们回过头来 可以单说曹操武 回着自己住这地 他在这儿 他在洛阳这儿 没有亲眷 他父亲也好 家里亲戚都没在这儿 这儿就他一个人 住哪儿呢 他住在旅店里边 常年的包下旅店 某几个房间 他住这儿 就包括咱们现在 比如说有的官员 到外省任职了 也是 家未必跟过去 当地给你安排 一个住宿的地方 就是你在这儿 他也是如此 回到自己住的这个地儿 把刀放好了 坐在这儿 翻来覆去的 想这件事情 紧张吗 紧张 这不是小事啊 各位啊 天大的事情啊 不管成功不成功 自己都是要上热搜的 你想上去吧 把董卓弄死了 那事还了的 对吧 董卓把他弄死了 那不也得热闹热闹吗 注定这就是来回俩热搜 自个儿坐着想这事 家国情仇 为了江山 为了百姓 董卓这样昏庸 像我们这个在朝居官的 我们就算老老实实的做官 早晚有一天 也得让他祸害死 既然如此的话 不如我们先下手围墙 但是自己反反复复的 在脑子里就过 过这画面 过什么画面啊 明天起床之后 有打这个屋望外走 到丞相府 从进门开始 进前院 走后院 到后边 他经常待着麒麟格 我见他之后 怎么说话 刀怎么拿着 我怎么撑刀 用什么方法杀他 杀他之后如何 一个好的特工 是需要这样的 你不能一宠幸的 回来睡觉 睡员觉醒了之后 又喝酒 咪咪咪咪咪的 然后到这打架去 那不行 一定要考虑 周到缜密 得想象出 多少种后果的 处理方法 心细 坐在这 一遍一遍的 就过这电影 眨眼之间 天可就亮了 其实这一宿 就没怎么睡觉 喊人过来 打洗脸水 敬面 漱口 吃点点心 喝两杯茶 浑身上下收拾着锦衬利落 怀抱着宝刀 由打这出来 赶奔太师傅 去面见东桌 远远的就来到了 太师傅 那您想象的出来 金碧辉煌 那个门口 兵丁护卫 戒备森烟 在这个门口台阶上边 还摆着几条凳子 有春凳 也有懒凳 有人说什么叫春凳 什么叫懒凳 春凳是干嘛用的呢 来客人了 客人到这了 说我想拜访谁 您坐一会等着 客人坐这个 叫春凳 家里还有伙计 看大门的 这会儿也没什么事 咱们歇会儿吧 他得坐懒凳 所以说门口凳子上 哪儿坐的什么人 就知道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春凳懒凳 这个不重要 由打远处 曹蒙德可就来了 心都到嗓子眼了 心说成败 在此一举 按叫自己的名字 蒙德 蒙德 你要小心聊 叶草咸花遍地愁 龙争虎斗几时休 抬头吴跃楚再看梁堂 进汉州 这个都没接上来 还再来一个呢 这不是我批评你们 你们也是没想到 是吧 得了 下回想到再说吧 谢谢吧 老这么鼓励我 支持我 这些年来没少说书 好几位 这几位大姐 这都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 到哪去都他们 听声音我就知道是谁 对 这个玩意儿 要没有您各位支持捧着 没法干 说笑容唱戏 无论干什么 都是如此 你得有人捧 您天大的艺术 您这玩意儿好了都不行了 就没人搭理你 你说别的就没有意义 对吧 尤其我们这个 混的就是人缘 德运社到现在 抄下来也那么长时间了 我越来越觉得 跟观众打交道是天下最开心的事情 当然也不容易 你看 就是后台又采访的 老又采访的 叫没他们 我早出来说书的了 还跟我聊天 你看 你们这儿有好多小孩漂亮亮的 小鲜肉 你们这样是不是就违背了说相声的宗旨了 我说说相声什么宗旨啊 你的意思都得替一大光头 穿一大褂站在那一说 说点民国时候的相声 你就觉得 当然说成那你也不听 你要这劲 但是不行啊 我说我们得吃饭 好在就是我们这演员 各种口味的都有 对吧 你要听老先生 我们有 你高峰高老师那样 对吧 你看那状态 一定是六十五往上了 对吧 你听 你想听口风紧的包袱碎的 我们也有 各取所需 谁规定这饭店就许一样菜 对不对 我们做的是生意 我就这样 我都堵不住你们的嘴 你们有点太欺负人了 我说我没有把我们这个行业看得有多么的神秘 传统艺术好多团体其实卖不出票去 都是因为过分的鼓励自己 大可不必 我老说这个 说像是唱戏 说书 剃头修脚 种菜 这没有什么区别 它不就是工作吗 呆着也得吃饭 你不得干点什么吗 很好 你看我们这个工作跟我们的爱好 又是一回事 这就是祖师爷赏饭 老天爷恩典 各位医师父母支持就行了 唱戏来说 我也跟麒麟巨社的说过 第一 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很神秘 神秘 为什么说的那么神秘 那就是实在蒙不住人了 还得往高处说 说你不能再问了 你要再问你不合适了 对吧 不能把他看得太神秘 但是我们要尊重他 不是说不看得神秘 这破玩意不值钱下酒流 那也不行 你想这么一门艺术 它养护多数人吃饭 功德不量 咱们就就事论事 它就是一门艺术 您看一乐 因为观众就是两种心态 第一是找乐 第二是找茬 对吧 你可不就这个呗 坐那票坐那老看你有问题 但是观众其实也可爱 你包括比如网上 你看好多位点评京剧的 说的很苛刻 其实台下才要认识你了 就没事了 人有见面之情 你就这么简单 那会儿我跟陶阳 我跟他们就说 我说你别学我 我这个岁数我犯不上 惯着什么呀 我说你跟他交朋友 他私信骂你 你就捧他 你捧他两句 他就是你的人了 你看这个玩意儿 一拍肩膀 他就是你的人了 后来陶阳说 爸爸您说这太灵了 人心可不就这点玩意儿 我们打小干这行 干这行就是琢磨人 这一套书成千上万个人 我得给他摆好了 这个为什么坏 我得替他都设计好了 那个为什么这么好 哪件事情他做得对 都对我们给他安排 为什么说作意难就难在这儿呢 是不是 是不是好开心 是 好 替你们开心 书接前文 接着给您讲三国演义 到了一个重要的回幕了 曹梦德献刀 其实说到这儿 我都觉得怪对不起你们的 为什么呢 说到这儿我算了算 这要想说的白地成得三千多回 玩笑说玩笑 说书说什么不是说 只不过可能这个稍微的累一点 说别的轻声轻声 但是大伙要爱 我还是很愿意的 曹梦德怀抱着孟老宝刀 也叫七宝刀 来在聊董卓的府上 您就说董卓有多爱他 你要是别的官员到此需要通传 你哪的 这是门关老爷 我是德云社三队队长 回田桥等了去 得进去给你通报啊 或者叫你才来 但是曹操不用 来到这儿直接往里边就走 这是个身份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董卓很爱他 拿他当自己人了 这也是为什么他敢跟王允说 我限刀刺董 你要是说没有这个身份 没有这种董卓对你的厚爱 你这个主意都不用想 你以后就剩拿刀围着人府门口 我家里有墙踩头 你进不去啊 对不对 你能干什么 给人做痞去呗 我就干这个了呗 哎 怀抱着宝刀 有打大门着 就要进来了 那 眼观鼻鼻关口口问心 诚心服气 这个大气 这个很重要啊 啊 你拿着刀进来 你到不了二道门 人家得问你偷东西了吧 哎 大气 往常什么样 现在什么样 这个 这城府这个东西很重要 啊 胸中有波涛面带春色 高高兴兴的 往里边来 他得到后院 相府这几层院的 他到后边 后边哪啊 有一个麒麟阁 阁 就是个小楼 平时没事呢 董卓愿意在这儿休息 二层的二层的小楼 在这儿 有时候跟吕布聊聊天 跟李如谈谈心里话 跟这些个亲近的人员们谈谈一些个江山大事 在这儿 能到这儿来着就不是外人了 你要说前面是厅堂上啊 如何如何 那都得棺带取整啊 咱在这儿就不一样了 一直来到后边 到了秦林阁这儿啊 这儿迈步进来 一直到董卓休息的这个房间这儿 这屋里这儿啊 靠窗子 有一个踏 踏 各位都知道 喜欢那个古家具的都知道啊 过去还有什么美人踏了 这个踏 那个踏了 就是不是正式休息的时候 这么一种家具 就可以椅子那上面啊 靠着点啊 是这么个东西啊 也有辈儿 辈儿不高 能倚着腰 是这么个东西啊 董卓呢 就在这儿上 正歇着呢 旁边 站着吕布 吕凤仙 往屋里一走 曹子这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呢 够呛 吕布在了 列位 有句话呀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那都是厉害的牲口 多棒了 是吧 他愣了 你知道吗 他在这儿了 曹子欣说 今天下手够桥的 保齐就对不起王司徒了 我就真现保刀了 他们家藏好几辈 没藏好 让我给借出来送人了 但是呢 见机而坐 董卓正在这踏着椅着呢 三百斤一大胖子 坐这儿呗 就歪着这儿 这儿进来了 赶紧失礼 孟德参见老太师 哦 孟德呀 跟他说话很客气 而且这个语气就是拿来当自己人 啊 孟德呀 何故来迟啊 他每天都上这儿来 哎 聊天啊 说说国家大事什么的 出一些个主意 懂卓爱听的说话 他聪明啊 为什么说曹操监就在这儿了呢 天下就是刘备 被曹操骗了 大部分人没玩过他 看着你就知道你想听什么 他多灵啊 所以说董卓爱他 今儿来晚了 何故来迟啊 你怎么今儿来晚了呢 还挺想你 是这个意思 是 回太师 马匹有病 说我骑的马呀 不灵 马有病 哦 嗨 这个不叫什么 乌尔奉先 喊吕布 吕布赶紧过来了 去给孟德挑一匹好马 是 吕布转身出去了 曹孟德都快乐出师来了 哎呀 天助我也 要他在这儿 这事成不了 我往前一进步 人家光一脚 能给我踹出去 拎着脖子 大楼上能扔下去 他出去了 那行了 天下是我的了 高兴 而且就这会儿 可能他来之前呢 董卓跟这坐着 踏上这椅着 有点累 又往下 顺了顺这身子 就把身子侧过去了 这个后背冲着曹操 自己脸冲着窗外 哎哟 曹孟德差点跪去说谢谢 董太师太疼人了 给了我一个杀他的好机会 你看这个状态摆的 趁着脖子跟这儿 我只要我们拿出来 往跟前走 喀巴拉叉切起来 那个青史名标 我就成功了 那还等什么呀 再等黄花菜就凉了 这不在怀里抱着吗 哎 望下一顺 找着这刀瓣 这儿拖着刀鞘 往外撑这刀 这儿举起来 这不是拿着刀了吗 他在望上举 举起来之后 这一撑出来 撬在这边 刀不在这儿了吗 就能动手了 叫这会儿功夫刚撑出来 董卓看见了 倚在这踏上 后边是草草 脸冲着这点 这是窗外 咱们前文书讲过 它这个踏上有花板 这个花板上镶着这圆片 风魔铜的 那会儿没有镜子 这个就相当于是镜子了 它这么倚着 这不就有了吗 通过这儿 整看见后头 刚才那么坐着累 这转过身来歇着 好 身后大哥来这么一手 这才回头 孟德 孟德 意欲合为 你要干嘛 曹操这个演技还是很好的 顺势把刀就拔出来 往这一跪 太师孟德 来献宝刀 这东西要是再 再差几秒 都有问题 你往前来这样 你要说献宝 这就说不过去了 就是要出窍 没完全出来 这才出来 来献宝刀 董卓坐起来了 拿手一接 曹沐德往前走两步递过去 董卓接在手里瞧瞧 真是个好刀 这个刀瓣上镶着各种的宝石 这个刀刃上刻着 孟劳刀翻过来 见面写着七宝刀 哎呀 果然是宝兵刃 心里挺高兴 心说我要是再上朝的时候 我带着他 再有刑刺之人到跟前 我这掏出来 就能防身自卫 很高兴 就这会儿的功夫 吕布进来了 几乎是同时 吕布进来了 进来了 蒙德 将军 马给你看了一匹 西凉的宝马 他叫甘草黄 是 多谢将军 多谢将军 董卓把这刀放下 走 咱们一块看看去吧 这穿上鞋 有打踏上站起来 那俩儿分开了 给他摆了当劲 有打这屋出来 往院子里边走 有兵足 就把马牵过来了 甘草黄 您听这名就是黄颜色的马 你瞧这马的状态 不是一般的东西 好马 好马 董卓看了看 蒙德 爱不爱 太师 真是宝马良居 太棒了 成其一成 你试一试 太师在此 我阎敢撒野 这叫什么话 送给你的 骑上试试 是遵命 班安任登飞身上马 坐上去了 院子很大 慢慢的转了这么一圈 回来甩邓黎安 又到这 有人给他牵着马 有兵丁 这过来 太师 太棒 真是宝马 喜欢就好 就把他赏给你了 这怎么敢 长者赐 不可辞 行了 去吧 改天有事再宣招于你 是 说了生事 倒退着望后走 董卓在那站着 他这抱着拳 倒退着望后走 一直 走到这花园后头 这是规矩 是 扭头走 把屁股给董卓了 这就是有罪 好过咱们金殿上 不管是哪 大臣跟皇上说完话 偏殿 在哪一说话 说完之后 皇上说你去吧 你都得退着走 你不能一转身走 这不行 没有礼法 这退着出来 有人把马也给他牵走了 董卓 董仲颖 带着吕布 转过身来 往麒麟阁那小楼那走 董卓就琢磨刚才这个事儿 天下的事儿就怕后着吧 就想 想着想着又回刚才那屋了 又在探那坐下 伸手又把这刀抄起来 看了看 吕布就问他 义父 您怎么了 我想刚才这事儿有点不对 刚才孟德来了 他说是与我 献刀 但是我前思后想 空气又炸 吕布那个游勇无谋 况且他不在跟前 他也说不出什么来 就这会儿功夫 有打外边 一推门又进来一位 例如 就是董卓的谋士 例如进来志多兴 一进来一瞧 这爷儿俩脸有事 开始怎么了 你来的正好 是方才孟德前来献刀 是怎么这么回事 怎么这么回事 把刚才这过程形容了一遍 他走了之后 我反复思量这里有问题 你说他到底是真来献刀 还是有意行刺 例如说这个简单 打发人把曹孟德叫回来 他要回来就没事 他要不回来就有事 就这么简单 好好好 奉仙 快去 叫人 换孟德前来 哎 吕布出去了 那么曹操呢 曹操有打这儿出来 往外走 出大门之前 文文当当的 他这点他是明白的 急急忙忙往外跑 谁多聚嘴 自个儿就走不了了 这出来之后 接过这匹马来 吻吻当当 上了马 啪 一打着马 没回住所 出东门而去 跑了 那还不跑啊 不跑等雷呀 哎呀 快呀 骑着马出东门了 一会儿的功夫 有差人 到他住那地找去了 没了 再一问 说骑着个大黄马 出东门走了 赶紧回来 跟董卓一说 董卓气坏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觉得不对劲吗 也真好怕呀 你说 但凡 自个儿要是糊涂了 反应慢一点 这刀就挨上了 曹孟德不应该呀 老夫带他不错 你怎么能行刺于我呢 我说奉仙 带人速速出东门 把他拿来捡我 是 吕布这儿出来带着兵 赶紧去追他 追不上 是以马的事吗 不是 脑子的事 操作多坏呀 跑的时候就想到了 你一定会来追我 而且你一定是拿几个路线追我 我不能按着你脑子里面道跑 我得按着我这道跑 以吕布的那个智力追不上 没追上 没追上也得回来 这回来了 富相 本来叫富相 又是丞相 又是他父亲 又是喊义父 又是喊富相 又是喊爹爹爹 你不敢叫什么吧 没追上 没事 我已经叫人 画影图形 天下捉拿 有勤注曹孟德者 赏黄金千两 官封万户侯 很下本 有人说 东汉末年 黄金千两是多少 给您换算一下 合黄金六十二斤半 大概是六七十斤黄金 官封万户侯 这是真恨的呀 那是你搁的谁 谁心里也得恨的 天下画影图形 要逮曹操 现在男一号就是曹操了 你看三国奖礼就在这 该谁上场就是谁的 这会儿呢 曹先生挑良了 他是主演了 主演跟主演不一样 他这会儿是逃犯 害怕 先把医生换了 之前做官那身衣裳不能再穿了 他也知道天下逮自己 打扮一下 装扮成商人的模样 因为你装别的他不像 商人这样呢 他家里有做买卖的 他觉得自己是没问题 能应付的 装扮好了 逃离了洛阳城 他是憋着要往东边去 回自己的老家 然后要招兵买马 聚草屯粮 招选天下的英杰 推倒董卓 他是这么想的 这是他的目的 但是前提是 要躲开人家的狙杀 突破层层关卡 还得回到家里去 这是他当前要做的事情 难也就难在这儿 东藏西藏 这你要说出去旅游去 这是一回事 你要是躲避狙杀 那另是一回事 这藏那躲 这一天 来在一个地方 叫什么呢 这个县叫中猫县 常听相声的朋友都知道 这是一个主要的环节 到中猫县了 中猫县 也是一个重要的关口 他必须得从这走 不走不行 但是很难 为什么城门那 贴着自己的美照呢 那年头没有照相 没有二维码 没有别的 但是呢 有画像 姓什么叫什么 大概长什么样 如何如何 犯了什么什么罪过 最重要一点 逮着之后给黄金 62斤半 这个诱惑力就很大了 你要说逮着之后 给小红花三朵 这个不管用 不会有人往心里去的 众赏之下必有勇夫 对吧 自己远远的就瞧见了城门口那一帮兵丁 而且感觉的出来很严 我就在这瞧着 那是城门 这过程的人打这过 每一个都叫住 咱咱 看看这脸 看看这画 差不多 这才让走呢 并不是说没人往心里去 随便吧 不是 我如果再往回走的话 离这洛阳又近了 追捕我的人是从洛阳出来的 我不能往回送 我只能往外走 就这个方向 大伙是听明白了 所以说他必须要走中东线 到最后 咬牙关 硬着头皮 往城门这走 来到这 很多的把守城门的兵丁 有几个坐那坐着的 但是 也有俩跟这认真查队的 站着看看 不是 这过去吧 下一个 这离着孟德 还有三四个 曹孟德就跟这准备 问我我说我叫什么 我说我 父姓黄埔 我叫黄埔松 问我做什么的 我是个商人 对 自己倒马 准备一整套对大如流的话 看前面这 过来 姓什么叫什么 姓高 叫高丰 多的岁数 三十五 怎么长这么老性 说相说的 过去吧 下一个 叫什么名字 叫石碍东 干什么的 穿块板的 穿块板是干嘛的 特儿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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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一个一个的走 问的非常的细致 眼瞅着 就到曹操了 曹操努力的让自己这脸上 别这么僵 为什么呢 你这一抖了 人就看出来了 极力的放松 骑着马 过来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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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几位军爷 从马上下来 几位军爷 辛苦了 不客气 城门不能随便出路 知道不知道 是 知道 现在话影出行 逮人 叫什么名字 跟您回 我父姓黄埔 我叫黄埔松 哦 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商人 那行了 行了 好 过去吧 好 谢几位军爷 往这一走 这俩冰丁喊坐地上那几个 起来 起来 干嘛呀 干嘛呀 起来 被他捆上 他是曹操 哦 谢谢大家